前世你不顾所有人反对 娶了一个残废女人为妻 可她三年后脱胎换骨成为女帝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你无情抛弃 甚至还放任你被仇人到处追杀 最后还是你五百年前救下的小乞丐救下 将你带回了魔道第一大派无相天宫 你怎么也没想到 当年的小乞丐已经成为魔道圣物 不过你也只是多狗活了五年 五年后神小女帝扫荡群魔 你与顾男一一同战死 再次睁眼 你便回到了五百年前 这一次你不想重蹈覆辙 直接便去了沈家退婚 此时沈潇雪一袭红衣盯着你 满脸不减 当年我是全城嘲笑的废物 使你不退婚 如今我脱胎换骨 是北山城百年不育的五道天才 你却要退婚 苏言我不懂你 你苦笑 你跟沈潇雪是指赴未婚的未婚夫妻 但沈潇雪却在十二岁那年发现 不能练出真气 五道之路断绝 在一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无论男女 五道之路断绝就是废人 没有一个大家族会娶这样的妻子 更何况 你的父亲还是这本山城的城主 那时是你坚持不退婚 陪着沈潇雪面对全世界的恶意 但在三年后 不知什么原因 沈潇雪突然又可以重新开始修炼 且修炼速度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 他很可能就是将来的武圣 甚至五弟 然而 你却在此时选择退婚 前世地你 是众人口中那个最幸运的男人 靠吃软饭到了人生巅峰 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软饭的滋味如何 前世你努力修炼 最终还是只不在武尊 本来武尊的实力 在这个始人世界也可以做一方 霸主但跟沈潇雪这般 万古不出的女帝比起来 就是蝼蚁不如 沈潇女帝帐下多的是准地圣人 五百年的时间 你每一天不是在他们的嘲讽 奚落中度过 而沈潇雪对你的感情 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冷漠 在一次醉酒后 你被射解 跟沈潇雪帐下一名爱将起了冲突 对方直接告到了沈潇雪那里 而沈潇雪的选择是直接休了 那一刻 高高在上的女帝眼中 没有一丝温度 而你对她的最后一丝契记 也随之幻灭 既然天道给了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你第一时间便是要退婚 你不懂便不懂吧 从此一别两宽 思绪从回忆中回到现实 你也不想多解释什么 留下婚书便欲离开 喷的一声 沈潇雪惊怒之下 扫落了桌上的茶杯 苏颜你今天走出这扇门 便像是茶水一样 破镜难缘 覆水难收 沈潇雪相信 你一定会后悔 她没有告诉你 一年前她得到了半卷天书 一年内她的修为突飞猛进 便是凭着着半卷天书 她现在有信心在百年内 肖成至高无上的你 而你却要在此时此刻退婚 何其愚蠢 你不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女子 离开神府 你吩咐车夫老黄前往承溪 承溪是北山城的贫民窟 各种帮派鱼容混杂 很多贵人甚至一辈子不会踏足这里 车轮点过满是污水的街道 空气中 飘散着各种生活垃圾混杂的臭气 车厢里你捏着鼻子 目光一一扫过外边 那些神情麻木的行人 看得很仔细 上一世 你就是在这里遇见顾南一的 那天下着大雨 你去给沈小雪带她最爱的桂花糕 在路边 看到了一个饿到奄奄一息的小乞丐 便从那袋桂花糕中拿了一块饼 那时你怎么都想不到 一块桂花糕的情义 竟然救了自己一命 而重生后 你发现 你第一时间想起的不是沈小雪 而是南一 是那个被追杀到走投无路的语言 撑起在头上的伞 是花钱月下一袭黑沙 士族如雪天仙舞姿 是浩荡的威霞背对你 毅然迎向武帝的鲜弱背影 原来百首如星 青盖如果是真的 五百年的执念 真的比不上匆匆五年 这一世你 只想护她一世平安 停车突然 你眼前一亮 顿时朝着驾车的老黄河道鬼灭 你把吃的浇出来 像你这么丑的人 就该饿死 就不该浪费粮食 小巷镜头 几个男乞丐包围着一个女带 逼她浇出手中的馒头 女孩的脸上 浇错一道的黑色的鬼纹 望之身味 她咬着牙 手里紧钻着半个馒头 眼见几人逼近 却是直接将她丢进了 旁边的污水沟里 见祸泥找死 几个乞丐大怒 便于动手 然而下一秒 身后进风袭来 几人来不及回头 便被拧断了脖子 顾男一瞪大了眼 呆呆地看着一个瘸腿老头 面无表情地 拖走几具尸体 露出一个轻衣男子 爱吃桂花糕吗 你拿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一包桂花糕 顾男一心中很多问号 但她很饿 还是接受了口味 将甜甜的桂花糕塞进了嘴里 就在这一刻 你的耳边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前置条件达成 宠妻系统激活 检测到宿主成功 投喂顾男一一块桂花糕 触发十倍 返还你获得了十块桂花糕 男一这是黄洁五品功法参玄金 你拿去好好参读 不懂得问我 马车内你将一本功法交给顾男一 你知道顾男一十字钉 检测到宿主成功 赠予顾男一黄街五品功法参玄金 触发百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天接三品功法大荒洞天 惊什么 百万倍暴击 返还天接三品 你瞳孔俱阵 天接功法 在始人世界几乎已经是传说中的存在 那些屹立五道之巅的五地 所修功法也不过地解 如沈霄雪上一世修炼的半卷神骁天书 也不过地接一品 据说 完整的神骁天书乃是天接六品的功法 可惜他只得到了半卷 即使如此 也助他修成了一代女帝 难以我突然想到 这部功法更适合你 这个时候 你突然一拍额头 将系统空间内的大荒洞天经取出 交给了顾男一 你很期待 这一次系统会不会返还他 一本超越天接的功法呢 可惜让你失望的是 这次系统毫无反应 似乎系统返回的物品并不能二次赠送 可男一致是一元单 可以增一真气 助女修行 并检测到宿主成功 赠予顾男一一瓶一元单 优良品质 触发千倍返还 你获得了十瓶地元单 完美品质 你眼前一亮 虽说不知道系统是怎么估值的 但在市场上 一颗地元单价值是一元单的百倍没错 但一颗完美品质的地元单的话 价值却是数十万倍 于是接下来 你把能送的全送给顾男一了 直到系统像消失了一般 再也没有回应 你妄想顾男一 上一世你与沈潇雪结合着 各种系统并没有出现 难道天道也认为 男一才是他的天命之女吗 神浮眼无场上 纷纷落叶 还未触及剑锋 便被剑气搅得粉碎 沈潇雪一袭红衣 突然停下五剑 望着手中这柄衔接八品的长剑 正正出神 此剑曾是你送给他的生辰礼 整座北山城 找不出一柄比他更好的剑 沈潇雪曾经无比真实 但现在 他竟感觉厌恶 刷片刻后 沈潇雪将这剑远远丢出 脸上的副杂也转为平静 区区一把衔接八品的神兵罢 还他好了 他将来一定会有比之强百倍 千倍的神兵 从此 他跟你便是陌路人 他的全部心力将放在武道上 他将登上你九生九世 也不可触及的高度 兵追赴火葬场系统已绑定 就在这时 沈潇雪的耳边 却是突兀地想起了一道机械化的女生 谁谁在作惯 沈潇雪大惊 本系统是追逐火葬场系统 只要宿主丈夫苏妍 对宿主的好感提升 宿主便能得到相应奖励 现在发布第一个任务 将苏妍的好感度刷到五十 奖励一片天书下卷的残液 什么奖励 是天书沈潇雪不敢置信 他只有半卷天书 即使如此 也让他从北山城人人嘲笑的废物 成为了万古不出的天才 若是完整的天书 这一刻 沈潇雪的呼吸都变得粗壮了几分 沈潇雪确认了 这个系统 似乎是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 听见只是任务 为什么是刷苏妍的好感度系统 苏妍现在对我的好感是多少 沈潇雪咬了咬嘴唇问道 苏妍对你的好感度 目前是999 请宿主再接再厉 成竹符 你牵着顾南依 走进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别院 放眼望去 满目细花一草 前世相伴五年 你已经知晓顾南依的喜好 世人都不知 令人胆寒的魔门圣母 爱好却是养花养草 南依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你对着顾南依说道 顾南依望着眼前的轻衣男子 漠然 麻木的眼睛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 之前你送他功法 送他丹药 送他钱 都没有这个家子给他的震动打 自从五岁那年逃出无相天宫后 他就没有家了 他真的能重新拥有一个家吗 你给顾南依讲述了一些修行的知识 愿放心让他自己修炼 对于顾南依的修行天赋 你很放心 毕竟 是曾经仅仅赐予沈潇雪的魔道圣女 这一世他得到了天阶功法 成就未必会在沈潇雪之下 你走出别院 就看到门口不知何时 已经站了一个一身蓝色绸山的男子 国字脸八字胡 正式穿越后 这具身体的父亲 北山城主 苏北山 这里本来是给你妻子准备的院子 你现在让一个乞丐住了进去 你到底在想什么 苏北山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 这两天简直就是疯了 沈潇雪命令前途无量 他却要退婚 你却是笑到父亲 你说的没错 南依就是我未来的妻子 说什么苏北山同孔居症 我说南依就是我未来的妻子 你的语气斩钉截铁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 沈潇雪将来很可能是一尊女帝 这样的未婚妻你不要 你要娶一个乞丐进门 苏北山忍无可忍 喘着粗气指着你 眼睛都在喷火 呵呵 女帝又如何弱性子 凉薄无情 那还不如一个相濡以沫的凡人妻子 你还记得上一时 苏北山与仇家大战后重伤 你去求沈潇雪那里求要 对于一代女帝的沈潇雪 这不过举手之楼 可沈潇雪那时正在闭关 而她的部下视你为蝼蚁 根本不为她空传 你等了三天三夜 都没能等到沈潇雪 你还记得 苏北山最后的时刻握着你的手 眼中没有对死亡的恐惧 只有对她未来的担忧 对她收到严 卫妇错了 若能重来卫妇 绝不会答应你娶她 然而就在真正重来一时的此时此刻 苏北山却是轰然释放出了 属于纯阳静武宗的恐怖威压 朝着你轰然压下 若我不答应呢 你此事不过悬浮初期 面对纯阳后期的苏北山 只觉呼吸都很艰难 却还是开口道 那我便带她离开 一刹那天地死寂 飞虫飞鸟都不敢发出叫声 直到你满身大汗 苏北山才沉着脸拂袖而去 若她能在三月内龙门榜上留名 进入圣地 我便答应让她进门 否则一切休体 望着苏北山的背影 你也松了一口气 龙门榜极为愉悦龙门 每五年连山郡的四个九品圣地 一个八品圣地 都会在龙门榜上挑选年轻天骄 参加圣地考核 想上龙门榜 一般至少要通卖后期 三月内从凡人到通卖后期 对于常人自然不可能 但顾南一未必 父子两人心里都装着事 竟都没有发觉 小月内顾南一站在门后听完了全程 你回去之后 便开始改修大荒洞天经 而有着一本天接三品的功法 又有着完美品质的地缘单辅助 你的修行速度 也是瞬间突破了这个世界的记录 三个呼吸 他突破到了悬浮中期十个呼吸 悬浮后期一百个呼吸 悬浮圆满 等到第二天清晨 你已经冲破一百个雪橇 进入开校中期 此时你体内真气 已经是昨天的一万倍 你停下了修炼 洗漱一番后 便去到了城主府的演武场 此时朝阳出生 演武场上 少女已经停停欲力地等在那里 上一世顾南一霸占红颜榜首 若论美貌 还要吻压沈潇雪一头 只是现在都被脸上那片鬼魂眼盖住 你知道这鬼面 实则是南一母亲 在她逃出无相天宫时 为保护南一下的毒 以燕心花炼药便可解 不过随即 你的注意力 便被吸引到了顾南一的修为上 南一已炼体圆满了 尽管你知道顾南一自制出众 但这个速度还是大出了你的预料 自身一夜从凡人到炼体后期 已经远远甩开沈潇雪了 不过 你打算再给他加一下锁 来南一 你坐在这 你找来一盖垫子 让顾南一五星朝天打坐 你要给顾南一传功 传功自古有之 但很少有武者去做 因为不划算 曾经有一位武帝 将百万年功力传给子孙 子孙的功力只增长一年的 目前最好的记录也只是百万一 顾南一感觉到一股股同源同种的功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 他在传功给我 顾南一不敢置信 他从小在魔道圣地中长大 再清楚不过 修为对于武者的重要程度 甚至还要超过生命 这人竟然愿意为了他 用百年修为换他一年修为 顾南一咬着唇 目光迷离琢 日当听到你说要娶他时 他已经心乱如麻 此刻心更加乱了 但是为了不浪费 你传给他的功力 还是强行压下纷乱的思绪 静心凝神 你脸色苍白 他已消耗了十年功力 修为也从板翘落到了九十翘 这滋味真不好说啊 但就在此时 系统的声音却是再次的在耳边响起 并检测到宿主成功传给顾南十一年功力 触发百倍返还 顾南一的九十年修为 更是帮他多冲开九个血窍 并检测到宿主成功传给顾南十一年功力 触发百倍返还 获得了一百名功力 五次传功后 顾南一的修为 直接从炼体七突破到了通脉七 你发现顾南一体内每一条经脉 能容纳的真气上限 都是寻常舞者的十倍以上 若非如此 他已经是通脉精圆满了 而你也借由这返还的功力 一举冲破了一百五十翘 接下来的七天 你日日传功 顾南一很快达到了六脉 你也冲破了二百翘 如此时光匆匆 很快 便是到了与苏北山约定的三月之期 此时的顾南一已是同脉精圆满 而你自身的修为 也到了出窍精圆满 这一日结束了晨练 你便是带着顾南一来到了龙门堡下 只见沈萧雪的名字 个人位列榜首 而你则是位列第五十 你对顾南一到南一 五十以下都是玄斧精以下的五十 你愿选一个吧 其实五十名以上的玄斧精修士 顾南一也未必不能一战 但没必要 连山郡的五大圣地中 你的目标是九品圣地末尾的慕华宫 只要能保证榜上 有名就行 那我选他 顾南一一双名谋 扫过榜单 指着其中一个名字的第六十九名 沈萧云通迈进圆满 这个不是沈萧雪那个 解空地点 错愕没想到那么多人脸 顾南一单单就选了这家伙 不行吗 那我换一个 顾南一见他神色有益 不由问道 不不用换 嗯下手还可以 狠扁你笑了 你可不是什么圣母 你记仇上辈子的仇也都记着呢 很快有人要挑战他的消息 就被送到了沈萧云本人那里 什么谁 那么不懂事 外地来的 沈萧云很意外 自从他的名字被挂在龙门榜上那天起 就从没受到过挑战 无他就因为他有一个天才姐姐 不是老挪 打听过了 是城主府的人 老婆人说道 你确定沈萧云更加的面露无遗 老奴确定 准备挑战少爷您的 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苏公子陪着他去选人的 老婆倒好 你个苏颜 退婚的账还没找你算 竟然还敢蹬鼻子上脸 沈萧云大怒 这些日子 你退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北山城 上到世家 下到平民 都在议论 虽然 沈萧云也觉得 你一万个配不上姐姐 但要退婚 也必须是沈家主导 你有什么资格 同样是在神府 沈萧雪的心情也很不好 这三个月 她时常打开系统 你对她的好感度始终停在999 这意味着 三个月你根本没想过她 否则不可能连一点波动都没有 正在这时 沈萧云找了过来 姐 我跟你说件事 你说苏颜身边跟着一个蒙面女人 那是谁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沈萧云本来是爱告状的 没料到姐姐却是 把注意力放在了蒙面女子的身份上 去查沈萧雪 冷冷的深周散发的寒气 直接便是让沈萧云的鼻涕流了下来 沈萧云很快就回来了 姐脸色奇差无比 查清楚了 那女的果真是苏颜新找的拼头 还放话说要娶她为妻 苏颜这个杂碎真的该死 哈哈 那么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够让我们的苏大公子 如此的神魂颠倒 沈萧雪冷笑道 面对着仿佛火山即将喷发的姐姐 沈萧云难以启齿 一咬牙一闭眼 才到她找了一个乞丐 什么沈萧雪强行维持的平静破损 瞬间爆发的狂暴威压 直接便是让沈萧云双膝跪地 她真的找了一个乞丐 之前就生活在西城那边 容貌奇丑无比 苏颜沈萧雪双目赤红 郊区剧烈颤抖 跟她退婚 娶一个乞丐 这意思是 她沈萧雪 还不如一个毁容的凡人乞丐吗 沈萧云三日后 你若是说了 就给我滚出沈家 沈萧雪无情地说道 无论如何 她都要出了这口恶气 我传你一式剑法 沈萧雪要传给沈萧云的 便是衔接一瓶武器 展现器件的第一式落红尘 这一式剑法 她也是从那个追夫系统中得来的奖励 这段时间 她虽然没有去刷你的好感 但在追夫系统中 也还是会发布一些日常任务 可以获得奖励 就比如给你织一条围巾 画一幅你的画像 写一首诗 表达对你的思念 沈萧雪本来不想理会 奈何奖励太香了 三日后 北山成龙门站台下舞者云集 站台上已经挂起了流影镜 此位刺剑 会把影像传回母镜 供各大圣地河 王朝官员随时查阅 时辰将近 当沈萧雪一席绝艳红衣 呵呵 恐怕不是来看弟弟的 我是来看情敌的呀 此话怎讲 流言蜚语入耳 沈萧雪的脸色越来越冷 直到看到姗姗来迟的你 和顾南依 两人终于达到了冰点 冰系统提示 现实任务移住香 时间内 让苏妍对你的好感度 提升一百点 奖励完整地 衔接一瓶武器 展现七十 沈萧雪满头问号 我现在恨不得批了他 你要我去刷好感度 可是那是完整的展现趋势 沈萧雪待立了数秒钟 时间的声音都在逐渐安静下来 围于那一袭红衣的一抹绝艳 便是顾南依的目光 也不自觉地被他所吸引 真美啊 见到那张颠倒众生的脸 小手也是不自觉地 拢了拢面纱 这就是你的未婚妻吗 尽管顾南依并不愿意自我非薄 但是无可否认 现在的他跟沈萧雪相比 就像是臭水沟里的丸石 去碰瓷珍贵的宝石 苏妍真的会在两者之间选择自己吗 天下真的会有这么傻的男子吗 这一刻 顾南依脑中不由自主地想了很多 会不会 你只是想用他去打击沈萧雪 不只是他 此时此刻 走向你的沈萧雪 也有着相同的想法 其他人也一样 都在等待着你的回应 然而 回应是没有回应 你就像什么都没听到 从沈萧雪身边擦肩而过 丁系统提示你对你的 好感度下降一 目前好感度一千 南依会上场 用这个你从乾坤界中 举出一柄蓝色剑锹的长剑 献保式地交给顾南依 另一边沈萧雪看着无比刺眼 但当他看到你脸上神色时 确实又不自觉地恍惚了一下 那样的神色 他也曾在你脸上看到过 那还是在他不能修行的时候 你把玄界八品云剑雾面送给他 那日是他的生辰 天却在下雨 昏梦一片 少年直见而来 雪亮的剑光落出 仿佛能为他辟出一片晴天 雪儿这是我送你的 生辰里顾剑情深 我会如这柄剑 一直守护你 此时 你看着那个小乞丐的目光 便与那时看他的目光无异 甚至还多了些什么 难道他与那小乞丐不是儿戏 而是用了真心 系统提示 距离现实任务 结束还有半炷香时间 请宿主抓紧时间 滚沈萧雪忍无可忍 旁边沈萧云被吓了一跳 张大嘴看着他 不知道这位姐姐 又是银河突然报名 闭嘴一会 你用这个 不必留守 沈萧雪花落 也将污蔑交给了沈萧云 半炷香后 随着城主府官员的一声命令 两人登台 小贱人 这段时间 是不是过着如梦如幻的日子 那今天就是你的梦碎之日 台上沈萧云朝着顾南一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怒到顾南一的存在 就是扇在沈家脸上的一巴掌 可惜龙门战不能杀人 但他可以废了顾南一的修为 让你投入的资源 全部打水飘刷 沈萧云拔出了误蔑剑 尽管只是展现七世的第一世 但毕竟是衔接一瓶武器的残倦 一天的苦修 只够让沈萧云出窥门禁 变得建议的一一零零零 但即使如此 也已足够 众人骇然 看见小小一方擂台之上 须鱼便是重重叠叠无数剑影 分光万絮 杀鸡四伏 沈萧雪的目光不自禁地朝着你头去 不知这个小起被废 你会是怎样一副表情 但就在下一刻 他的目光便是被吸回了台上 不受控的瞳孔咒缩 因为顾南一也出现了 湛蓝的长剑 剩下冰锋的气息 从气息上 为他去郡城拍下的玄阶八品 零剑雾面 就是北山城最好的零兵 怎么也想不到 短短几年后 你还能拿出一柄 玄阶六柄银剑 如果说 看到玄阶六柄的兵破天歌 沈萧雪还只是不敢置信 那么再看到顾南一师展出 完整的展现七剑时 沈萧雪便是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了 这可不是沈萧雪那从日常任务里 拿到的残片 可比只见顾南一出剑的一刹 天空中赫然掠过一道龙腻 云从容风从湖展现弃剑第五剑圣蒙遍 过程仅仅几夕时间 也很少有人看清了过程 待到众人在定睛看时 雾面已经断为两劫 顾南一手中的战篮长剑 正毫不停顿地刺向沈萧云 气脉悬浮镜之前 若气脉被迫 那便是今生无缘无道 你赶沈萧雪大怒 但他刚想动 便似有一道视线望了过来 是你被你看着 沈萧雪一时间竟然感觉呼吸困难 这股威压是开翘镜 他已经开翘镜了 台上七粒惨叫响起 顾南一已经费了沈萧云的气满 但沈萧雪却像是傻了一样 他一直都认为 你修为注定被他远远甩下 给你的定位就是贤夫良妇 可是现下你的修为居然反超了他 你跟顾南一走后 沈萧雪也带着沈萧云离开 姐你一定要对我报仇啊 姐闭嘴 你忘了昨天我说过 你今日若是输了 是什么下场 沈萧雪冷冷偏了他眼 顿时让这家伙安静下来 并检测到宿主对苏妍的怨气超标 发布现实任务 医院内调整心态 平息心中戾气 奖励苏妍前世的记忆 什么还要我调整心态 这一瞬沈萧雪的怨气直接爆表 但是当她看到任务奖励时 却陷入了沉思 实话说 这次的任务奖励很特殊啊 前世记忆 难道说 苏妍的前世是什么五帝圣人转世 最近突然觉醒 记忆才判若两人 这样的事情 在始源世界和其他大事件 也不是没有先例 城主府苏北山的书房 爹三月之约 难以做到了 你不会不守承诺吧 你站在苏北山面前问道 苏北山自然也收到了不 难以挑战成功的消息 对这样的结果 他也是非常意外的 三个月的时间有如此成就 可以说 这个小乞丐的天赋 已经超过了九成九的舞者 他也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光 竟然能在一群乞丐里 找出来这么一个宝贝 为辅自然一言九鼎 既然他做到了 便不会再反对你俩的婚事 苏北山说道 好不愧是我爹 那我这边去跟南依商量 把婚期定下来 然而当你去询问顾南依时 顾南依却犹豫着到苏大哥 能否等到我容颜恢复之后 嗯可以啊 南依你的容貌 一定会很快恢复的 你愣了愣 笑道虽然他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但却完全能够理解 哪个新娘 不想自己出嫁时 是最美的样子 顾南依却没有你那么乐观 当年母亲的确给过他一张药方 可是这些年的颠沛流离中 已经遗失了 现在想解读 除非是回到无相天宫 次日 你并没有急着去薅系统的羊毛 今天北山城有一场拍卖会 你准备带着顾南依 去拍一颗破镜丹回来 你记得上一世时 这颗破镜丹最终被沈潇雪所得 为此 沈潇雪还向他借了一千元金 但是现在得你 对于抢沈潇雪的东西 毫无心理压力 游龙商会拍卖场 台上一细龙温旗袍的美女拍卖师 正在介绍着今天的拍品 沈潇雪见到连妹而来的你根故难医 只学着一天一遍遍地念清心壮 安抚下的心境又要破功了 呼沈潇雪深呼吸 干脆闭上眼 眼不见心不反 他今天跟很多人一样 都是为了那颗破镜丹而来 尤其是在发现 你已经突破出窍气候 心情更急切了 同情接下 凭借着沈潇天书 哪怕你真是什么圣人转世 他也有信心压制 如此一想 沈潇雪的心境越发平和 下一件拍品 是一位四品大单师的单道心得 此时 台上的美女拍卖师端起了一卷博书 虽然这只是残卷 但一品单师的心得 对单师也是价值连城啊 除此之外 上面还记载了四十几种单方 此单方起拍价五百元金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百元 一千元金 第一个报价的竟然是你 他知道 顾难以未来是要走单师之路的 准备拿下这件拍品 整个大盐王朝 四品以上的单师都屈之可数 要不是这残卷实在太惨了点 根本不可能流落到这样的小拍卖场 一千二百元金 很快便有单师与他竞价 每个单师都是妖长万贯的富豪 这卷博书一直被拍到了三千元金 对此 你眼都不眨 又往上加了一千 终于安静了 四千元金 这几乎是沈家这样的大家族 数年的竞效 沈小雪秀眉狂跳 几乎再次破功 四千元金 恭贺苏公子了 台上七抛美女拍卖师 也忍不住的朝着你抛去了一个魅影 以前怎么不知道这是大金主啊 而那卷博书 也是当场被送到了你手里 男一你先拿去看吧 你拿到单方 只是瞥了眼 便给了顾南一钉 检测到宿主成功 赠予顾南一 四品炼丹师李苏星的单道 心得残片 触发十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李苏星的单道心得 你惊了 残片跟完整版的价值 竟然相差十万呗 之后 你又拍下了一些单要服 转都交给顾南一收着 可惜手机不太好 都只触发了 十倍返还 等到最后 压轴的破镜单 报价一路狂飙 直接被叫到了八千元金 一万五千元金 等到沈潇雪爆出这个价格 拍卖场内终于安静了 众人纷纷以不敢置信的目光 望着这个红衣美人 北山城附近 什么时候多雷出矿山吗 怎么一个个的都那么有钱 看来这颗破镜单 要归沈小姐了 七旁美女拍卖师 朝着沈潇雪 投去了一个 只有两人意会的眼神 这几个月 沈潇雪经常会隐藏身份 找到她来 卖一些从连仓山脉深处 猎杀到的妖兽材料 而且世人都不知道 沈潇雪除了修炼天赋过人 她还是一名八品的炼技师 刚刚拍卖的一柄黄极四品灵器 便是她的作品 七旁美女拍卖师估计 沈潇雪的身价 至少也有三万元金了 五万元金 然而就在她准备宣布 这没破镜单归属的时候 耳中 却是听到了一个 更不可思议的数字 什么苏公子 我没听错吗 铃叹叹叹是说五万元金吗 七旁美女拍卖师望向你 结结巴巴的问道 是的 你没听错 这几个月 你是一直有在存钱的 时不时的 就会得雇难一些银票元金 现在系统空间内 你的身家 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元金 七旁美女拍卖师 激动到浑身颤抖 沈潇雪却是眼前一黑 苏炎又是你 系统的提示声在耳边响起 沈潇雪紧咬背驰 此时 她对于你的怨气 已经逼近了九十九 如果超过一百 任务便会失败 沈潇雪竭尽全力 才维持住了最后一次清醒 无论如何 她都要看到 你前世的记忆 弄清楚这一切的原因 当夜沈潇 沈潇雪的香归 闺女你怎么回事 怎要喝那么多酒 快别再喝了 沈母一进屋子 就闻到了刺鼻的酒气 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一幕 就见闺房内酒坛 已经堆成了山 而就在她意识消失的一刻 系统的提示声 却是恰巧在此时 悠悠响起 兵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 奖励发放中雪 出现在沈潇雪眼中的 是茫茫无际的大雪 放眼望去 千里山脉看不到 一丝除了白以外的颜色 这是拿沈潇雪茫然 刺骨在她的记忆中 连山巨从没下过这样大的雪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苏眼沈潇雪一惊 她看到了你 此刻 你正蹒跚地走在山路上 看得出 这里恶劣的环境 对舞者也有很大影响 她走得非常艰难 沈潇雪的视线 一直默默跟随着她 终于 在这片雪白的世界中 看到了第二个人 那是一个高大的白衣男子 即使沈潇雪此时没有尸体 却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此人的强大 光是站着 都像是平地拔起了一座雪山 超越了沈潇雪至今所见的 任何强者 千倍万倍 这恐怕是一尊顶尖境界的舞王 沈潇雪心中震惊地想道 你来寻我有何事 舞王望着苏眼问道 小侄的妻子在赌王劫时 遭到五位舞王追杀 命悬一现 小侄斗胆求前辈出手一次 往后定不敢再来叨扰 苏眼朝着男子 深深一一恭敬地说道 你祖上有恩于我没错 但你确定要这么用调 白衣舞王望着你 提醒吧 本来你可以用这份人情 让我帮你进入沧山木雪楼啊 刚刚沈潇雪还在猜测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下终于真相大白了 原来是北将军 北将军位于大盐王朝的最北 常年大雪 圣地沧山木雪楼便是在北将军 同时 他也不由地惊讶于你前世的机缘 你竟然还有进入四品圣地的机会 四品圣地门内必须有一尊圣人 偌大的大盐王朝四品圣地也不过三个 对于沈家这样 天居北山城的小家族而言 就是远在天边 遥不可及的存在 前辈那是我的劫发妻子 见死不救 我做不到 你摇头既然逆绝 那我也不劝你了 白衣舞王说完 当即便是抓起你 施展神通 远渡山河而去 沈潇雪发现 在这里他的视角始终跟着你 这让他愈发的确定 他现在身处的 应该就是你前世的记忆中 此时的他不由地好奇 你前世的妻子是谁 竟然能让他放弃 进入四品圣地的机会 既然是前世 那自然不可能是自己 难道是那个前世的小起 第八章 听见新生 山河飞渡 一晃眼 他们已经从大雪纷飞的北江 回到了连山郡 此时 连仓山脉的最高峰 硬生生地被削掉了半截 便见五名气息通天 被一片模糊光影笼罩 看不清面容的强者 正在围攻一女子 那女子 一袭红衣 双手搁握着一把血色刀轮 全身浴血 不减轻视容颜 那是我 沈潇雪大害 下一刻 所有的画面 全都在眼前消失 沈潇雪悠悠醒来 发现 自己正躺在闺房的地上 她恍惚了一下 立刻打开了系统面板 看到任务完成的提示 焦躯矩阵 确认了 刚刚那一切 都不是梦 可是 她却更加茫然 苏妍 宁愿放弃进入四品圣地 也要救的妻子 竟然是我吗 可是 为什么 那明明是前世啊 沈潇雪本来以为 在观看前世的记忆后 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结果却是换来 这样更大的一团 系统 为什么结束了 我要看更多的 沈潇雪立刻追问系统 本次的内容到此为止 若宿主想获得 更多苏妍前世的记忆碎片 需要完成后续任务 沈潇雪 另一边 苏妍跟顾南一 回到城主府之后 也是立刻将破镜单 拿到顾南一那里刷了一下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一枚破镜单 无相魔君板 触发百倍返还 你获得了一百颗破镜单 无相魔君板 奇怪啊 为什么这个破镜单 会有标注炼丹师的名字 苏妍立刻发现了 不对劲之处 无相魔君 苏妍南南 她知道 这是无相天宫崇拜的一位魔帝 苏妍也怀疑 这丹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想到 上一世 沈潇雪吃了也没事 还是吃了 不过 谨慎起见 她也是先找了灵兽尝试 然后是自己亲自施药 最后才让南一扶下 顾南一只用了一颗 便破镜入了悬浮 她自己 则是用了八颗 才成功破镜到了 五宗第二镜纯阳 正所谓 一朝梦醒入纯阳 从此方知我是我 纯阳镜的舞者 周身气脉 学窍竞术贯通 精气神三宝 融为一体 放在上古时期 就是人间半仙 而在五道繁盛的当下 纯阳镜前后的舞者 更是两种生物 除了直接的实力差距 假界外物的方式也大不同 都是几千万年前的古早舞者 绝对想不到的 比如 纯阳镜后 就有肉体 能与妖兽结合的兽舞者 与神兵结合的气舞者 与武林结合的灵舞者 这还只是始源世界的玩法 据说 在从始源世界延伸出来的 其他大世界中 还有其他的玩法 进入纯阳镜后 其他舞者 都需要寻找气和的灵兽 神兵 但苏言有 顾南一这个宝藏女孩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女 顾南一黄洁五品 神兵白银轮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地阶九品 神兵免封轮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女 顾南一黄街 六品神兵黑鱼剑 触发千倍返还 你获得了玄街一品 神兵血域石压剑 城外 一艘通体银白 镶嵌着几条巨龙浮雕的楼船 就停靠在北山城的城门外 这是苏北山的座驾 是王朝赐下的 大言王朝 每座城寨 都有这么一艘 今天 就是北山城年轻天骄们启程 前往参加圣地考核的日子 因为地处偏远 所以北山城的出发时间 要比其他连山郡的 其余蜀城都早许多 苏妍也是携着顾南一 在约定时间前到了 沈小雪比他们早一步 她身穿一袭红色锦绣长裙 精致的金线刺绣流转期间 细腻而华丽 长裙贴合着她的曼妙郊躯 勾勒出绝美的曲线 裙摆上的凤凰图案 展翅玉飞 回眸望来时 是一种超越尘世的经验 沈小雪见到苏妍和顾南一 不由自主地转开了视线 翘脸上也浮现着一抹不自然 对此 苏妍并没有察觉 现在的她 自然不会去关注沈小雪的情绪如何 反倒是她身边的顾南一 却是一棱 就在她耳边 突兀地响起了一道女声 那分明是沈小雪的声音 她究竟是不是回想起了前世的记忆呢 若是 为何前世时 她愿为我放弃 加入四品圣地的机会 今生却为末路人 要去与一个小乞丐为伍 若不是 她身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又是从何而起 顾南一愣住了 顿时 眼神暗暗地瞥向了沈小雪 然而 沈小雪明明闭着嘴 那声音却仍在她耳边响着 素来心静如水的顾南一 这一下也惊了 她居然听到了沈小雪的心声 有一瞬间 顾南一也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但当她发现 沈小雪的目光 时不时地朝着苏妍望去时 却又动摇了 此时的她 昨天给她的那颗破镜丹尔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山城的城门外 也是逐渐地围起来大片的舞者 沈小姐 加油啊 沈小姐 你定是今年的五状元 在北山城 沈小雪的人气是空前绝后的 极美貌与实力于一身 自然能收获无数崇拜 更何况 北山城已经有百年无缘圣地考核的第一了 以沈小雪展现出的实力 众人都觉得 她今年很有希望 圣地考核的五状元 这可不仅仅是名声 对于背后的承寨 更代表着海量的利益 听见众舞者的欢呼声 沈小雪只是笑了笑 对这一切 她早已习惯 她望了前方的苏妍 跟顾南一眼 登上了楼船 苏妍与顾南一 也在她之后 上了楼船 苏妍环视了一眼楼船 此船出自大阳王朝的都造司 跟北山城的土包子气息 截然不同 半个时辰后 龙门榜上 有资格参加圣地考核的 全部到齐了 呜呜 三只巨大的六翼驼兽 扇动翅膀 巨大的风压 带着楼船升空 当之日 帝君之城的大日 临近中天 光芒斜照在 连山郡的群山之间 一艘庞大的飞行楼船 缓缓升起 破风而行 第一次离开 北山城的少年少女们 面露期待 纷纷地平来远眺 楼船行进速度很快 三头黄街一品的驼兽 兼具力量与轻盈 立在甲板上 可以目睹四周 连绵起伏的群山 清脆的森林 狂风吹面 带来阵阵寒气 似乎能嗅到 连山郡独有的荒谷气息 一天后 北山城的楼船 降落在了 连山郡最为繁华的郡城 苏妍等人走下楼船 纷纷地转头四股 放眼望去 一座座耸入云端的宫殿 这便是连山郡的风格了 要说是大气 远古吗 在连山郡 郡城跟城寨 最大的区别 就是建筑的大小 而此次圣地考核的所在 就在那座最大的建筑里 连山郡舞厂 抬头 仰望着那远处 通体黑色巨石雕刻而成 独一无二 投下巨大阴影的恐怖巨垫 很多人都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这就是 号称每块砖头 都染满鲜血的连山郡舞厂 苏妍只是扫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上一世 来过很多次了 见证了沈潇雪的辉煌战绩 哦 对了 一百年后 这里会在沈潇雪 与一位武王的大战中 被打成废墟 此时 当北山城的众人 走进黑色大殿时 那里已经有很多 其他城寨的人来此踩点了 见到一大群人进来 纷纷投来视线 这又是哪里来的村夫呀 居然还有那么多开迈进的 里面有我认识的人 好像是北山城的 原来是那几个 年年垫底的城邦 难怪 你们看 那个红衣女人好美啊 除了沈潇雪的容貌 引起了一片巨大的议论 北山城的众人 并没有吸引太多关注 连山郡的鄙视链 一直都是从郡城 再到落幕 兵玉 狂兽等几个超强城邦 至于北山城这样的 一直都是鄙视链的底层 难一 不要有压力 我们的目标 只是一个九品圣地而已 苏妍对着顾难一说道 其实 以苏妍现在纯阳镜的实力 哪怕是郡城的那几个天骄 她都感觉圣之不武 只是 她还是喜欢狗着 舞台就留给沈潇雪好了 另一边 沈潇雪的面前 站立着一个 黑衣配件打扮的高大青年 沈潇姐 我就是欧阳折峰 家父连山俊俊首 伯父前两日 曾提起你我的婚事 欧阳折峰望着沈潇雪 眼眸深处 情不自禁地闪过一抹痴迷 曾经父亲告诉她 来提亲的是一个 偏僻乡下小家族的女儿时 她曾十分地不以为意 但现在见到本人 心态却是瞬间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哪怕是在八品圣地九幽喜剑池 她也从未见过 这么美的女人 不仅仅是容貌 还有周深的那种气质 那就是鹤立鸡群欧阳公子 沈家是我做主 所以 我父亲向你提亲 什么也不算 沈潇雪皱眉 任凭父母将这个欧阳 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 在她眼里 也配不上自己 退一步说 连苏妍都比不上 苏妍可是有机会 加入四品圣地的 看着沈潇雪转身离去 欧阳神色一僵 在这连山郡的地界上 她还是第一次遭到这等冷遇 那个便是她前夫 欧阳折峰 顺着沈潇雪刚刚的目光所向望去 当即便是看到了苏妍 顿时笑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第二天 随着三十座城寨的舞者全数到场 五年一次的圣地考核 也正式开始了 第二天 黑色大殿内 被摆下了三十座擂台 圣地考核的规则 是守类制 任何一个龙门榜上的舞者 只要能成功守类三轮 便是能跃龙门 虽然看似有空子钻 但是在五大圣地的眼皮子底下 也是没谁有胆子找脱的 在连山郡守迎接下 一行人走近 为首的是一男一女两个黑衣配件舞者 第九章 因为他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这两个黑袍人 男子独臂 女子独眼 都是来自八品圣地 九幽喜剑池的长老 他们身后的一行人 则是分别来自几个九品圣地 欧阳舌风 你怎么也来了 你是我内定的清传弟子 考核与你无关的 九幽喜剑池的独臂长老 看到迎过来的欧阳舌风 感觉非常意外 对于欧阳舌风 他在五年前就看中了 那时的欧阳舌风 还只是纯阳镜 只是当时的欧阳舌风 和郡守兴气都比较高 想要加入四品圣地山河一气盟 在山河一气盟那里 浪费了五年时间 始终没有符合四品圣地的门槛 这才回到了连山郡 不过 四品圣地不要的人 放在连山郡 却依旧是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 不出意外 百年之后 就是五尊 是一个八品圣地的顶尖战力 这样的人 自然不需要和那些小孩子一样 参加考核 呵呵 我而是为美人而来吧 一边 郡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指了指沈潇雪的方向 爹 有机会的话 孩儿今天也想与龙门榜上的天骄切磋一下 欧阳舌风笑了笑 目光却是望向了那边的苏妍 而与此同时 沈潇雪那边 也是突然之间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之声 丁 系统提示 请宿主在圣地大笔中 引起苏妍的注意 是苏妍对宿主的经验程度 给予奖励 沈潇雪 怎么又是这种任务 她现在对于这个系统的存在 可谓是又爱又恨 虽然 对于她总是要把自己跟苏妍扯在一起 非常的厌恶 但不得不说 有些奖励是真的香 但话又说回来 看着吃不着有什么用呢 就像驴子面前 飞在天上的胡萝卜 沈潇雪自然不会把自己比作驴 但第一时间想到的 确实是这个 就像现在这个任务 若是以往 沈潇雪自然对自己 能引起苏妍的注意 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现在 真不好说 她望向苏妍的方向 苏妍此时 正跟顾南姨俩个 一人拿着一串糖葫芦 闲庭信步地穿梭在各个擂台之间 那样子 说他们是来参加圣地考核的 反倒是更像来看杂耍的 沈潇雪收回目光 压下了心中种种纷乱的情绪 迈开狱卒 朝着第一座擂台走去 快看 是姐姐 姐姐上台了 沈潇雪的登台 瞬间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便连几大圣地的长老 都向着她这里投来的视线 什么 姐姐要挑战的目标 排名第二的高手啊 哼哼 想下来的村姑 不知天高地厚 有极度沈潇雪美貌的大成世家女 冷笑道 此女 太拖大了 便是久悠喜剑持的独臂长老 也摇了摇头 你确定要找死 那个沈潇 似乎是个面瘫 即使是面对沈潇雪 脸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怜香惜玉 身上 属于武宗的恐怖威压 骇然爆发 但是沈潇雪 好似丝毫未受影响 相比起在北山城时 苏妍的那道目光给予她的压力 此时的沈潇就像是猫与老虎的差距 请止叫 沈潇雪玉手旋转 展现七剑 燕红的丽影如一道惊鸿 切断了时间 快 太快了 沈潇雪所修炼的天书 本就以速度渐长 同样是展现七剑的第一势 在她手中 那速度是在她弟弟手中的五十倍 只有几大圣地的长老 以及苏妍等寥寥几人能够看清 察觉到不妙的沈潇 还来不及反应 脖子上就被顶上了剑尖 展现七剑落红尘 在她的手中 以悬浮镜反杀开敲镜 仅仅只用了一招 一瞬间的落真可闻过后 整座黑色大殿瞬间沸腾了 便是久悠喜剑持的独臂长老 以及其他几个圣地的长老 也全都呆若目击 刚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独臂长老瞬间目光大亮 没想到 这一代的连山骏 真是人才被出呀 独臂长老那张严肃的石头脸上 也经不住地展开了一丝笑容 若不考虑境界 沈潇雪所展现出来的潜力 甚至还要远远超过欧阳舌风 周围 其他几个圣地的长老 纷纷地投来了充满酸气的目光 他们都知道 这样的天才如果没有意外 肯定又是被久悠喜剑持收入囊中了 作为连山骏 唯一的一个八品圣地 其他几个圣地 历年来都只能捡他们挑剩下的 这一幕 也跟上一世时没什么不同吗 苏妍也是朝着沈潇雪的方向多瞥了一眼 但也仅仅是一眼 他记得 上一世的时候 沈潇雪也是选择挑战的陈江 也是一样的寄精四座 只不过 上一世时 苏妍会为了沈潇雪的成就 而激动兴奋 甚至超越她本人此时此刻 再见到同样的场景 她心中却是一片古井无波 而沈潇雪此时 也是紧张地朝着苏妍望去 刚好看到苏妍收回目光 不由得心中一沉 不知为何 此时此刻 除了无法完成任务的懊恼 她的心中 还有着一种 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滋味 丁 系统提示 宿主成功地 让苏妍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奖励一颗破镜单 沈潇雪 这边 相比起苏妍 反而是顾南一 更注意沈潇雪 她虽然时不时地 能听到沈潇雪的心声 但并不能听见 系统的声音 顾南一只知道 这个沈潇雪 非常非常地在意苏妍 南一 我们也找一座擂台上去吧 苏妍看到有一座擂台 空了出来 当即便是走了上去 等我下来你再上 很快 便是有一个出生落幕成的女子 准备挑战她 不好意思 能不能让我先来 正在此时 女子却是突然地感到 有一只宽厚的手掌 拍了拍她的香肩 女子回头 正要发飙 下一刻脸 却是立刻红了 哦 杨公子 欧阳舌峰 一直有意无意地 关注着苏妍 眼见的苏妍 终于上了擂台 自然不愿意放过 若是晚一步 这个苏妍 说不定就被人刷下去了 欧阳舌峰 作为郡城龙门榜的榜首 这一栋顿时全场瞩目 欧阳舌峰望向苏妍 诗诗然地笑道 我今天 并非要视强凌弱 只是 听说你在乡下 让沈潇雪受了莫大的羞辱 作为即将与她订婚的未婚夫 今日 只是想替她讨个公道 这样吧 我只用一只手 只要你能接下三招 我便既往不救 不仅如此 还可以引荐你进入八品圣地九优喜剑池 你可敢试试 欧阳舌峰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纷纷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沈潇雪 除了北山城来的 能猜到一些 其他人都是一片茫然 只听出 沈潇雪似乎要与欧阳舌峰联姻 果然 沈潇雪的眼中 却是一片寒意 此时的欧阳舌峰 肯定不知道 她为家族招来了怎样的灭顶之灾 激怒一位女帝 欧阳家恐怕要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历史了 苏妍也很生气 她只是想安静苟着 混进木华宫而已 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会晤 她记得 上一世是没这好人的 我可以不用手 苏妍淡淡地说道 你说什么 欧阳舌峰愕然 我说啊 你这样的 我都不需要用手 华 她此言一出 黑色大殿内 瞬间响起了一片哄堂大笑 不笑的 可能就只有顾南一 北山城主 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傻儿子 欧阳舌峰也是失笑摇头 之前她就调查过苏妍 得知她抛弃沈潇雪这样的美人 去追求一个乞丐的时候 就在想 这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今天终于肯定了 沈潇雪也是秀眉微挑 虽然 她知道 苏妍已经是纯阳镜 但 欧阳舌峰那可是神通镜 苏妍如此拖大 似乎是有点膨胀了 怎么 难道我不用手还不够 那我把眼睛也闭上吧 苏妍话音落下 她竟然真的闭上了眼睛 你说什么 虽然 欧阳舌峰已经告诉自己 眼前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 这一刻 也彻底被激怒了 是我错了 你这样的疯子 就不该给你脸 哄 欧阳舌峰的手中 赫然出现了一把 雕刻骷髅的血色长剑 玄阶九品灵气 断天血炉 害人的是 随着她的手握住刀柄 欧阳舌峰的右半边身体 竟也随之被一片浓郁血物所覆盖 这是 灵气化 黑色巨殿内 众人进阶骇人 灵气化 兽化 都是武者在纯阳镜以后才能有的能力 如果有强大的灵气 或者灵兽辅助 可以直接让舞者的战力翻好几倍 只是 此时此刻 欧阳舌峰用灵气化 对付一个乡下舞者 这是不是太过杀鸡用牛刀了 沈潇雪朝着顾南一的方向望了一眼 发现她面纱下的一双美眸中 也是多了一份担忧 沈潇雪同样不能理解苏妍 沈潇雪记得 苏妍以前也算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难道是跟这个小乞丐在一块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脑子也跟着变傻了 刷 这一瞬 顾南一猛地转头望来 那目光中 就好似翠着毒箭 竟然让沈潇雪的心脏 也不由自主地微微收缩了一下 奇怪 现在怎么连一个小乞丐的气势 都能吓到她了 沈潇雪大怒 正要还以颜色 台上的欧阳舌峰却已经动手了 哄 欧阳舌峰 整个人化作一道恐怖的血影 以可怕的速度冲向了苏妍 一箭两箭三箭四箭五箭 血潮滚滚 这一刻 被激怒的欧阳舌峰 好像消失了 整个人都融入了绵绵不断的剑光中 轰轰轰轰轰轰轰 剑光落出 坚硬的擂台地面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众人几乎已经看不到苏妍的身影 不好 这样下去 恐怕会出人命 慕华公 一个大圆眼睛 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的美妇女长老 秀眉紧促地说道 不 那个乡下出来的小子很邪门 旁边 另一个掉烧眼的女长老 却是摇了摇头 仿佛为了印证她的话一般 随着众人渐渐适应了欧阳舌峰初见的速度 他们便是难以置信地发现了 看不到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苏妍整个人被笼罩在一片阴影中 像影子一样传行在密集的剑光中 灵气化 她也传阳镜了 久悠喜剑持的独臂长老不敢置信地说道 笼罩在苏妍身上的那一片阴影 分明也是灵气化的表现 还有她的身法好快 慕华公掉烧眼的女长老同样满脸震惊 此时 苏妍所用的正是地阶九品身法 竹风以北 从顾南一那里刷出来的那本 尽管欧阳舌峰要比她高一个境界 但在地阶身法的加持下 速度却慢了一大截刷刷刷 伴随着一阵细不可闻的破风声响 从苏妍的袍袖中 突兀地飞出了数把 生着一对压抑的飞剑 黑色的宫殿内 突然之间就传开了 欧阳舌峰那凄厉的惨叫声 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四肢关节处 全都无声无息地 多出了一条血线 惨叫一声 倒在了一片血泊中 反而 见到爱子重伤 郡守周身 顿时爆发出五尊境界的恐怖威压 但在周围众圣地长老 有意无意的目光下 还是咬着牙 强行把怒火压了回去 而此时 众多圣地长老心中也是震惊不已 以纯阳镜逆杀神通镜 这却是比沈潇雪 刚刚那悬浮 逆杀开窍镜更加震撼得多 他们全部都是过来人 自然清楚 纯阳镜与之神通镜的差距 比开窍镜和悬浮镜的大得多 这一下 他们看向久悠喜剑池的 那个独臂长老时 其目光更是酸出了天境 他们的 全都是他们的 跟我们没关系 木华公 吊烧眼的女长老叹了口气 目光当即便是 从苏妍身上移开 看向其他的擂台 这些个天才再怎么惊艳 终究都不是他们的 还是多牢牢属于 他们木华公的仆玉吧 咦 那个小姑娘好像不错 紧接着 吊烧眼女子 立刻就注意到了 同座擂台上那个蒙面的女孩 正是顾南依 顾南依在登上擂台之后 很快便有几个舞者 看她是乡下来的村姑 想要捡漏 但几个悬浮镜的舞者 在她的手下 确实都没有能坚持过一招 而顾南依记着苏妍对她的吩咐 也是并不想引起太多的注意 连胜三场后 当即便是下了擂台 不过 圣帝来的长老 无不都是五尊敬见 自然将一切看在眼里 第十章 第二次的记忆碎片四千字 连胜三场的 全都会被记录下来 而像苏妍这样 展现出完全碾压同代实力 其实连过场都不用走 直接会被几个圣地抢着招揽 小友 我们春秋千岁宫愿意提供 一卷玄接五品的修行功法 一头玄接九品灵兽 一件玄接九品兵器 每月一百枚地缘丹 十枚洗水丹 小家子妾 我们天火山庄 在他们的基础上加倍 我们千丝店也可以加倍 还可以将掌门之女许配给你 苏妍刚一走下擂台 原本端着架子 爱惜羽毛 装枪做事的一群圣地长老 顿时就完全换了一种风格 就好像 看到亲儿子一样 一股脑都围了上去 这当中 也包括慕华公的那个圆脸女长老 他也想为慕华公争取一下 但是 听到其他几个圣地的报价 他立刻就怂了 他们慕华公 自从掌门探索禁区 九九未归后 就在不断衰落 别说去跟八品圣地九优喜剑持比 比起其他三个九品圣地 也有了一些差距 我们慕华公 也可以提供一部玄阶五品的修行功法 每月一百颗地缘丹 十枚洗水 你如果对练丹有兴趣 我可以倾囊享受 女长老的声音很小 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 我们春秋千岁宫 还可以提供 每月三千元金 呵呵 我们天火山庄 每月给六千 我们千丝殿 保证在你突破五宗境界后 助你捕捉一头 玄阶三品以上的零售 此时 几个圣地还在不断加码 但是下一瞬间 他们所有的声音 骤然之间 被一道冷肃的声音打断 加入九幽喜剑池 你将成为一位准王的清传弟子 九幽喜剑池的独臂长老 此言一出 顿时万籁俱计 几个九品圣地的长老 这一刻 仿佛都变成了雕塑 准王 指的是 五尊境界第三境 华盖境的五尊 评价一个圣地的品阶 有很多维度 但最重要的一条 还是圣地中最强者的实力 使缘世界大多数时候 还是弱肉强食的 没有绝对的实力 资源再多也守不住 九品圣地 至少要有一位小藏境五尊坐镇 八品圣地 至少要有一位大藏境五尊坐镇 七品圣地 则是至少要有一位 华盖境五尊坐镇 若是时 真如独臂长老所言 九幽喜剑池 便是将在不久的将来 从八品圣地 进阶七品圣地 回过神来 春秋千岁宫 天火山庄 千丝殿的几位长老 也是彻底吸了 招揽苏盐的念头 面对八品圣地 他们还可以争一争 但面对一个未来的七品圣地 根本连争的资格都没有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独臂长老望着苏盐 等待着他答应 他对苏盐会答应 没有丝毫的怀疑 然而 众目睽睽之下 苏盐却是过去拉起了 刚刚比完三场的顾南一 然后 直接绕开了 九幽喜剑池的独臂长老 朝着后面 沐华公的那个 圆脸长老走去 前辈 你 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 沐华公的大圆脸长老 有些结巴地问道 下意识地 用手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当然 我们是认真的 苏盐笑了笑 那笑容中 似乎蕴藏了太多太多东西 竟是让圆脸长老看得愣住了 眼前圆脸女长老的这张脸 在苏盐的眼中 熟悉又陌生 沐华公的林婉月长老 上一世时 他在圣地考核中 表现平平无奇 就是被林婉月收下的 沈潇雪则是进入了九幽喜剑池 但是在苏盐的记忆中 林婉月师父 一直是一副满头白发的样子 乍然之间 见到他年轻时的脸 竟然还有点陌生 林婉月只是一个小藏镜五尊 六品炼丹师 不论是实力还是丹道 他都平平无奇 但他可以算前世 苏盐除了苏北山外 为数不多的亲人 在与沈潇雪五百年的纠缠中 每次苏盐累到心灰意冷的时候 都会回到慕华公 陪着林婉月喝茶下棋 炼丹重要 舔是伤口 如果说 没有这么一个避风港 苏盐可能撑不了五百年 即使重来一世 苏盐也还记得 那一天 已经年老体衰 满头白发的林婉月 却敢站在已经是亚盛的 沈潇雪面前 对她说道 虽然苏盐的父母都不在了 但还有我这个师父 就算没有你 苏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 师父 上一世 因为所托非人 让你操了太多的心 这一世 我已经找到了对的人 再不会重复上辈子的悲剧了 苏盐抓着顾南一的手 在心中默默说道 但是不知道这些的旁人 自然都以为 苏盐是疯了 几个圣地的长老 都连连摇头 甚至连林婉月自己 还有慕华公的那个 吊烧眼女长老林武华 都是如在梦中 不远处 沈潇雪同样不可思议地望着苏盐 忽然觉得 过去接近二十年 认识的那个苏盐 好像是假的 她现在 真的不知道 苏盐的脑子是怎么转的 真的不可理喻 然而 就在此时 熟悉的系统提示声 却是再度响起 丁 系统提示 请宿主跟苏盐 加入同一个圣地 奖励苏盐前世的记忆碎片 沈潇雪 小子 你最好再好好想想 别脑子一热 后悔一辈子 独臂长老脸色难看 苏盐的选择 就像当众杀了他们 九幽喜剑池一巴掌 我这辈子 只会为了一件事后悔 除此以外 再不会后悔第二次 苏盐淡淡地说道 不知好歹 一直沉默不语的 那个九幽喜剑池的 独眼女长老 第一次开口 她的声音 却是要比独臂长老 更加的森冷几分 她的目光 转向了不远处的 沈潇雪 评断道 将来 这个女子 她的成就将 远远地在你之上 这个世界 任何时候 都是选择比天赋更重要 话落 她瞅着沈潇雪招了招手 你可愿意加入 九幽喜剑池 独臂长老 也望向沈潇雪 在他们的评价中 沈潇雪虽然境界略低 但是潜力 却是不弱于苏妍的 然而 万众瞩目中 沈潇雪却是一脸冷漠 一言不发 这一幕 不由得让九幽喜剑池的 那个独眼女长老 眉头大皱 而下一刻 沈潇雪口中吐出的三个字 就真的是晴天霹雳了 我拒绝 什么 九幽喜剑池的两个长老 这一刻的表情 已不仅仅是精彩了 沈潇雪深吸了一口气 胸脯起伏 看得出来 也是很不平静 她妄想同样错愕不已的林婉月 我也想加入木华宫 谁都想不到 谁都不理解 在苏妍之后 沈潇雪也选择加入一个 垫底的九品圣地 这其中也包括 苏妍因为在前世时 沈潇雪分明是选九幽喜剑池的 她重生的蝴蝶效应 真有那么大 以至于影响到了女帝的选择 苏妍摇了摇头 沈潇雪想干什么 她懒得管 只要别影响到她跟顾南依就行 所有人中 也只有顾南依明确知道 沈潇雪就是冲着苏妍来的 九幽喜剑池的那个独眼女长老 当场被气到吐血 另一个也好不了多少 而木华宫的林婉月 跟吊烧眼女长老 自然是欣喜若狂 真心地觉得 天上不会吊馅饼之类的谚语 该改一改了 在前往圣地之前 苏妍等人 先是回到了北山城 跟家人做一个道别 沈家 沈潇雪的闺房呢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现在是否使用记忆碎片 沈潇雪只披着一件青纱 躺在床上 冷漠地看着这一条系统提示 就为了这个 她加入了一个 全王朝垫底的九品圣地 深吸了一口气 沈潇雪还是选择了使用 随着意识一阵恍惚 眼前熟悉的闺房消失 出现在一座荒山的上空 没错 就是荒山 沈潇雪向下望去 整座山上 除了一座粗糙的石屋 什么都没有 连飞鸟走兽都很少 更不要说人烟 就在这时 沈潇雪若有所绝斑 望向天空 远处 正有一道人影向这里飞来 很快 她便是看清了 那竟然是林婉月 只是看上去 要比现在老了一些 林婉月落在石屋前 望着紧闭的门飞 轻声叹息 她在夜色中尽力了片刻 在门前放下了一个竹篮 便欲转身离开 但就在这时 石屋里的人 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紧闭的门飞 竟然就在此时 被从内打开 师父 一道呼唤声 从屋内传来 是苏妍 沈潇雪打量着苏妍 此时的她明显比上一段记忆碎片中的样子 更老了 一头黑发 已经有大半变成了白色 不修蝙蝠的样子 完全看不出年轻时 北山城那个翩翩美少年的模样 沈潇雪忍不住地皱了皱柳眉 师父来了 怎么无声无息的 苏妍带着林婉月进屋 沈潇雪的意识也跟了进去 这里像是一间炼丹房 陈列非常的单调 除了一个丹炉 就是乱七八糟 撒了一地的各种丹方 连一张床都没有 你说不炼制出破障单不出关的 为师不敢打扰你啊 林婉月苦笑地说道 破障单 我已经炼出来了 提到破障单 苏妍那双疲倦的双眼之中 很明显地多出了一抹神采 她从乾坤戒中 取出了一个玉瓶 向着林婉月高兴地说道 有了这破障单 萧雪便能顺利地突破心脏 突破到亚胜境界了 她 是在为我炼制破障单 这一刻 沈萧雪的瞳孔 不由地剧烈地震动 她听说过 从五王境界突破到亚胜境界 需要经历九十九重心脏 可以说 几乎所有的五王都会被困在这一步 终其一生 无法迈过那道门槛 能靠自身冲破九十九重心脏的 万中无一而破障单 就是一种 帮助突破心脏的单要 但是这种单要 虽然有单方流传 但据传 世上已经没有炼单师能够炼制了 而上一世时 苏妍竟然真的为她炼制出了破障单 就算沈萧雪不懂炼单 也知道这过程 肯定是千难万难 然而 当知道弟子成功 林婉月的脸上却没有多少喜色 反而是一种难言的复杂 数个呼吸的沉默后 她才叹息一声 艰难地开口 我这次来 其实是想告诉你 沈萧雪她 已经在三天前 靠自己突破了九十九重心脏 成就亚胜了 砰 装着单要的玉瓶掉在地上 苏妍神色正正 仿佛在这一刻变成了雕塑 徒儿 为了这颗破障单 你耗费了十年 事已至此 你该重新开始修行了 再不突破五尊镜 你的寿缘不多了呀 沈家 沈萧雪的闺房内 白皙的脚趾微微一动 沈萧雪悠悠醒来 这段记忆碎片 便是在林婉月最后的那番话中结束了 沈萧雪却是呆呆地在床上做了伴赏 方才回神 为了给她炼破障单 苏妍竟然浪费了十年 然而到了最后 十年心血还是没有用上 那是一种怎样的失落 还有绝望 与此同时 城主府内 苏妍给了顾南医很多的破镜单 还有完美品质的地缘单 有着这些单要 再加上天阶三品功法 大荒洞天经 顾南医一路到神通镜 都不会有任何瓶颈 至于神通镜 就不是光靠破镜单就能突破的了 需要进入到天魔镜区当中 收集凝聚神通碎片 这也是舞者为何要加入圣地的原因 圣地手中 往往掌握着一个 或者几个天魔镜区的路径 若是散修舞者 没有经验传承四路镜区 那就是实死无生 当然 像是欧阳蛇峰这样 有个五尊老爹的 自然是例外 顾南医又接受过苏妍几次传宫 这个时候 修为已经是悬浮静圆满 回到自己的那个小别院后 当即便是又服用下了一颗破镜单 突破到了开窍镜 只是 苏妍跟顾南医都没有在意到 顾南医此时服用下的破镜单 依旧是那个魔镜版的 苏妍本身服用这种破镜单 并没有任何异常 而顾南医虽然说 忽然就能听到沈潇雪的心声 却也没把她跟特殊的破镜单 她的意识就出现在一片荒山上 面前是一座门飞紧闭的房屋 正在她心中一片茫然时 就看到了林婉月从远处飞来 放下竹篮 门飞开启 露出来苏妍的身影 第十一章 沈潇雪最终的修为是 四千字 顾南医跟沈潇雪一样 默默地看完了全城 当她的意识回到现实 一时间也没了修炼的心情 她不知道这是梦 还是对未来的预言 沈潇雪会成为亚圣 苏妍会为了她呕心立雪 最终一无所获 其实顾南医过去 也不是没想过 把苏妍还给沈潇雪 因为她自己的身世 将来可能会给苏妍 带来很多麻烦 但如果梦中的那一幕 就是沈潇雪和苏妍的未来 那她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的 沈潇雪她不配那么好的人 苏妍 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顾南医刺了刺小虎牙 暗暗道 丁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顾南医对你的情感 从眼清新 到了朝朝暮暮 恭喜宿主 手气加一 恭喜宿主 最大返还倍数X10 苏妍看着突然跳出的系统提示 一脸猛 怎么回事 好感度怎么突然提升了 与此同时 顾南医那边 丁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 答题系统绑定中 顾南医的耳边 却是突然之间 想起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女生 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顾南医大海 这个声音 好像不是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她自己的脑海里 宿主无需紧张 系统 是另一个世界系里的一种辅助工具 随穿越者苏妍 来到这个始源世界系 可以帮助宿主与苏妍修成正果 你说苏妍是穿越者 什么意思 你的出现跟她有关 顾南医咒没问到 是的 宿主所在的始源世界 延伸出很多大世界 这些世界 又分支出很多小世界 它们都属于始源世界系 而苏妍 来自于独立于始源世界外的 另一个世界系 这便是穿越者 而我们这些系统 原本都是绑定在她身上的辅助工具 但是因为不知名原因 在这个世界系中 都无法启动 直到刚刚本系统发现 在你身上出现了 开启系统的前置条件 这么说 我岂不是相当于偷了苏妍的东西 顾南医文言 却不见高兴 宿主无需为此忧虑 系统无论在任何人身上启动 首先一条原则 都必须是有利于苏妍 不可危害到苏妍的 系统解释道 这样啊 顾南医眼中警惕之色 并不见减少 那你能做什么 顾名思义 本系统是答题系统 宿主可以通过回答问题 获得奖励 接下来 宿主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系统的声音落下后 顾南医的眼前 突然之间就浮现出一片的文字 问题 作为本世界气韵眷顾的天命女主 沈潇雪最终能达到的修行境界是 选项一 亚圣境 选项二 圣人境 选项三 选地境 选项四 五地境 回答正确 奖励地界一品神通碎片 逆履白居X10 回答错误 奖励五年修为 地界一品神通 顾南医惊了 神通碎片 因其珍惜 价值可是要远远超越 同级别灵气的 一块神通碎片 价值往往都是 同阶灵气的几十倍 甚至是几百倍 就算是二品圣地无相天宫里 那些亚圣长老 也很少有地界神通 而眼前 这个另一个世界系的辅助工具 竟然能送地界一品的神通碎片 不由的顾南医 也开始认真的审题 没想到 他还是受本世界天命眷顾之人 顾南医回忆起了刚刚的梦境 按照林婉月所说 沈潇雪那个时候已经突破到了亚圣境 既然他受天命眷顾 应该不会止步于此 应该是圣人境吧 更高 顾南医觉得可能性很小 始源世界并不乏被天命眷顾之人 但是 这里已经数百万年 没有诞生选地境界强者了 始源世界 虽说是这个世界系的源头 但天命已经衰减数千万年了 尤其是在五百万年前 最后一个选地境强者龙雀神飞 被当年从一个小世界走出的妖孽 堕天武帝斩杀后 更是一落千丈 就如 二品圣地无相天宫的老祖 当年何尝不是天命加身 从草根一路杀上来 一生未尝一败 最终却也止步圣人境 顾南医不相信 沈潇雪可以超过老祖 我选二 圣人境 顾南医最终道 很遗憾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 武帝境 宿主回答错误 获得了五年功力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此时此刻 顾南医却是根本顾不得骤然提升的修为 整个人都陷入到了巨大的震惊当中 我不信 他很快摇头 要让他相信这样颠覆的答案 他还是更相信 这个系统在胡扯 等到系统告诉他 本次答题结束 请宿主今后下次答题开启时 顾南医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系统 我准备把你的存在 告诉苏妍 有问题吗 一出箱后 顾南医终于停了下来 在心中问道 系统 任何一个系统的宿主 透露系统的存在 沈家 沈潇雪的闺房 此时 沈潇雪正坐在住案前 面无表情地坐着画 作为世家女子 从小被培养琴棋书画 沈潇雪的话迹 还是不错的 纸上 一男一女 栩栩如生 就见 画中的她 正坐在苏妍腿上 为她包葡萄 一种以你 透脂而出 只是画中的她 依旧是平素里 那一副清冷的表情 这与画中场景的那种气氛 实在是很不达 但这已经是沈潇雪 能做到的极限了 至于为什么要作画 主角还是她和苏妍 无她 日常任务罢了 为了日常任务 沈潇雪已经屡屡地打破底线 她觉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就在这时 那个系统却是突然之间 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噪声 警告 宿主的官配正气地位 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威胁 从今日开始 日常任务 奖励翻倍 兵 恭喜宿主 完成日常任务 描绘你与苏妍的婚后日常生活 奖励十枚地缘单 完美品质 沈潇雪 怎么回事 尽管她觉得 什么官配正气 就是无稽之谈 但系统之前 从没有发出过这种警告 而且还大方地 把日常任务的奖励 翻倍了苏妍那里发生了什么 她跟那个小乞丐结婚了 还是说 趁着夜色 做出了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虽然 十颗完美品质的地缘单入手 可沈潇雪的脸上 却毫无喜色 时间时间 苏妍和顾南一 陪着苏北山度过 沈潇雪 则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她的闺房 俨然成了沈家的禁区 便连她妈都不能踏进一步 十天后 慕华宫派出的巨大的凤尾鹤 降临北山城来接人了 连山巨内的天魔禁区 分别有五个 万王陵墓 二界无望山 九九连环洞 幽里火狱和天上药庐 这其中 八品圣地九幽喜剑池 掌控着万王陵墓 千丝殿和春秋千岁宫 共同掌控九九连环洞 天火山庄 掌控着幽里火狱 慕华宫掌控着天上药庐 慕华宫的所在 便是位于天上药庐的下方 但是抬头望去 那传说中的禁区 却是常年被云雾遮挡 此乃前代大神通者 有意为之 传说 一年之中 只有少数几日 才能目睹禁区一角 但是 禁区不是能随便看的 当你凝视深渊时 有时候也会引来深渊的目光 窥视禁区 即使身在禁区外 也会引来可怕的后果 苏妍站在一只巨大的凤尾喝杯上 从天上收回目光 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沈潇雪 沈潇雪并没有掩饰气息 短短时日 她的修为 也跟顾男一一样突飞猛进 距离纯阳 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 那张俏脸上凝结的寒霜 似乎比从俊成回来的时候 更厚了好几层 苏妍毕竟是做了她五百年的道理 对于她的心情好差 一言可知 不过并不关心罢了 苏妍只是想到了前世 沈潇雪进入的是八品圣地 九幽喜剑池 进入的禁区 也是九幽喜剑池独占的万王陵墓 并且在万王陵墓中 获得了后来她的招牌神通 九幽然灯之蛇 五百年间 一路被她从玄阶九品 练到了地阶一品 烧死了十几个圣人 这一世 她不知道发什么风 来了木华宫 如此 这一世 九幽然灯之蛇 看来是无法现世了 巨大的凤语壑 缓缓下降 可以看见 星罗散布着穷楼玉宇 林婉月已经带着木华宫首席弟子叶哲柳 还有一群弟子等他们了 当凤语赫罗帝时 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代的新弟子 然后 全部的心神 就被那个一袭红衣的女子吸引 其他人全都成了背景板 那个风度翩翩的大师兄叶哲柳 此时双目呆呆 把自己看成了一具雕塑 其他人 只会更不堪 随着沈潇雪的修为提升 那种艳观天下 万物无色的气质 便愈发明显 越发的向前世时 那个让诸天众生 都沉浮于脚底的旷世女帝了 顾南一看着她的背影 心想 系统给的那个答案 或许是真的 在场就只有一个人 没在看沈潇雪 那就是苏妍 在苏妍看来 前世时 沈潇雪在修行上的天赋 或许真的堪称举世无二 但是若论美 顾南一真的能压她一头 这可是一支天魔舞 让诸天五百位圣人 亿万雄兵 丧尸杀意 主动退兵的绝世妖姬 入门之后 就是选择拜师 顾南一跟苏妍一样 入了林宛月门下 沈潇雪则是选了林五华 她很随意 在她看来 这个师父就教不了她多久 入门之后 这些新弟子 便是要努力修炼到纯阳静 然后进入禁区 凝聚神通 成功者则是进入青传百席 进入圣地核心 失败者则被打她去外门 但这里面不包括 已经是纯阳静的苏妍 林宛月直接给她找来了 天上药炉的天魔分布图 徒儿 这个假神药田的天魔万目数人 你可以考虑一下 危险度不高 神通是黄洁一品的乙目神眼 还不错的 为师的神通就是这个 这个仪子药田的地母 双生花也还行 有前辈留下的经验 没有性命之忧 能凝聚少有的分身类神通 林宛月仔细地给苏妍讲述着 天上药炉的情况 天上药炉 据传本来是一个圣人的药田 后来不知道那个圣人种了什么 竟然把自己变成了肥料 从此天上药炉诞生不祥成为禁区 天上药炉刚诞生时乃是旷世兄弟 很多亚圣死在里面 但随着时间推移 被一遍遍地扫荡 强大的天魔和一流的资源 都被扫荡一空 也是不断降级 到了近千年 已经沦落到了一个九品圣地的手中 但是对于一般的武宗 甚至武尊 还是危险 木华宫的掌门 就是进入到了天上药炉的深处 一去不回 至今还没有查明原因 师父 我想找九蕊燕心花 你知道在天上药炉的哪个区域吗 苏妍问道 他的确准备独自一人 先进天上药炉一趟 神通碎片还是其次 主要是想找到九蕊燕心花 给顾南一 九蕊燕心花呀 有是有 但是要看运气 林婉月文言 思索了一下说道 另一边 顾南一坐在床上 眼前却是再度浮现出了答题系统 问题 沈小雪在成帝后活了几年 选项一 十年 选项二 一百年 选项三 一千年 选项四 十万年 选项五 一百万年 选项六 一千万年 答对奖励 递随 答错获得十年修为 顾南一 顾南一毕竟出身二品圣地 见识还是有的 一般的五帝 寿元都有几十万年 拖一拖 百万年也不是不可能 百万年以上的 上还存世的 他所知的 便只有撕裂永夜的之日帝君 更古不落的元月主 以及他们无相天公膜拜的 化身千万的无相魔君 有别于其他地境 他们都是走到了地境镜头的存在 顾南一考虑了一下 最后还是选了十万年 他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然而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 十年 宿主回答错误 获得了十年修为 顾南一 顾南一再次觉得自己被系统耍了 然而 系统在他前展开了一卷破旧的博书 字迹已经斑驳 却依然能勉强看清 沈霄女帝沈霄雪 从一个凡人女子 五百年成帝 成帝后十年 死于地争 一位五帝的一生 不过寥寥几句 顾南一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第十二章 前世的那只兔子 丁 日常任务 请宿主以生动的笔触 描绘你与苏妍的洞房春色 奖励二十年功力 沈霄雪 看着今天发布的日常任务 沈霄雪怒了 系统 你知道吗 无见也未尝不利 这一刻 沈霄雪周身的含义 足以冻死一头熊 但是 系统只是没有感情的工具 请宿主认清现实 鉴于宿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 系统才发布高奖赏的任务 沈霄雪这才注意到 任务的奖励 二十年的功力啊 一瞬间 他竟然有了动摇 嗯 仅仅是一瞬间 嗯 苏妍 便在这时 沈霄雪便是看到 远处 一只凤尾和展翅飞起 朝着头顶的云海飞去 他的目力很好 可以看清楚 上面坐着的 就是苏妍和林婉月师徒两个 看样子 苏妍是要进入天上药炉了 沈霄雪心情复杂 在得到沈霄天书之后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修为有朝一日 还会被苏妍甩在身后 叮 系统提示 三天时间内 跟随苏妍进入天上药炉 任务奖励 第三次观看苏妍前世 什么 又是前世系列任务 沈霄雪皱眉看着任务要求 三天内进入天上药炉 沐华宫的门规 要进入天上药炉 修为必须达到纯阳境圆满 就算是他 想要在短短三天时间内 达到纯阳境圆满 好像也绝无可能 这个时候 沈霄雪的目光 不由自主的 便是放到了那个日常任务上 如果有着二十年功力的话 沈霄雪目光狐疑 不由怀疑系统是不是故意的 早晚把你扬了 两天后 短短时间 修为暴增的沈霄雪 便是跟着师父林武华 进入了天上药炉 禁区的那些规则 你一定要记住 沈霄雪 霄雪 林武华说话间 一回头 却是发现 沈霄雪正呆呆地站在原地 任他如何呼唤 都毫无反应 这难道是 触犯了天上 要卢某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则吗 林武华大害 可是 他们明明刚进入禁区 什么都没做 他自然不知道 此时的沈霄雪 只是陷入了记忆碎片中 因为过于在意 看到记忆碎片 他手滑 直接用了 忘了现在自己在哪 一瞬间天地变幻 沈霄雪也被吓了一跳 好在 他想到外面有林武华在 应该还算安全 这才放心地打量四周 这里是北山城主府 沈霄雪打量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让他马上意识到了 自己身在何处 不远处是荷花池 水边一个八角凉亭 以前他经常和苏妍俩人 在这里打量 这时 却只有苏妍孤身一人 沈霄雪的意识 来到他身边 跟他一起 望向水中的月亮倒影 但是 就在他的意识 映照出月亮的那一刻 沈霄雪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的意识 竟然好像要被月亮吸了进去 一瞬间 乾坤颠倒 水中月跟天上月都颠倒了 好在 此时的沈霄雪 毕竟只是旁观者 一阵费劲 还是把意识 从那种奇怪的意境中 拉了回来 但一时间 沈霄雪却不敢再将目光投向那水中月影了 六九你又来了 就在这时 苏妍却是忽然开口说道 一瞬间 沈霄雪还以为苏妍发现了自己 但很快 她就意识到了不是 她似乎 再跟月亮说话 苏妍 跟我回圆月姐吧 我可以让你与大地同寿 活几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 你不渴望吗 一道空灵的女生 从水中传来 沈霄雪压抑不住好奇 再次朝着水中看去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水里的月亮 竟然变成了一个白衣女子 好美 沈霄雪正正地望着白衣女子 第一次生出了自残行贿的感觉 等等 她刚刚说什么 圆月界 与大地同寿 沈霄雪的脑海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名字 难道 她是圆月主 知日界和圆月界 是始原世界最早演化出的两个大世界 不同于始原世界 已经数千万年 没有五地诞生 这两个世界 一直有地境存在 知日界的知日帝君 圆月界的圆月主 在整个世界系中 威名远播 难怪 在异世界的一轮水中月中 显化身形 也只有五地有这样的大神通 沈霄雪不敢置信地望向苏妍 不仅仅是四品圣地 苍山木雪楼的武王 她竟然还跟圆月主有关系 这 这已经不是乞丐跟皇帝的差距了 完全是两个世界 而且是中间隔着千百万层的两个世界 十亿万年都不会产生交集的两个点 沈霄雪曾经以为 自己获得天书后 苏妍这个未婚夫 应该跟不上自己的脚步了 可是眼前的这一幕 彻底地颠覆了她的认知 哼 你总是想来拐走我这个 已经澄清的有夫之夫 不可能成功的 苏妍很干脆地拒绝了 哼 沈霄雪吗 你知道吗 我看过你跟她的数千个结局 没有一个是好的 圆月主冷笑道 她什么意思 沈霄雪不能理解 算了 知道劝不了你 鉴于我欠你的因果 有朝一日 你若死在她手里 我会为你报仇的 话落 白衣女子的身影 当下便是缓缓散去 对于她最后留下的话 这里的苏妍 似乎并没有多想什么 反而是沈霄雪虚无的意识 出现了巨大的波动 这位女帝 竟然说 苏妍将来会死在她手里 这怎么可能 沈霄雪自认 就算苏妍以后 真的做出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也不会对她下杀手 更何况 苏妍还愿意为她放弃 加入四品圣地的机会 为她虚耗十年 炼制破账单 为她拒绝一位女帝 沈霄雪不觉得 自己会辜负这样的苏妍 所以 圆月主最后的话 就这样带着巨大的疑惑 回到了天上药炉 萧雪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一回神 沈霄雪便是对上了 林武华那张焦急的脸 师父 我没事 沈霄雪有些尴尬地说道 在天上药炉内行动的规则 第一条 天上药炉内不能飞行 第二条 天上药炉内不能点灯 第三条 天上药炉内 禁止两男一女同行 第四条 入夜后必须屏蔽听觉 第五条 在天上药炉内不能抬头看月亮 第六条 在每块药田停留的时间 不可少于半个时辰 第七条 天上药炉内 亲密行为 仅限亲吻 以上这七条规则 是木华公十几代前辈 用命换来的 这些 为九品圣地木华公的最高秘密 泄露者死 所有规则 看起来很夸张 但这已经是天上药炉 被极度削弱后的结果了 据说 在天上药炉刚刚现世的时候 规则多达数千条 而如今九有喜剑池 掌控的万王灵木 已知的规则 也有一百多条 当然 没有一个圣地能保证 自己掌握的规则 就涵盖了禁区的全部 若在禁区内 无意中触犯了未知的规则 那只能自认倒霉 不过对于苏炎这样 算上前世 已经出入过天上药炉 几百回的老司机来说 问题倒是不大 按照林婉月给的情报 九尾燕心花 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在鬼友好药田 苏炎一路上 也顺便看看那些 许久未见的天魔 收集一些神通碎片 要想拼成一个神通 最少也需要三片碎片 多的要几十片几百片 所以 舞者往往要在天魔身上 耗费大量时间 但是苏炎可以拿着 去顾南医那里刷刷刷 只要带点样本回去就可以了 甚至不太在乎神通的品质 运气好的话 一个黄街九品神通 也有可能刷到地阶 半个月的时间 苏炎收集了十种 三十几块神通碎片 半个月后 到达鬼友药田 哈哈 运气不错 解决了几只 以九蕊艳心花 为时的低级天魔青年灯 苏炎便准备在这里 静等他成熟采摘 看他现在的状态 估计还要三天 然而前两天还平静无视 第三天时 却还是招来的不速之客 还是他前世时的熟人 苏炎叹了口气 无语地看着不远处 那只正在啃食药草的兔子 这片药田里的 所有天魔见到他 都像是遇到天敌一般 远远避开 缩到了角落里 仔细观察这只兔子 还是跟其他兔子 有很大不同 耳朵很大 是锤儿 是月牙的形状 眼睛不是红色的 是漂亮的天蓝色 苏炎还知道 他有神通可以变化大小 大石堪比很多巨型灵兽六九 元月界的第六十九位地基 后来成为了元月主 本来 他在元月界的九十九个地基中 平平无奇 也不知道是怎么逆袭的 上一世时 苏炎也是在这个天上药炉中 遇到的他 然后就被他缠上了 甩都甩不掉 一开始 苏炎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就当养了一只兔子 后来 才晓得 自己遭了怎么样的麻烦 结果 这一世还是躲不过吗 苏炎已经故意避开了 上一世遇到他的钉友方向 苏炎看着他 六九也在此时抬起头 朝他看来 那双天蓝色的眼睛中 似乎也满是惊恶 苏炎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六九的脑袋里 正想起一个声音 钉 查探到前置条件符合 恋爱模拟器绑定中 绑定完成 模拟器启动 什么东西 兔兔惊了 正愉快地吃草呢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 这么个东西 难道是来自天上药炉的不祥 但是这么低级的禁区 根本不可能影响到他的呀 系统的声音还在继续 请宿主以苏炎为主角 模拟人生 本系统会将模拟过程 投影在他人梦中 苏炎 难道他就是那个什么苏炎 六九望向不远处的苏炎 杀气腾腾 难道是他在搞鬼 哼 胆在本地基头上动土 找死 六九正要动手 请宿主完成第一次模拟 奖励暗月传承十分之一 什么 暗月传承 六九立刻就把准备 拍出去的爪爪收了回来 陷入了沉思 其实 原本的圆月界 有着两尊选递进强者 共争地位 除了众所周知的圆月主 另一位就是暗月主 只是后来 暗月主在地争中失败了 成王败寇 他的名字也被从历史中抹除 暗月主的传承 这可是跟圆月传承 同一级别的存在呢 要怎么模拟 六九问道 宿主选择完男女主后 系统将自动模拟 竟然是自动的 六九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开始模拟 请宿主选择女主 一 沈潇雪 二 顾南一 三 六九 六九直接就把第三个选项排除了 剩下的沈潇雪和顾南一之间 他选了沈潇雪 系统提示 模拟的内容 基于真实事件 但为了戏剧性 会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改编 系统提示 模拟器中的死亡并非真实的死亡 只是系统推演的 某条平行世界线的一种可能性 系统 模拟结束后 系统会将文字内容 编辑成梦境 投影给他人 没等兔兔来得及仔细琢磨这说明书 很快 他的眼前便是浮现出了一片的文字 一岁 你出生了 父亲是一座小城的城主 六岁 你遇到了他 父亲告诉你 他就是你未来的妻子 十六岁 他被检测出修行废体 今生只能做个凡人 你父亲提出要退婚 你拒绝了十六岁 你四处游历 为他寻找神医 十七岁 你四处游历 为他寻找神医 散尽家财 十八岁 你四处寻找神医 路上失去了一条手臂 九死一生 十九岁 他告诉你 他自己找到了方法 可以开始修炼了 二十二岁 他成为武尊 你因为一身沉伤就急 修行缓慢 二十三岁 他弟弟登门 告诉你 跟他姐姐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要退婚 你想找他本人问个清楚 却没见到 二十七岁 你郁郁而终 本次模拟结束 恭喜你 获得一夜神霄天书 恭喜你 获得暗月传承十分之一 苏妍远远地望着六九 却见大兔子目光呆呆的 上一世时也是如此 见到自己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始发呆 前世时 他一直说欠了自己一段大因果 却又不说是什么因果 第十三章 掌门出现 与此同时 兔兔那边模拟结束后的系统 也开始将文字 编辑成梦境 并且选定了梦境的投影目标 丁 模拟结束 正在选择投影目标 丁 已经找到投影目标 木华宫掌门陆灵玄 距离苏妍几十块药田之外 沈潇雪正走在一片 种满各色各样人面花的药田中 在她的身边 还多出了一个一身白裙 一米三出头的小萝莉 这当然不是沈潇雪遭遇不祥 在天上药炉内 怀孕生下的孩子 事实上 小萝莉的年龄 是她的好几倍 她就是木华宫 消失了二十年的 那个掌门陆灵玄 按照陆灵玄所说 她之前是被困在了 天上药炉最危险的 甲子药田 这个甲子药田 就是当年那个圣人 化为了圣肥之地 曾经哪怕是亚圣 都不敢轻易踏足的 还好陆大掌门福大命大 在里面苟了二十年 终于是在突破滑盖境后 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还大难不死 因祸得福地 恰到了不少米 沈潇雪毕竟是受 本世界天命眷顾的女主 陆灵玄一出来 碰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她 陆灵玄没想到 像木华宫这样的破落户 竟然还能收到 沈潇雪这种天赋的弟子 就像老祖远游多年 沉满面 病如霜 回家看到没落的家族 竟诞生了一个绝世天才 那种惊喜啊 小雪啊 你在这天上药炉里面转了一圈 可有收集到合适的神通碎片 陆灵玄蹦了蹦 拍了拍沈潇雪的肩膀 笑眯眯地问道 小脸上满是慈祥 还没有 沈潇雪摇了摇头 这几天 她也发现了几个玄阶神通 对于木华宫的清传弟子 每一个都能让他们狂喜 但沈潇雪都看不上 嗯 我在那甲子药田中 收集到了一门玄阶一品神通 清廉灯心之铜 本来也是 准备送给本门最优秀弟子的 现在就决定是你了 小罗利正色道 清廉灯心之铜 污浊恶室内 无物不焚 血肉精气为酌 心魔心脏为酌 贪嗔痴爱为酌 杀念杀业 为酌清廉灯心之火 不仅能烧 且能反补灯心 不断进阶 听着陆灵璇的介绍 沈潇雪美眸大量 嗯 天色不早 前面的药田夜行的天魔太多 我们今晚就在这休息 明天再走 陆灵璇看了看天色说道 两人当即便是找了一个 众多人面花目光的死角 屏蔽了听觉 没想到 木华宫消失多年的掌门 竟然重新出现了 而且 还突破到了滑盖境 如此 连山峻垫底的木华宫 将来也是有可能 升格成为七品圣地 那清廉灯心之童 更是意外之喜 沈潇雪因为那几个记忆碎片 而变得沉重的心情 难得变好了一些 她却不知道 此时看似正在闭目修炼的陆灵璇 确实正在接受模拟器的投影 对面 陆灵璇闭眼打坐 神思却是忽然一个恍惚 出现在一个陌生的所在 啊 怎么回事 是天魔作祟 还是玉之梦 舞者有时候会做与自己有关的玉之梦 如果不是 那就是禁区里的天魔搞鬼了 陆灵璇心中警惕 此时 她看到 面前正有一个青年男子 在一扇房门前团团踱步 直到里面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她才松了一口气 面露狂喜 恭喜老燕 是个公子 片刻后 产婆抱着一个墙宝出来 小小的墙宝里 婴儿眨着眼睛 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个 陆灵璇心中敌 但是她没办法醒来 只能忍着不耐看下去 既然是男孩 那就取名苏妍吧 苏妍 陆灵璇男男 确定自己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直到苏妍长到六岁 沈潇雪出现 陆灵璇这才知道 自己所经历的 是沈潇雪未婚夫的人生 接下来 陆灵璇便是看到 十六岁那年 刚刚长高的少年 站在父亲的面前 直面武宗的威压 毅然说出 此生 只会有一个妻子 那便是沈潇雪 若为此事 不得善终 不走遍了大阳王朝的山山水水 只为寻意良方 让爱妻重走修行路 不为她能站在万人之上 只为凡人寿命太短 看到她 散尽家财 破衣寿马 西风天涯 看到她为了留住一株灵药 紧紧地将之攥在手里 任凭劫匪将胳膊砍下 也不松手 便连汉匪 也为之动容 看到了十九岁那年 得知沈潇雪突破通脉进时 那不掺杂一丝杂志的狂喜 仿佛三年风霜 一条手臂 都是无足轻重的旧梦了 只要她好 便好 看到沈潇雪一日日的崛起 万众瞩目 如日中天 而她在光芒里的阴影里 承受嘲讽 奚落 独自落寞 看到了 二十三岁那年 沈潇雪云送来退婚书时 苏妍眼中的一片死灰 看到 苏妍在紧闭的洞府门外 苦等七日七夜 却没见到一人昏厥在雪地里 看到苏妍捧着酒坛 日日夜夜徘徊在俩人 一起走过的小城中 郁郁而中仿佛 正应了当年那句不得善终的誓言 梦醒了 陆灵璇睁开眼 便见黑夜已经过去 天光照入了天上药炉 掌门 沈潇雪看着陆灵璇 面露不解 怎么这位沐华公的掌门 不但神情郁郁 眼圈还有点红 那样子 倒真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 谁知 昨天还对她和颜悦色 稀罕得跟宝贝一样的陆灵璇 今天在看向她时 却是完全换了一张脸 那锋利如刀的目光 竟然让沈潇雪 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陆灵璇盯着她 口中直冷笑地吐出两个字 渣女 另一边 作为模拟器的宿主 六九也能看到投影内容 兔子也被气得炸毛 当即 她便是想要开始第二次模拟 一方面 是她对模拟的内容不满 更重要的是 她想要尽快完成十次模拟的任务 拿到第二块暗月传承的碎片 然而 系统提示 素材不足 无法模拟 素材不足 什么意思 六九一愣 本模拟器的内容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需要真实世界中 苏妍的经历作为素材 这样吗 六九烦躁地甩了甩耳朵 尽管 她想要尽快收集器暗月传承的碎片 却也拿这个模拟器没办法 苏妍就是她吧 兔兔一双天蓝色的眼睛 望向了苏妍 于是 当苏妍收集完九蕊燕心花 准备返程时 身后便多了一条兔子尾巴 果然 还跟前世一样 嗯 这一世有了外挂 要不要趁她还没成地前 把她宰了 给男一做顿麻辣兔头 苏妍望着又白又胖的兔兔 脑子里 突然之间就冒出了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兔兔似乎也敏感地察觉到了 顿时竖起耳朵 朝着苏妍呲牙咧嘴 慕华公 顾男一抬头望着遮蔽天上药炉的那片云团 郊区内 也在向外散发着阵阵寒意 当沈潇雪观看苏妍的第三段前世记一时 她这里也看到了 看到在水月中出现的元月主 她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尤其是元月主最后说 苏妍将来有可能死在沈潇雪手里 顾男一心中的杀意几乎无法压制 但是 她也忍不住怀疑 月中少女所说 真的是事实吗 毕竟 就算是顾男一 她也想不出沈潇雪杀苏妍的理由 就在这时 答题系统却是再次开启 请宿主回答问题 沈潇女帝最终死在谁的手中 选项一 元月主 选项二 知日帝君 选项三 青天龙女 选项四 元初古神 回答正确 奖励太虚阴阳和和秘书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顾男一 系统 这个太虚阴阳和和秘书是什么 顾男一红着脸问道 这是这个世界系最好的双修功法 曾有一对资质低劣的夫妻 单凭此双修功法 双双修成圣人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 顾男一虽然这么说 却还是下意识地 选了自以为最有可能的那个答案 元月主 叮 恭喜宿主 回答正确 获得太虚阴阳和和秘书 恭喜宿主首次答题正确 奖励二十年功力 这是系统出现以来 顾男一第一次答对问题 但他眼中却不见喜色 如果 沈潇雪最后真的是死于元月主之手 那是否就证明 那段幻境中 元月主最后所述也是真的 咚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忽然一阵清月的沁宁响起 顾男一眼前一亮 五尊以下 五者并不能飞行 所以当五尊以下的五者 从禁区出来 便会敲响云庆 这时 穆华宫内便会有凤伟鹤飞去接人 顾男一期待的望去 果然就见到凤伟鹤 背着一道熟悉的身影下来 正是入了禁区许多日的苏妍 苏妍 顾男一施展身法 很快便是来到了苏妍跟前 男一 苏妍见到顾男一 也发自真心地笑了 尤其是想到自己 已经带回了九蕊燕心花 很快便是能炼制出丹药 解除男一身上的寒毒 帮她恢复容貌 这就是那个顾男一 苏妍身后 六九看了看苏妍 又看了看顾男一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模拟器里 她是不是选错女主了 啊 兔兔 这时候 顾男一也发现了六九 六九此时 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兔子的体型 肥圆肥圆 加上那双眼睛 实在很戳小姑娘 顾男一也不能免俗 忍不住地把她抱在了怀里 苏妍张了张嘴 但看见兔兔乖乖地 待在顾男一怀里 对着自己无辜的眨眼 还是把想说的话 吞回到了肚子里 苏妍发现 几天不见 男一的修为 也接近纯阳镜圆满了 当即便是准备刷一波神通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男一黄阶六品神通 通幽之手碎片X10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 递阶九品神通 黄泉引渡碎片之手X10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男一黄阶五品神通 万花血碎片X6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递阶九品 神通花神血碎片X6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男一黄阶六品 神通点秋之铜碎片X9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递阶八品 神通凋零之眼碎片X9 苏颜眼前一亮 这次运气不错 五次当中 竟然有三次万倍返还 出了三种地阶神通碎片 可惜的是 只有黄泉引渡之手 X块碎片正好能拼成神通 另外的凋零之眼和花神血 都还差不少 凋零之眼 需要十八枚碎片 花神血 更是需要恐怖的九十九枚 苏颜的预期是 给他自己和男一 都刷一个地阶神通出来 虽然说他手中 还有一些神通碎片没用 可以明天再刷试试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还得进天上药庐一趟了 就在苏颜 待在顾南一的闺房里 刷刷刷的时候 外面 慕华公的高层 却是迎来了一场大地震 消失二十年的掌门 他回来了 义士大殿内 陆灵玄高高地坐于上手 林婉月和林武华在内 慕华公的七位五尊敬长老 尽数到场 不过 此时他们的眼底深处 全都隐藏着一抹古怪之色 时不时偷偷描向陆灵玄 也难怪他们如此 二十年前 陆灵玄可是货真价实的一米八大欲紧 现在却 据他自己说 是在天上药炉里吃错药了 还好 对于慕华公来说 掌门的身高只是小问题 重要的是 掌门划盖尽了呀 他们慕华公 终于也出了一位准王了 抢了我们的 全都给我还回来 吃了我们的 全都给我吐出来 通知九游喜剑持他们 近期本掌门会一一拜访的 陆灵玄拍着扶手说道 林武华等人齐声应事 散了吧 散了吧 准备一下 我们慕华公 也要冲击一下七品圣地了 陆灵玄挥了挥手 一众长老正欲离开 陆灵玄却又开口 留住了林婉月 对了 婉月 你是不是收了一个 叫做苏妍的弟子 陆灵玄问道 嗯 苏妍这孩子 是这一代弟子中 天赋最高的一个 林婉月 欲有容颜的孝道 这样啊 我想要见见她 陆灵玄摸着下巴说道 第十四章 恢复容貌 无望山现世 一天后 苏妍被带着去见陆灵玄 陆灵玄 慕华公掌门 外号九木仙子 九命仙子 因为 她在天上药炉的夹子药田内 踩到过不死树的树枝 练成了九个替死傀儡 可以说 把保命点满了 可惜的是 前世时 她在爬进区两界无望山时 死在了六品圣地烈日神殿的九星莲设下 上一世时 苏妍对掌门没有多少印象 主要是她死得太早 没想到 这一世 她刚从天上药炉出来 就要见自己 慕华公的最高处 名为不二峰 乃是距离天上药炉最近之处 陆灵玄失踪后 这里被封了二十年 陆灵玄归来 才重新有了人际 苏妍在峰顶见到了陆灵玄 两世以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掌门 看见面前 还不到自己腰高的小罗列 说实话 心情还挺微妙的 与此同时 陆灵玄也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苏妍 回到慕华公之后 她也是第一时间 调查了沈潇雪和苏妍的事情 慕华公也有很多出生北山城的弟子 查起来很方便 结果是 她梦中的内容虽然跟现实有出入 但大半是没错的 唯一有巨大差异之处 就是梦中的苏妍 选择死守着与沈潇雪的感情 最后郁郁而终 而现实中 她却是选择退婚 准备娶一个乞丐 陆灵玄想来想去 觉得这大概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苏妍做过跟她一样的遇知梦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何她在为了一个女子 亲近一切的付出后 却毫无留恋地放手之余 选择一个毁容的乞丐 在陆灵玄看来 更是一种感情上的发泄了 她一定是看到了遇知梦中 自身修为不足 被萧小之辈 像蝼蚁一样践踏尊严 这一次才会奋发修炼 在修炼上超过沈潇雪 如此 这个一米三高的萝莉掌门 望向苏妍时 眼中不由地充满了同情 就像 老奶奶看着自己为情所伤的孙子 要不怎么说 屁股比脑子更重要呢 在模拟器中 陆灵玄带入的 完全是苏妍的世界 此时完全就是 站在苏妍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掌门 见面前的陆灵玄 一直盯着自己不说话 苏妍不由地也被看得有些发毛 可 苏妍 你是这一届圣地 考核最出色的弟子 你选我们慕华公 我很高兴 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本掌门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陆灵玄回过神来 倾壳一声说道 你快要突破神通境了吧 可有寻到适合的神通 我这里正好有一门 玄接一品神通 名为青莲灯心之童可以给你 那天从梦中醒来 陆灵玄直接丢下沈潇雪回来了 至于答应给她的神通 更是羞体 现在 她准备 把这门神通给心疼的好孙子 哦 不 苏妍 这可不比便宜渣女好得多 玄接一品神通 苏妍没想到 还有这好事 一瞬间也微微心动了一下 但她考虑了一下 却没硬下似的 掌门 若真能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其实有另一步情之请 啊 陆灵玄那张慈祥的老脸 不由变得错愕 她没想到 苏妍竟然会拒绝一门玄接 一品神通 对于一个即将突破神通境的舞者来说 还有什么比神通更重要呢 不会是什么那天要求吧 那你说来听听 陆灵玄犹豫着道 弟子想借用一下掌门的炼丹房 苏妍说道 就这 陆灵玄意外道 她的炼丹房 的确是整个木华宫最好的 有着 整个木华宫唯一的一口玄接三品丹炉 但是陆灵玄想不到 苏妍要用她来做什么 炼制一般的下品丹药 也用不着那么高阶的丹炉 弟子想炼制一如进火丹 若用一口上品丹炉 承丹率会高些 苏妍解释道 进火丹 很冷门的丹药啊 我记得 好像是只对几种特殊的寒毒有效 而且 这是玄接七品的丹药 只有六品炼丹师才能炼制 你可以吗 陆灵玄不由皱眉 我需要进火丹 解男一体内的寒毒 苏妍解释道 掌门放心 玄接七品的丹药 弟子还是有信心炼成的 想不到 他对路边捡来的乞丐都如此上心 陆灵玄又眨了眨眼 沈萧雪啊沈萧雪 你不知道 你自己失去了一个怎么样的好丈夫 在陆灵玄看来 苏妍跟顾男一之前 完全是不相识的 更何况 苏妍根本不会毫无理由地 爱上一个容貌奇丑的凡人乞丐 他之所为 应该只是因沈萧雪 心死后破冠破摔的行为 但就算如此 他也没有对不起那个小乞丐 给他最好的修行资源 带着他进入圣地 可以说 是将淤泥里挣扎的宠椅 带到了云天之上 现在更是为了他 愿意放弃玄接一品的神通 对于那个小乞丐来说 绝对是莫大的幸运了 不过 陆灵玄也是对顾男一 没什么意见 尽管他无论是身份 还是容貌上 比起沈萧雪来 有着天地之差 但却比那个凉薄的女人好得多 陆灵玄小手一挥 当即便是 就这么把那个自己 示弱珍宝的玄接三品单卢 借了出去 连带着清廉灯心之铜的神通 也一起送了 没想到 这一世 陆灵玄会把清廉灯心之铜给他 回去的路上 苏妍还有点猛 叮咚 检测到你成功赠予顾男一 清廉灯心之铜碎片X12 获得十倍返还 你获得了清廉灯心之铜碎片X120 现在 苏妍手上 让他自己觉着还可以的神通 有地阶九品的黄泉引渡之手 和这个清廉灯心之铜 清廉灯心之铜 现在 虽然只是玄接一品 但苏妍知道 若是有足够的神通碎片 加以重练 他最终的形态 可以是主治愈的清帝左眼 又或是主杀伐的清帝右眼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地阶一品神通 苏妍为什么知道 因为前世时 这门神通 便是落到了慕华宫首席弟子叶哲柳手里 这个叶哲柳 可以说是有眼光吧 前世时 主动去当了沈潇雪的小弟 后来 沈潇雪为了培养一个御用奶妈 帮着他杀入甲子药田 收集齐了足够的神通碎片 将神通升格成了清帝左眼 苏妍考虑了一下 决定把黄泉引渡之手留给自己 清廉灯心之铜 给顾南医用 不过此时此刻 他最为急迫的事情 还不是拼接神通 而是炼丹 被陆灵玄无情地抛弃后 沈潇雪晚了两天 才从天上药炉出来 主要是 陆灵玄答应给的清廉灯心之铜没了 沈潇雪得靠自己收集神通碎片 幸运的是 他在经过甲卯药田时 遇到了一群罕见的天魔玉童子 足够拼成一种罕见的 玄阶三品神通嵌玉神体 成长空间也很大 但是 跟那个清廉灯心之铜比起来 还是觉得少了什么 两天过去了 沈潇雪还是想不通 陆灵玄为什么突然变卦 沈师姐 师姐 走在木华宫中 不断地有弟子与他招呼 沈潇雪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眼底里的崇拜 倾慕和痴迷 遭越了性别 便是女子 见到他也心不起一丝嫉妒 他自己也早已习惯 并且习以为常 你可听说了 那位苏妍师兄 已经在练单室里 闭关了七日七夜了 掌门都去看了好几次 顾师妹有这样的道理 真是幸福 我好羡慕 听说 若是苏妍师兄 成功练出了静火单 顾师妹便可恢复容貌了 你们说 他会不会是一个大美人 嘻嘻 总不可能超过沈师姐吧 我小地方出来的 见到沈师姐 才知道什么叫沉鱼洛艳 我们这样的 就是雍之俗返了 去你的 几个悬府静女弟子 嬉笑打闹着走过 而在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他们口中的沈潇雪 已经在郎柱后 助力许久 苏妍在为顾男一炼丹 助他恢复容貌的丹药 沈潇雪刚刚因为 获得神通的好心情 一瞬间跌落谷底 她忽然想起 那第二片记忆碎片中 荒山 石屋 石屋里 苏妍用生命 为她炼丹的场景 这一幕 竟然在现实浮现了 只是 女主换了人 沈潇雪心中一片乱麻 她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现实与那记忆碎片 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因为陆灵璇有意扩散 沈潇雪一路走来 听到很多弟子 都在谈论这件事 一张本就冷若冰霜的翘脸 也变得越来越冷 沈师妹 禁趋一行 可还顺利 看见满脸堆笑 朝着她走来的夜折柳 沈潇雪却好似 完全没看到 沐华公的这个大师兄般 毫不理会地擦身而过 丹道 也跟世间万事万物一样 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苏妍虽然有着前世的经验 却也是许久没碰丹炉 加上这净火丹 她也是第一次练制 这才在丹房里磨了七天 好在试验了很多次后 还是成功了 苏妍的小愿呢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顾南一玄阶六品丹药 净火丹 获得千倍返还 你获得了地阶九品丹药 预火丹完美品质X1 南一 别哭 别哭啊 快试试 有没有用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你的盛世美颜了 看着顾南一接下丹药后 眼泪啪哒啪哒滚落的样子 苏妍有些手足无措 看到顾南一流泪 总让她想起上一世最后一刻 南一挥泪转身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 就一定是盛世美颜了 也许 我本来就很丑呢 顾南一被她说得双颊发烫 但还是一言服下了净火丹 运功炼化药力 顾南一缓缓地揭开了面纱 丁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顾南一对你的情感 从朝朝暮暮 到了莲芝贡种 恭喜宿主 手气加一 恭喜宿主 最大返还倍数X10 在将心中一件大事了结后 苏妍和顾南一 便是都准备闭关冲击神通境 另一边 沈潇雪也准备拼接神通 陆林玄则是接连走了九游喜剑池 春秋千岁宫 千丝殿 天火山庄 几大胜地 宣道着木华宫 木华宫这个沉寂多年的破罗户 似乎要迎来第二春了 而就在苏妍他们闭关突破神通境的时候 连山郡却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地龙张口 巨山崩塌 三十座城寨中 有十座直接化为了废墟 北山城因为地处最北 距离镇中最远 倒是幸免一难 连山郡最恐怖的禁区 两届五望山再度现实了 就在连山郡的南部 虚空中赫然裂开了一道数万丈高的裂缝 半座被黑色雾气笼罩的山峰 像是火雾一般 从裂缝中挤了出来 怪诞的是 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 这座山都只有一半 看不到另一半边 更恐怖的是 见到这一幕的 无论是人 还是其他生灵 都在瞬间失去了一半身体 两届五望山的现实 不仅仅是震动连山郡 而是惊动了整个大阎王朝 除了如苍山木雪楼 山河一气蒙 这样抵蕴身后的四品圣地 不为所动外 便连很多五品圣地 都将目光投向了连山郡 无他 虽然都是禁区 两届五望山 跟天上药庐这样 没落多年的杂鱼禁区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是真正的富饶禁区 已经不是地方级禁区了 是连山境内 唯一一个接近了王朝级的禁区 虽然极度危险 却也有着彻底改变 武者命运的机会 他平均十年到二十年一现实 有圣地统计过 他每次出现 进入其中的武者 存活率只有十分之一 但只要活着出来 武宗有六成概率 可以进阶五尊 武尊有三成概率 可以进阶五王 这已经足够让很多人 拼上身家性命了 半个月的时间 一晃即过 平级的连山郡 突然之间 就从鸟不拉屎的乡下 成了全王朝的焦点 九品圣地木华宫内 也是吵吵嚷嚷嚷 从长老到清传到普通弟子 都在讨论着 两界无望山的消息 这一天 沈潇雪出关了 狱卒踏过门槛 天光照在翘脸上 成为神通镜舞者的他 气质之中 越发的贵不可言 仿佛生来就是 这片天地的主宰 也便是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声 悄然在他耳边响起 发布任务 跟随掌门路灵玄 前往两界无望山 任务奖励 苏妍的第四块记忆碎片 第十五章 红颜榜首 神颜重现 苏妍 一炼神通镜 神通 黄泉引渡之手 地阶九品 十块拼图 顾南一 一炼神通镜 神通 青莲灯心之铜 玄接一品 十二块拼图 苏妍和顾南一 也接连突破了神通镜 出关后 也听到了两界无望山 现世的消息 时间跟前世大差不差 两界无望山 对于要不要跟顾南一走一趟 苏妍也是考虑了一番的 前世时 沈潇雪去过 她却是没资格 这样一个陌生的禁区 说来还是有些危险 且 两界无望山 一半位于始源世界 另一半却在堕天界 此行 必然会遇到异域舞者 但是 两界无望山 不同于其他一些 只能铲除神通碎片 灵兽 药材的禁区 无望山的前十境 分别有着始源世界的 十种异火 和堕天界的十种异火 异火 不仅能快速淬炼神通到高炼 还有可能提升神通的品阶 大大提高一种神通的上限 比如一种神通 一炼十世 是黄阶九品 到达九炼时 可能也只是玄阶九品 用一火淬炼后 或许就有可能将上限 提高到玄阶一品 甚至地阶 前世时 沈潇雪后来烧穿 大半个始源世界的 神通九幽燃灯之蛇 就是在山上成行的 也是 凭借着那里的一火 在七天内 从一个一炼神通 突破到五尊 让各大圣地里的一群 白头老五宗 气得吐血 除此之外 他还在山上捡到了 他的戒指老奶奶 龙雀神飞 没错 就是那个五百万年前 始源界最后的选地镜 龙雀神飞 那就是被世界宠爱的 天命女主的运气 羡慕不来的 就算苏妍想去抢 估计也抢不来 人家龙雀神飞 根本看不上他 前世时 那位金手指老奶奶 便是对他苏妍百般不顺眼的 总之 苏妍沉思过后 觉得两界吴望山 还是有必要走一趟 虽然 他跟顾南一的初始神通 上限都不低 以后也可以用神通碎片 应堆到高阶 但有一火淬炼 上限会更高 始源王朝境内 再没有地方 有像吴望山那般 多种类的一火 吴望山的规则之一 每次县市 每界只能上山 147人 五尊49人 虽然 吴望山是在连山郡境内 但连山郡的五个圣地 却只被分到了12个名额 五宗十人 五尊两人 洛林玄跑去跟九游喜剑池的那位 阴剑尊 好好交流了一番 最终 魏目华公拿到了三个五宗名额 加上他自己这一个五尊 九游喜剑池 拿了四个五宗名额 加上阴剑尊这个五尊 至于剩下的三个九品圣地 只能可怜巴巴地 评分剩下三个五宗名额 在平日里 那便是赤裸裸的实力说话 而在陆灵玄回到慕华公之后 慕华公的众长老弟子本以为 陆灵玄一定会带去清传前三席 谁都没想到 陆灵玄竟然清点了苏妍 沈潇雪和顾南一三人 连大师兄叶折柳 这个六恋的神通镜都被排除在外 顿时便是在慕华公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说实话 沈潇雪和苏妍 众人还能理解 天赋实力摆在那里 假以时日 几乎必然成为五尊 但顾南一凭什么 进入圣地时 他不过是悬浮镜 常年佩戴面纱 身居剪出 不比路边的一根草更显眼 听出生北山城的人说 他曾经还是乞丐 容貌奇丑无比 他有什么资格 曾经风度儒雅的叶大师兄 这次也是彻底的破防了 带着一众同样满脸不服的清传 独在不二峰下 请愿三天三夜 要掌门给一次公平一战的机会 只有林婉月和陆灵玄本人 清楚选择顾南一的原因 他入门后 跟沈潇雪 苏妍一样 短短时间突破神通镜 若论潜力 哪里是叶哲柳可以碰瓷的 烦死了 吵吵吵 那么不服气 那就给他机会好了 陆灵玄望着山下的那一群弟子 不耐烦地说道 可是 叶哲柳已经是六恋的神通镜 南一才刚刚突破 林婉月为自己的弟子担忧 陆灵玄没有答话 他也想看看 苏妍随手捡的这个小乞丐 究竟成色如何 一天后 圣帝炎舞场 叶哲柳早早地站在场上 神色轻松 这一战 他也可以选苏妍或者沈潇雪 但是 对于让他一眼清新的沈潇雪 叶哲柳自然要避开 而苏妍 虽然叶哲柳也不认为 自己会败给一个疑恋神通 但是 苏妍在圣帝考核的时候 也有以纯阳逆杀神通的战力 还是有那么万分之一犯车的风险 吻一手 还是选了顾南一 欺负弱女子 的确有损名誉 但是 这边的弱女子 一般指的是 漂亮柔弱的大小美女 而众所周知 顾南一是一个容貌奇丑的乞丐 并不在弱女子的范畴内 自从听说了沈潇雪和苏妍之间的事情 叶哲柳就一直觉得 那位苏师弟的神志 恐怕有点毛病 不然 怎么会做出那等舍明珠 而简瓦丽的蠢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实话说 整个沐华公都对陆灵璇的决定 憋着一口怨气 虽然碍于陆灵璇的淫威 不敢朝他本人发作 却也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出口 沈师姐 沈师姐也来了 天呀 沈师姐都已经神通静了 说实话 明月给沈师姐 我服 可那个要饭的 凭什么 闭嘴 掌门和林长老 他们也到了 没错 沈潇雪也来了 虽然 他不愿承认 一个卑贱的小起儿 能够牵动他的情绪 但狱卒卖动 不知不觉间 还是走来了这里 内心深处 他就是想看到 小起儿被打回原形的样子 也想看见 那时候 苏妍的表情 沈潇雪扫了一眼夜折柳 一个六恋神通 哪怕是现在的他 想要跨越六个小境界 解决他 也要费一番手脚 何况顾南依 那个小乞丐呢 不会是临战怯战吧 哈哈 恐怕是瞅出天界 没脸见人 随着时间临近 依然不见顾南依 一轮他的乌言晦语 也越发的难以入耳 便连一直以来 性格都有些包子的林婉月 翘脸上都是雷霆密布 正要释放出 无尊敬的威压 让他们闭嘴 然而 突然之间 那片嘈杂的人生 却是自行地小了下去 就像一只只 被无形之手 掐住脖子的鸭子 众人瞩目中 苏妍 牵着一个白衣女子 缓步走来 那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女子步步生花 仿若漫步于春水之上 三千青丝 如瀑布般垂落 随微风轻舞 无瑕的兵机 洁白如雪 宛若盛放的梨花 她穿着一袭洁白的流仙裙 轻柔的天蚕丝 在她身上如水 一般流动 云雾般朦胧的青纱 覆盖着妖柔的郊躯 白色的衣媚 狠称她气质中的那份青浪 好像孤山上 不识人间烟火的神女 但又难掩那天生的媚骨 尤其是望向身边的苏妍石 唇角微挑 眼角一抹妩媚 如昙花叶放 足以让圣人沉沦 正所谓 天下人皆知 美之为美 只因生出了比较之心 在见到白衣女子之前 沈潇雪的容颜 在慕华宫所有人的心中 便是独一无二的倾国倾士 但在见到白衣女子之后 沈潇雪的那份青冷中 似乎就少了三分媚骨 那份初晨中 似乎就少了三分婉约 就如同前世 在亲眼目睹了顾南依的那一支天魔舞后 世人便无疑会质疑她红颜榜首的位置 美 突破了一定境界 那便是像武力值一样 是一种绝对的实力 苏妍 牵着身边家人的柔仪 轻笑着摇了摇头 在她看来 现在的南依 和上一世完全成熟的南依相比 那还有着从武宗到圣人 那么巨大的差距呢 要等她再长大些 修为再高几个境界 掌握那几门功法神通后 那时 才是那个义武乱诸天的旷石妖姬 这 这个神仙 小姐姐是谁 最初 慕华宫所有人的脑海里 都还萦绕着这样的疑问 直到那道雪白的倩影 一跃上了擂台 才如一道天雷 炸得在场所有人脑袋里一片空白 顾南依 请大师兄赐教 顾南依望着对面呆若木鸡的叶哲柳 淡淡地说道 什么 真的是顾师妹 苏师兄 把她的脸治好了 她 怎么会这么美 当那个最不可能的可能成为可能 当即便是一片哗然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从这场比斗本身 转移到了顾南依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上 便连叶哲柳也不例外 大师兄 顾南依烟眉微皱 又提醒了一声 才把叶哲柳叫回神 叶哲柳 叶哲柳不由得苦笑 刚刚 她还在暗笑苏妍瞎了眼 没脑子 现在 却是只剩下肚火中烧了 看着面前白衣少女 那张结了冰的俏脸 她忍不住地想 笑一笑多好 可是 她的笑 恐怕也只有苏妍一人 可以想看就看 顾师妹 得罪了 尽管 心中充满了怜香惜玉 但 为了去望山的名额 叶哲柳还是决定要拉手催花一次 伴随着叶哲柳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她的周身 都向外散发出了一片彩色的烟雾 周身的毛孔中 都在向外喷吐着雾癌 很快 她整个人都消失在这片雾癌里 玄阶八品神通 九色云梦癌 攻防一体 剧毒 幻象 见到这一幕 之前还全都占叶哲柳的众目华公弟子 全都替顾南姨捏了把冷汗 恨不能一轰而上 替她把大师凶扬了 而先前万众焦点的沈潇雪 却像是被遗忘到了无人的角落 此时的沈潇雪 虽是依旧面无表情 红袖下 指甲却是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掌心 沈潇雪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她竟被那个小企压了一头 这种耻辱 甚至还要超过苏妍退婚的时候 因为这一切 都是苏妍一手缔造的 是她将那个活得狗都不如的小乞丐 带出贫民窟 叫她修武 带着她加入圣地 为她炼丹 妇容 没有她 躺在西城的臭水沟里 更有可能 早已经变成了一具腐尸 沈潇雪仿佛听见 苏妍在跟她说 沈潇雪 你看到了吧 我随便捡了一个人 都可以比你好 偏偏这时 那台上的顾南依 便仿佛能听到她的心声一般 回头望来 朝着她 露出了一个意味不明的笑 下一瞬 顾南依右边的那只碱水秋铜 右眼的瞳孔 竟是化为了一朵青莲 便在 叶者柳化生的雾团 靠近她郊躯的时刻 彩色的雾团上 突然之间 便是燃烧起了一团团 莲花状的青燕 逐渐地连成了一片 很快便是听到了 叶者柳那凄厉的惨叫声 好家伙 玄接一品的神通 都给她了 真宠啊 那边 陆灵玄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 语气都有些羡慕 那颗已经变成老拉肉的芳心 都像是要复苏了 谁都没有想到 顾南依不仅有一张轻视容颜 更是有着一眼 秒杀木华公大师兄的实力 这下子 没人再怀疑陆灵玄的选择 三日后 在陆灵玄的嘱咐下 几人准备好了 进入吴望山的必要东西 乘坐着木华公最大的凤尾鹤 朝着连山峻南部飞去 苏妍的腰间 挂着一个灵兽袋 里面装着六九 没办法 她一定要跟着去 但是苏妍和顾南依 实在想不到 有什么理由 能说服陆灵玄 让他们抱着一只肥兔子上山 只能把她塞进了灵兽袋里 而此时 窝在灵兽袋里的六九 也是满脸郁闷 倒不是因为她身为圆月节地基 却被当作灵兽圈养 而觉得屈辱 主要是 模拟器已经很多天没动静了 说是要收集素材 才能开启下次模拟 但进度一直是零 六九忍不住再次怀疑 是不是当初选错女主了 陆灵玄他们到达吴望山附近的时候 天上正下着瓢泊大雨 此时 距离吴望山县市 已过了十三日 按往次经验 吴望山一般会在县市十三日后 完全成行 那时才能入山 苏延一眼望去 空中高悬一柄黑色巨剑 闪烁雷霆 整座吴望山都被羽目笼罩 看不见真容 这乃是 吴品圣帝陵渊剑墓的武王 天铺剑军的手笔 便是为了防有人不小心多看一眼吴望山 非但小命不保 还死无权师第十六章 堕天而女踏血海 不破天命是不还 这次来到吴望山下的 主要是大阎王朝西北七郡的两个五品圣帝 四个六品圣帝 两个五品圣帝 凌渊剑墓 第九龙雀 各自直接拿走了十个五尊名额 二十五个五宗名额 另外四个六品圣帝 烈日神殿 北海剑气盟 黑帝城和桃花仙庭 实力也各有强弱 都看不起连山郡的村姑村妇们就是了 堕天界 北荒州 不同于始源世界 在堕天界这一侧 两界吴望山 完全在一个超级势力 诸仙殿的掌控中 此时 一个光头 鸿蒙 容貌妖艳的男子 面对着一群身穿血色长袍的男男女女 高高举起了屠刀 高声吼道 堕天儿女踏血海 不破天命是不还 堕天儿女踏血海 不破天命是不还 几十名五尊 百余名五宗 其身高和 堕天界本是始源世界分支的小世界 本没有天命 从堕天五帝开始 他们的一切 都是从始源世界一口一口地咬下来的 此时 为首的光头男子 是留着五帝血脉的弟子柳相 目前 也是唯一一个 拼出堕天五帝当年神通的弟子 始源世界 武王的手段 乃能成天运 所以而能转天象 吴望山 半里内 黑云层叠 不见山 半里外 却是晴朗月色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跟随陆灵玄前往吴望山 奖励 苏妍的第四块前世碎片 一棵古树的枝干上 沈潇雪看着系统提示 打开了记忆碎片 沈潇雪闭上眼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 是她在神府的闺房 窗外 夜色中 那株桃花开得正眼 沈潇雪看到自己 算起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 在记忆碎片中 仔细地打量自己呢 眼前的她 正坐在榻上 将一双 仙族探入银盆中 玉族如莲般 在洒满花瓣的清水中绽放 而苏妍 正在帮她洗脚 哈哈 羊 夫妻嬉戏的一幕 看得此时的沈潇雪 心跳微微加速 忍不住地望向别处 夫君 我刚从禁区回来 有些累 片刻后 沈潇雪听到自己 有些歉意地说道 嗯 夫人 你好好休息 苏妍笑了笑 准备离开时 却被沈潇雪拉住 玉甲微红 主动拥住了她 红烛摇曳 窗外的虫银都在此刻 静了下来 片刻的缠绵后 苏妍还是走了 屋内便只剩沈潇雪 孤身一人 而此时沈潇雪的意识 也是并未随着苏妍离开 留在了这个房间里 突然 沈潇雪眼前一晃 便在那摇曳的竹影中 突然多出了一道 半虚半实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火红色龙袍 头生双脚的女子 即使没有实体 却散发着 这世间至尊至贵的气息 沈潇雪 你的丈夫 如此平庸吗 作为要逐鹿地位的人 你岂能与蝼蚁为伍 龙脚女子一出现 便是冰冷地说道 沈飞 这是我的私事 画面中 沈潇雪柳眉 微皱地说道 此时 三分娇羞不在 她已恢复了平素的端庄轻傲 而与此同时 听到两人对话的沈潇雪意识 心中却是滔天巨浪了 结合龙脚女子 那尊贵的仪态 与奇异的滋容 还有自己对她的称呼 沈潇雪顿时便想到了五百万年前 那位名动整个世界系的伟大存在 虽然 她最终隐恨在了堕天武帝的刀下 却依旧是始源界千万年来的至强者 至今 苍茫大地上 还有很多供奉她的神庙 沈潇雪怎么也想不到 也不敢想 有朝一日 龙雀神飞会化为武林 跟在自己身边 难道 我真有五弟之姿 沈潇雪的脑海内 这样的念头疯狂滋长 以前 沈潇雪无论如何自信 也不敢想 自己将来能走到那一步 与日月同灰 但面前 龙雀神飞的出现 还有她的评语 却让沈潇雪看到了这种可能 呵呵 两个世界的人 若想强行在一起 要么你把她拉上来 要么她把你拖下去 前者 以她的资质 根本不可能 沈潇雪 拥有女帝之姿的你 愿意被她拖下神探吗 龙雀神飞一席化落 闺房内一时间落真可闻 龙雀神飞又道 沈潇雪 我希望 你能站上我未曾站上过的那个高度 帮我向舵天界讨回血债 希望我没看错人 眼见沈潇雪 依旧一言不发 龙雀神飞的身影 也从屋内消失 继而 沈潇雪的意识 也回到了现实 不由地望向空中密布的乌云 正正出神起来 另一边 顾南一也小小地打了一个盹 同步了沈潇雪刚刚的所见所闻 南一 一边 苏妍感觉到 顾南一看她的目光 有些奇怪 啊 没什么 顾南一摇了摇头 她只是 看到幻境中 苏妍与沈潇雪的亲密 有些嫉妒 干那些在这一世 都是还没发生的事 倘若 沈潇雪真的为了五弟之路 放弃苏妍 她当真毫无良心 不如一个农家女 想到幻境内 沈潇雪与那龙雀神飞的一番对话 顾南一眸色冰冷地响到 便在此时 答题系统的声音 再一次地在她耳边响起 问题 惰天界的弟子柳相 死于何人之手 选项一 沈潇雪 选项二 顾南一 选项三 苏妍 回答正确 奖励地界六品 五级月魔舞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惰天界的弟子 那答案应该就是沈潇雪吧 顾南一想起了刚刚看到的幻境 那个投生龙角的女子 龙雀神飞 与堕天剑 血海神仇 沈潇雪作为她选择的人 又是将来的女帝 堕天弟子柳相死在她手里 毫不意外 可惜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 苏妍 你获得了五年功力 啊 见到这个答案 顾南一不由地瞪大了一双名谋 怎么会是苏妍 她已经察觉到 这个答题系统 提出的问题 都是幻境中那条世界线发生的事情 顾南一也猜测过 那或许是苏妍和沈潇雪的前世 但在那些幻境里 苏妍与沈潇雪相比 只是一个平凡的 不能再平凡的舞者 她怎么能杀得了一位弟子呢 另一边 也就是在沈潇雪和顾南一两人 观看记忆碎片的时候 苏妍的灵兽代理 丁 系统提示 素材收集完成 是否开始模拟 美梦中 六九突然被耳边响起的 系统提示声吵醒 她本来还以为是在做梦呢 一看模拟器 顿时瞪大了眼睛 竟然 真的收集到了素材 可以开始模拟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就可以了 兔兔绞尽脑汁也想不通 干脆不想 决定先把这次次数吃了 丁 请稍候 很快 六九的眼前 便是浮现出了一片的文字 一岁 你出生了 父亲是一座小城的城主 六岁 你遇到了他 父亲告 素尼 他就是你未来的妻子 十六岁 他被检测出 修行废体 今生只能做个凡人 你父亲提出要退婚 你拒绝了 十六岁 你四处游历 为他寻找神医 前面跟上次模拟差不多 区别 从二十三岁那年开始 二十三岁那年 没有被退婚 而是结婚了 二十三岁 你们举办了婚礼 这时 你的修为 已经被他拉开了差距 众人虽都说着恭喜的话 内心里却都觉得 你配不上他 二十四岁 他进入两界无望山 被龙雀神妃 说为清传弟子 突破五尊 你还是开翘键 什么 龙雀神妃 六九被惊到了 二十五岁 他以神通九幽燃灯之蛇 跨两个境界 反杀准王 明洞王朝 你准备冲击纯阳境了 二十五岁 他被五品圣地 凌渊剑墓选为清传 你还是九品圣地 木华公的普通弟子 天下人都道你是 这世间最大的一坨牛粉 二十五岁 始元界与堕天界 爆发介于战争 大阎王朝发布征兵令 境内的五尊 都有可能被征掉入战场 很不幸 他被抽中了 此时 他正在准备突破五王境 为了不耽误他修行 也为了战场九死一生 你决定服用禁忌丹药 强提修为入五尊 替他上战场 二十五岁 你在介于战场厮杀 九十一次兵死 二十六岁 你在介于战场厮杀 遇到了重伤的堕天弟子柳相 以几乎耗尽受缘为代价杀了他 然而你的功绩不为人所知 你依旧岌岌无名 这 一年你七十次兵死 兔兔再次看的大震撼 柳相 他也有耳闻过 据说是最接近五百万年前 堕天武帝血脉的弟子 竟然会死在苏岩手里吗 二十七岁 你在介于战场厮杀 三十次兵死 三十岁 战争结束了 你伤痕累累的归来 沈潇雪很感动 但他正在冲击五王境的关键时刻 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你 三十岁 沈潇雪成为王朝最年轻的五王 三十岁 使用禁忌丹药的后果显现 你经脉禁断 瘫痪在床 沈潇雪正在三品圣地第一龙雀 山摇水远 不知近况 三十三岁 你缠绵病塌三年 终于死在一个大雪天 临死前无尽痛苦 致死未能再见他一面 本次模拟结束 恭喜你 获得晋级丹药破脏丹 恭喜你获得暗月传承十分之一 这一回 兔兔确实没有马上把注意力 放在暗月传承上 一方面 他再次被模拟气离的沈潇雪 气得肚子疼 另一方面 也有着跟顾南依一样的疑惑 系统 你这个模拟 能有几分真实 六九忍不住问道 六九曾经听过黄母点评过《堕天剑》 他曾说 若堕天剑能诞生第二尊武帝 那必是柳相 这样决定着 堕天剑和始原界未来的存在 真的会如模拟中那样 那么憋屈地死在苏妍手里吗 模拟器中 苏妍只是一个服用了禁忌丹药的普通武者 不好听的说 只是炮灰 本系统的模拟 全都改编自真实事件 系统只是没有感情的回答 丁 模拟结束 正在寻找投影目标 好吧 六九也暂时放下了疑惑 等着投影 然而 丁 暂时找不到投影目标 请稍候 为什么 外边那么多人 兔兔一脸猛逼 第二天 吴望山现实的第十四天 吴望山完全成形 临上山前 苏妍最后刷了一波道具 因为这次可能会对上舵天剑 和其他几个圣地的武者 他主要刷的是一些杀人和保命类的道具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固难一落月弩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猎王弩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固难一颠孝傀儡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邪王傀儡 猎王傀儡 邪王傀儡 都是能对武王产生威胁的大杀器 尤其是邪王傀儡 就是王静也要头疼 进入吴望山前 所有人都用黑布无眼 接着 凌云剑木的那位武王 撤去了笼罩吴望山的天下 众人进入禁区 进入禁区后 众人才撤去了眼上的黑布 苏妍抬头望去 山色被黑雾覆盖 围剑山顶一团白火 其实 吴望山 没有顶 当你登顶时 便会回到山脚 那便是吴望山的第二境 武宗 最高能入十境 武尊最高能入二十境 而若要下山 必须从两界山的另一面下去 两界山 每七日会旋转一次 算好时间下山 便能回到本界域 而武王以上 入山后 似乎是到了另一重境界 有推测 他们直接踏入的是二十一境 但似乎没有下山路 至今为止 入山的武王 没有一个下来过 所以 武王是绝技 不敢踏入吴望山的 丁 已经找到投影目标 龙雀神飞 投影中 就在苏妍等人 踏上吴望山的一刻 灵兽带中的兔兔 也是突然间听到了 系统的声音兔兔 兔兔 兔兔 兔兔兔惊了 原来你个模拟器的目标 竟然是龙雀神飞 第十七章 我 沈潇雪 绿衣无双 丁 系统提示 发布连环任务 暗中守护 请宿主隐藏身份 在禁区吴望山内 保护苏妍的安全 帮助苏妍获得资源 奖励 各类资源 神肖天书下卷残液 处 最高可获得18片残液 丁 任务物品已发送到乾坤界内 请注意查收 与此同时 沈潇雪的脑海中 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看到任务的内容 沈潇雪又一次被气笑了 竟然要她暗中给苏妍护航 关键是隐藏身份 暗中 系统 我为什么还要隐藏身份 如果 她都不知道我在帮她 我做的一切 有什么意义 沈潇雪质问道 请宿主查看 现在苏妍对你的好感度 系统 展示了一下 苏妍现在对沈潇雪的好感度 此时 好感度依旧是负一千 以目前这样的好感度 苏妍根本不会接受宿主的帮助 现在这种情况 宿主只有为她默默付出 有朝一日公开身份 她才有可能对宿主改观 系统解释道 沈潇雪面沉如水 这话 翻译一下 就是说 我对你的好 你不稀罕 舔狗舔不到 还要千方百计送 沈潇雪 拳头硬了 但是 看到任务奖励里的那十八页天书 她心中几经挣扎 却还是没能拒绝任务 上卷的沈潇天书是三十六页 不出意外 下卷天书也是 如果能一次拿到十八页天书 那便是一半了 沈潇雪冷着脸 检查起了乾坤剑 正如系统所说 此时的乾坤剑内 已经多出了一套绿色的面纱 和绿色的长袍 系统提示 穿上它 哪怕是圣人 都无法看破你的真实身份 沈潇雪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她为什么那么捋 另一边 苏妍正在那边 送别萝莉掌门 陆灵璇 还有这次进吴望山的那些各五尊 目标大多数都是吴望山 二世镜上长着的那棵天地大运果树 五王第一镜 就叫做承韵镜 若能得到一颗大运果 至少能让从华盖镜 突破到承韵镜的概率 提高一成 苏妍把猎王弩送给了陆灵璇 她记得 前世时 陆灵璇便是在吴望山 死在烈日神殿的五尊手里 木华公也就此一蹶不振 苏妍对门派 还是有感情的 这一世 她也有个小目标 让木华公成为像山河一气盟 沧山木雪楼那样的四品圣地 至于更高的三品圣地 二品圣地 那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毕竟 她也就是想抱住 男一这个魔道圣女的大腿 吃吃软饭这样子 不合适有太远大的志向 这 这玩意儿是 但是 陆灵璇看到 苏妍拿出的猎王弩 却是彻底的木凳口呆 瞠目结舌了她确信 虽然她的修为 比苏妍高了好几个境界 但苏妍拿着这玩意儿 往她后心来一见 她肯定就炸了 猎王弩 五王以下 根本挨不了一剑 掌门 其实吧 我们家还蛮有背景的 有四品圣地 苍山木雪楼的关系 苏妍微微一笑 解释道 表示这么一件大杀器 对那么有背景的她来说 不算什么 陆灵璇一惊在惊 苍山木雪楼 那可是大延王朝 真正的顶级势力 没想到 小小的一个北山城苏家 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那 那你怎么没去苍山木雪楼 陆灵璇转念一想 又有了疑问 可 我这个人您做鸡头 不做凤威 苏妍有些尴尬地说道 原来如此 陆灵璇点了点头 她懂了 她对自己这里被比作鸡窝 没什么意见 事实上 在一个四品圣地面前 木华宫连鸡窝都算不上 她这个掌门 想进人家那里看大门 说不定也得脱关系 她 知道吗 陆灵璇眼珠子转了转 望了眼那边的沈潇雪 问道 不知道 苏妍摇头 哈哈 陆灵璇忍不住笑了 这一刻 她都有点同情沈潇雪 就像一个人丢了一把黄洁灵器 明天发现她变成了玄街 后天又变成了地街 难也不知道吧 陆灵璇又问道 不知道 苏妍又摇头 这孩子命好 陆灵璇笑着摇了摇头 这一刻 一米三的她 就特向她的真实年龄 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奶奶 感叹着一命二运三风水 苏妍沉默 怎么说呢 她只是在牵抢附会 人家顾南一 可是货真价实的二品圣地 无相天宫的圣女啊 吴望山内 并没有不能飞行的这条法则 为了争夺数量不多的大运果 所有的武尊都会先走一步 很快 第一镜中就只剩下各个圣地的武宗 苏妍和顾南一发现 沈潇雪也消失了 两人也不准备找 主角嘛 进入各种秘境之后 不是都喜欢毒网的吗 不然岂不是不方便捡各种各样的金手指 吴望山的法则第一条 山上的黑雾永久不散 第二条 无论修为高低 都只能看到前方七杖内的目标 第三条 对于视线外的目标发动攻击 必然偏离目标 第四条 山路会欺骗你 有时候你无法分辨 自己正在朝山上走 还是往山下走 若在前十镜 可以望一眼山顶燃烧的一伙 确认方向 一伙是不会被浓雾遮蔽的 苏妍和顾南一都不知道 一个绿衣人 一直默默跟在他们身后 沈潇雪换上了那身绿袍 一张俏脸也被铜色的面纱遮掩 行走在浓雾中 在她的眼前 系统为她打开了一张任务地图 上面标记出了苏妍 以及其他舞者的位置 不仅如此 那上面还有无望山上 各种天才地宝的位置 钉 还任务 请宿主帮助苏妍 获得低音玉水 任务奖励 天书残业X1 低音玉水X1 沈潇雪望向某个方向 一个极寒的溶洞内 四名来自九幽喜剑池的弟子 惊喜地望着面前 一池低音玉水 低音玉水 这可是修炼神魂的圣水 进入神通境后 神魂的强弱 直接决定了神通的强弱 和使用次数 每一滴都价值连城 太多了 实在太多了 不愧是资源富饶的 两界无望山 这么多 足够让他们 整个九幽喜剑池受益了 然而 美梦的破碎 往往就在一瞬间 三个树内 滚出这里 一道冰冷沙哑的女生 从他们身后传来 谁 几人骇然转身 当即便是 看到一个绿衣人 站在身后 阁下是谁 为首的九幽喜剑池 首席夜酒苦 冷声问道 回答她的是 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 斩仙七剑 这些日子 随着做日常任务 画画 写诗 编箱囊 沈潇雪 也是收集起了 完整的斩仙七剑 还有一些其他的 玄阶高频武技 甚至是地阶武技 虽然 苏妍的好感度 始终不能提升 但还是 耗到了不少羊毛 客观的评价 这一世 有了系统的沈潇雪 实力还要超过 上一世十通时期的自己 很快 夜酒苦等人 便是满身是血的 逃出了溶洞 但 沈潇雪并没有放过他们 直到将他们撵出老远 方才罢手 当苏妍和顾南一 走进溶洞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残留血迹的地面 和一池静静等待采斜的 低音玉水 丁 恭喜你完成任务 苏妍获得低音玉水 X9999 你获得了天书残液X1 低音玉水X1 沈潇雪 看到那孤零零的一滴 低音玉水 沈潇雪的牙齿 又有点痒了 丁 还任务 帮助苏妍获得九仙芝 任务奖励 天书残液X1 竟然是九仙芝 沈潇雪的心 剧烈地狂跳起来 她虽然能在任务地图上 看到一些天才地宝的位置 却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 直到此时任务发布 她才知道 那里的竟然是九仙芝 九仙芝啊 此时沈潇雪脑海内 唯一的念头 就是自己拿了 九仙芝 能够永久提升 五折体内五元的再生速度 好几倍 根本就是有价无事 可遇不可求 系统 我可不可以放弃这一环任务 沈潇雪问道 环任务 一旦宿主放弃 其中的任意一环 即视为放弃之后的所有任务 任务失败 系统的解释 便如一盆冷水 当头泼下 半炙香后 绿衣沈潇雪持剑 将凌渊剑母一行人 堵在了牙下 有意思 第一次遇到 敢当我凌渊剑母录的人 一行识人 为首的是一轻衣男子 他录在外的肌肤上 密布满了一道道珠网般的青色剑痕 凌渊剑母第五十一席 天生剑体削藏剑 很快 常剑的交击声 便是在山谷中 想起削藏剑的实力 要远远超过叶九苦 即使是沈潇雪 也挨了好几剑 但他的神通 欠欲神体硬度堪比二 三品的黄街兵器 哪怕是出生五品圣地的削藏剑 都很难破防 反倒是沈潇雪的剑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越来越难缠 一柱香后 削藏剑捂着胸口 收了神通 深深地看了沈潇雪一眼 带着师弟师妹狼狈离去 五品圣地的清传 也不过如此 沈潇雪虽然这么说 身上刚刚却也挨了几十件 看到地图里 代表苏妍的光点 正在朝这里接近 他咬了咬背齿 退入了一旁的树林中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九仙之 你获得了天书残液X1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地阳玉髓 你获得了苏妍的袜子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龙元果 你获得了苏妍的美化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万山之根 你获得了天书残液X1 丁 还任务 帮助苏妍获得无望山第一镜的一火白玉天青火 奖励九仙之X1 呵呵 系统 你好大方 沈潇雪冷笑 沈潇雪望向头顶 黑雾中 一团无瑕的白火仿佛永夜里唯一的一盏斗灯 他知道 要想守住一伙 必然遭遇所有圣地舞者的围攻 无望山第一镜的山顶 来自各大圣地的强者 全都神情凝重地望着绿衣女子 之前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都是亲身体验过了绿衣女子的恐怖实力 但眼前的是一伙 每天 一伙火种只会燃烧一次 若被人踩走 就必须再等一日 但是他们能在无望山停留的时间 却是有限的 能采集到一伙的 注定只有少数人 出生第九龙雀 生着一双琥珀色兽童的女子冷声道 她的一只袖口内 还在滴着血 正是先前拜沈潇雪一剑所赐 解决她 再谈一伙归属 林渊剑墓的削藏剑也淡淡倒 呵呵 沈潇雪冷笑 肌肤之上 泛起一片欲制的光滑 直接持剑杀向了众人 虽然 沈潇雪成了众矢之地 但人心各有算计 总有人 想趁乱打一伙的主意 一时间 山顶变成了一场乱战 苏妍和顾南一到达时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一路上 他们也是 察觉到了 一路上真顺啊 一路就是剪剪剪 本来预想中的争夺资源 完全没有发生 就连路上的天魔 守护灵药的半身兽 也有人帮他们清理掉了 他们就这样 没经历任何战斗地 登上了山顶 过程 未免有些不真实了 直到此时 目睹山顶的乱斗 才有种回到现实的感觉 苏妍望向了处于 众人争夺忠心的 第一镜的异火 有人说 吴望山的异火 是被人为放置于此的目的 便是为人指路 因为这里的环境 本身并不能生出异火 此时苏妍看到的 便是吴望山第一镜的异火 白玉天青火 丁 系统提示 苏妍已经出现在异火周围 请宿主不露痕迹 助他获得异火 不要暴露身份 这时 沈潇雪的耳中 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那边 苏妍与顾南一 也是注意到了沈潇雪 她绿的 太显眼了 实在没办法 不让人多看两眼 该说 面纱和那身绿袍 不愧是系统出品 此时的顾南一 并不能听到沈潇雪的心声 但是她跟苏妍注视过来的目光 沈潇雪还是感觉太过灼热了 第十八章 这些都是收藏品 不是我针对你们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这些五六品 圣地出来的 全都是废物 绿衣的沈潇雪 望向萧藏剑等人 便是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敢如我等宗门 萧藏剑 兽童女子等人 闻言都是如沈潇雪所想那般 连一伙都顾不上了 大圣帝最重颜面 没有这么当众打脸的 萧藏剑 右半边身体迅速地灵气化 与右手中持握的灵剑相合 那名出生第九龙卷的兽童女子 右边的那只兽眸 则是翻转了过来 化为了一只金色的龙眸 剑气 龙威肆虐 所过之处 众武者纷纷退避 不敢承受余波 南一 你去采火 苏妍从沈潇雪身上收回目光 对顾南一说道 嗯 顾南一取出彩火顶 施展身法竹锋以北 趁乱靠近了那团白玉天青火 一个九品圣地出来的村姑 也敢觊觎一伙 一名红色短发 身穿皮甲的剑术女子 见到这一幕 当即便是举功对准了顾南一 深周虚空中 瞬间无数火星迸射 宁成为一只火矢 可惜了 虽然是村姑 但看着身段 面杀下英式的美人 袁宇那红发女人 眼中不由闪过一抹惋惜 但却并没有初见阻止 然而 就在那根火箭即将离闲的时刻 女人却是骇然抬头 就见她的头上 赫然多了一只黄色的擎天巨手 掌心中 一枚太极图案旋转 很快 白色消失 黑色占据全部 浓郁死气 如垂天之铺 灌顶而下 在她来不及反应前 就浇灭了全部生计 在第一时间远顿的 北海剑气盟的那位剑士 骇然低头 望向自己的右手 这条刚刚沾染了一丝死气的右臂 已经变成了一块死肉 诸位 不好意思 一伙 我们先收下了 诸位请等明日吧 苏妍收了神通 望向骇然变色的众圣帝舞者 淡淡说道 他是谁 竟然秒杀了烈日神殿 清传第三时期的陆三姑 众接骇然 他们两个 都是连山郡一个九品圣帝的吧 一个九品圣帝 我都没听过名字 师姐 烈日神殿的几名舞者 均是脸色惨白桃花仙庭 北海剑气盟 也都无法接受 烈日神殿第四代的大师姐 竟然被连山郡的一个村夫 一巴掌拍死了 九尤喜剑池的清传首席 叶九苦也是称目结舌 他是认得苏妍的 这不就是那个 不选他们九尤喜剑池 选了慕华公的智障吗 虽然苏妍已经善意地提醒过了 但自然还有 不服他这个村夫 想来抢夺一伙的 只能说 皇权引渡之手下 人人平等 不管什么出身 什么神通 什么修为 都只要一巴掌 在场能挨住一下的 除了顾南依和沈潇雪 或许只有肖藏剑 和第九龙雀的那个兽童女子 你不想要一伙了 那边 肖藏剑和兽童女子 眼见到一伙将要背踩走 也不由得眉头大皱 然而却被绿衣女子死死拖住 没法过去 沈潇雪不达 一手挥剑 一手藏于袖中 玉指飞舞 玄界一品武技 天书密传 天女之网 一条条法则构成的仿线 从肖藏剑和兽童女子的身上 交错而过 绊住香后 沈潇雪终于等到了系统的声音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白玉天清火 你获得了九仙之 进入吴望山的第二镜后 武者顿时就少了很多 很多人见到绿衣沈潇雪 更是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只能说 在第一镜的山顶 绿衣沈潇雪独占两大武品圣地的天骄 已经杀出了凶名 但是沈潇雪的任务 并没有变得轻松多少 进入到第二镜后 那些禁区的天魔 凶灵 半身兽 也变得更强了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 玄接一品灵气壁落剑 你获得了苏妍的袜子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交王残灵 你获得了苏妍的玉统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苍蓝星炎 你获得了天书残叶X1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二届通神令 你获得了苏妍的请一 叮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天上摇台燕 你获得了天书残叶X1 有着沈小雪的护航 苏妍跟顾南一两人行进飞快 进入吴望山的第二晚 就到达了第五境 这一晚 苏妍检查着乾坤界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 有的东西在乾坤界里放着放着就没有了 这难道是 两届吴望山里 某种不知名的诡异吗 与此同时 沈小雪看着乾坤界里那些 袜子 茶杯 玉桶 请衣 血压也是第无数次的飙升 尤其想到 这些都是 他这两天来 流血流汗换来的 更是要炸了 沈小雪深吸了一口气 正准备把这些东西 从自己的乾坤界内 全部清理掉 耳边 却是再次地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丁 任务请宿主好好收藏这些 与宿言之间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系统将基于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 每月给予资源奖励 沈小雪 第三日 继续上路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万灵甲 你获得了苏妍的春睡图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噬梦妖火 你获得了天书残液X1 第三日夜时 终于到达了第十境的山顶 丁 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苏妍成功获得了紫迹天火 你获得了天书残液X1 恭喜你 任务完成 终于 做完了 沈小雪松了一口气 一时间 目光无比复杂 这三天 恐怕是他人生中最憋屈的三天 好在 十八夜天书终于到手 除此之外 也还有些别的 虽然九成都是该死的收藏品 但也有九仙芝 低音玉髓之类的 就是不能跟白捡一路的苏妍 去比 此时 恢复自由的沈小雪 准备去四处逛逛 看看能不能剪点漏 他看着仍然在生肖的任务地图 当即便是朝着某个方向奔去 第十九章 龙雀神飞在模拟器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苍蓝星炎献猎X1 触发百倍返还 你获得了苍蓝星炎X100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天上摇台燕X1 触发十倍返还 你获得了天上摇台燕X10 南一 接下来的四天时间 我们就闭关 炼化一伙吧 惯例在南一这里刷完 苏妍便向着顾南一说道 吴旺山每次献是十四日成行 成行后一般是二十一日 以七日为限 每七日会发生一次旋转 中间的七日是两届交会的时间 那时候必然会遭遇多天界的人 苏妍和顾南一下到第九竞 找了个山洞 准备开始炼化一伙 另一边 沈潇雪则是占到了一个溶洞的入口 此时的她 已经脱下了那一身绿袍 换成了平日的装束 红衣在洞口呼啸的风声中 好像夜色里燃起的一团火 好多的龙血蝙蝠啊 沈潇雪朝着山洞里望去 柳眉微醋 却见 洞壁上赫然停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蝙蝠 龙血蝙蝠并不是什么强大的灵兽 只是 树木未免太多了些 不仅如此 这些灵至极低的龙血蝙蝠 望向她时 竟让沈潇雪生出了 未未知存在窥视的感觉 但在片刻的迟疑后 沈潇雪还是走进了溶洞 山腹内 交错纵横的溶洞 仿佛活物的血脉 就在深处的一个石窟之内 有着半具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骸骨 此骸骨 通体为红玉色 头上有被折断的骨质断角 骸骨只剩下了左半边 右半边不知所终 它的手指上 带着一枚暗金色的骨戒 此时 这枚戒指 正生腾起鸟鸟烟雾 这便是龙缺神妃 残灵寄居之所 也是沈潇雪的机缘 然而当下 残灵却正被困在梦魇中 红月平原 这里是处两界无望山外 始源世界与舵天界连接的 第二块禁区 龙缺神妃放眼望去 红月所普照之地 全部是死状凄惨的尸体 战场的中央 一个容貌妖艳 生着一双红毛的光头男子 被一把银色的地阶长枪 钉在地上 那是大炎王朝的十大鸣枪之手 地阶七品 青世银河 他的主人 更是王朝严廷三十六将之手的 白袍楚天侧 光头男子被贯穿了胸口 身上更是插满了数千只见识 然而 他还活着 龙缺神妃知道 那是因为 他练成了他祖宗当年的神通 堕天万劫血魔神 堕天五帝当年 凭借着此神通 被他烧到最后一滴血 都能最终反杀 此时的弟子柳相 不过他当年的万分之一把了 而楚天侧 现在已经只剩下那一身白袍 连尸体都没留下 龙缺神妃看着柳相的那张脸 像 太像了 柳相的脸 可以让他直接回忆起 堕天五帝 无论是气质还是容貌 都太像了 或许千百年后 他就是第二个堕天五帝 他心中 杀意沸腾 只可惜 他现在就是一个旁观者 无法改变任何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 柳相身上的箭矢 正在一支支的掉落 他正在恢复 便在此时 无论是龙缺神妃 还是柳相 都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声 那是一个大阎王朝的士兵 不同于大阎王朝最精锐的 阎廷军 朔丰军 他身上的盔甲代表着 他只是一个郡县兵 那是大阎王朝 战力最弱的炮灰中的炮灰 苏延 龙缺神妃看到他 心中微动 其实 这场梦 就是从这个名叫苏延的男子开始的 只是 龙缺神妃对他平庸的人生 并提不起多少兴趣 在梦中 那个龙缺神妃选择的人 也不是他 而是他的妻子 直到他代替沈潇雪上了战场 龙缺神妃才唯有触动 但也仅此而已 在浩大的战场上 他也只能做炮灰 这么平庸的人 注定了只能做狂风中随风起舞的微尘 对于像龙缺神妃这样能掀起狂风的存在 他的喜怒哀乐 人生际遇 实在太过于不值一提 哈哈 你想来捕刀吗 可是 你这样的蝼蚁 便连捕刀的资格都没有啊 柳相看着这个大阎士兵一刀落下 若无其事地笑了 苏延又从旁边捡来了一把战斧 那是一位严庭战将的兵器 嘿嘿 你换兵器也没用 柳相说完 果如他所言一般便连地阶九品的战斧 在苏延手中 也无法给他身上增添一条新的伤口 然而 旁观着这一切的龙缺神妃 却像是想到了什么 望向苏延的目光有些变了 你一个小藏镜五尊 砍一千下一万下 对我来说也是挠痒痒 柳相有些不耐烦了 你的同伴都跑了 你为什么不跑 你这样的小卒子 决定不了任何大事 能决定的 也只有自己的小命 再等一会儿 你会死得很惨的 柳相感受着自己伤势的恢复速度 冷笑道 苏延却道 第一次开口道 你看错了 什么 柳相皱眉 我不是小藏镜五尊 只是一个神通镜的五尊而已 柳相 柳相一时间 竟不知道如何开口 却见苏延取出了一个玉瓶 里面装满了丹药 这个是破脏丹 我就是 用这个伪装成小藏镜五尊的 你疯了 柳相感觉不可思议 破脏丹 这种禁忌丹药 连丹方都已经失传多年 何为破脏 要突破五尊时 便会明白 人体 本为一宝库 小藏大藏 便是要打开宝库 发挥宝物本来的功能 而所谓的破脏丹 就是要透支破坏这些人体之宝 紧接着 柳相便是看见 苏延向嘴里塞了几十颗破脏丹 然后再次举起了斧头 你们夺天界 有句话叫做 宁藏血海 不求长生 在我们始源世界看来 你们都是疯子 但始源界 正是少了几个你们这样的疯子呢 龙雀神妃和柳相都呆呆地看着 苏延一边往嘴里磕着破脏丹 一边一斧子一斧子地落下 一颗又一颗的破脏丹 毁掉她的五道根基 毁掉她的生命本源 但也让她的实力 短时间内有了巨大的窜身 第二十章 爬回去 见妻子一面 我还想爬回去 见妻子一面 所以拜托你 快死吧 苏延一边吐血 一边说道 直到这个奇怪的梦境结束 苏延那一幅 一幅麾下的情景 还在龙雀神妃的脑中 久久不能散去 想到她最后面容哭狗 直体扭曲 孤独地惨死在那个大雪夜 龙雀神妃 不由得便是对着梦中收的 那个弟子沈潇雪 生出了不满 尤其是想到苏延那句 还想流一口气 爬回去见妻子一面 她心中便更不是滋味了 在龙雀神妃眼里 能上戒鱼战场 便算好男儿了 何况她还杀了 舵天武帝的弟子 为此付出了那么惨烈的代价 结局却如此凄凉 站在妻子的角度 丈夫为了你上战场 你却不愿最后送她一程 站在天下的角度 冰湿浴血平天下 却不能安享太平 便是 历经千百万年沧桑的龙雀神妃 再次亲眼目睹这些 也是一难平 但是 这个梦会在将来真实发生吗 她真的会收一个名叫 沈潇雪的弟子吗 在那半具海骨之上的戒指 散发而出的红雾越来越浓 逐渐地便是化成了一个 一身火红色龙袍 头生龙角的女子 正是如沈潇雪他们在记忆碎片中 所见的模样 她一显现身形 洞壁上的那些龙血蝙蝠 便是都朝着她飞来 她闭上眼 神石便是与这无望山中 成千上万的龙血蝙蝠 融为一体 它们 都是她的眼睛 两个时辰后 沈潇雪推开了那两扇地窟的石门 当她看到 那个红袍龙角的女子时 顿时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当中 龙雀神妃 她竟然真的在现实中 遇到了龙雀神妃 这是否代表着系统给她看的那些记忆碎片 全都是真的 苏妍为她做的那些 以及 她或许是将来的始源界女帝 沈潇雪一时间无法接受那么巨大的冲击 另一边 龙雀神妃也沉默着 通过龙雀蝙蝠的眼睛 她实际上早已发现了沈潇雪 这两个时辰 她一直在想要怎么对待沈潇雪 刚刚一路上 龙雀神妃也是针对沈潇雪 布置下了很多虫的试炼 可以说 沈潇雪无论是天赋还是心智 甚至都还要超过当年的她 若没有刚刚那个梦 无疑 沈潇雪是最适合继承她一波的人 可是 想到梦中苏妍遭遇的一切 她线下只想抱打眼前的女人一顿 梦中苏妍所做的一切 连她这个铁石心肠的老怪物都动容了 作为她的妻子 这个沈潇雪 她是没有心吗 你可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丈夫 不知道过了多久 龙雀神妃方才声音冰冷地问道 沈潇雪 沈潇雪没想到 龙雀神妃第一句话 竟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嗯 几秒的沉默后 沈潇雪才点了点头 若在苏妍刚刚退婚那会儿 沈潇雪一定会选择否认 正像她当时砸碎的那个茶杯一样 既然苏妍选择分开 那从此就是破尽难缘 覆水难收 以她的骄傲 绝对不会给苏妍第二次机会 但 系统的那些记忆碎片 确实改变了她的想法 无论是 苏妍为了她 放弃进入四品圣地的机会 还是为了她 耗费十年炼制破账单 都像是一块块的巨石 撼动了她的心弧 她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世的苏妍 为什么与记忆碎片中的那么不同 但是 她已经决定了 会将苏妍从顾南一身边抢回来 既然 她是始源世界未来的女帝 谁都不可能 从她身边把人抢走 顾南一凭什么跟她争 她将来能给苏妍的 一定是这世间最好的 前辈 你可是龙雀神妃殿下吗 沈潇雪问道 不知前辈为何询问小女婚事 在沈潇雪想来 龙雀神妃或许是觉得 男女之情会影响她的大地之路 也只有这种解释了 果然 就听龙雀神妃说道 你还是退婚吧 沈潇雪 不出所料 她抬起头 目光中露出一丝坚定 正想说 就算不退婚 苏妍也不会拖累她 却听龙雀神妃道 我管你不是良配 还是放过人家吧 沈潇雪 一个一练神通 要到二练 正常途径 需要收集大量的神通碎片 以五元 慢慢练化入自身的神通拼图中 不过 不需要同种神通碎片 一种神通碎片也可以 但是 如果用一火淬炼神通 便是可以不需要神通碎片 也不需要用五元淬炼 三天时间 苏妍把获得的所有一火 都刷了一遍 此时苏妍的身上 便是有着十种十几万份的一火 最多的是第六境的 天炉百断火 直接爆了一次十万倍返还 还有第四境的是梦妖火 第七境的千丝幽犬火 也都有万倍返还 若不是苏妍 有着超越所有乾坤界的系统空间 根本无处安放 三天时间 苏妍和顾南一俩人 直接用大量的一火 将神通从一炼淬炼到了十八炼 本来 十炼已经是神通境圆满了 可以突破小藏了 十炼之后 每再想淬炼一次 所耗费的材料都要翻数百倍 一般家里有矿的舞者 最多也就是淬炼十二次 整个始源世界十八炼的 也只有他们俩人 历史上 十八炼又被称为极限神通 虽然是神通境 却有不输成运境 而苏妍也是为此耗费了二万多份天鲁柏断火 六千多份是梦妖火和千丝悠犬火 以及几千份其他种类的一火 这在其他舞者根本无法想象 恐怕掏空一个五品圣地也拿不出来 而用一火淬炼神通 也让苏妍和顾南一的两门神通 有了一火带来的特性 黄泉引渡之首 十八炼神通 递接一品 特性一 精化 来源 苍蓝兴炎 神通所致 一定概率让目标精化 特性二 梦界现世 使用神通时有一定概率 出现一个梦界化身的自己 同时攻击目标 特性三 天眼 来源 此即天火 神通使用后 必然命中目标 清连灯心之铜 清帝右眼 不完整 十八炼神通 递接一品 特性一 不惜之柴 来源 天上摇台燕 神通发动后 三个呼吸内不能被任何手段熄灭 特性二 乱神 来源 是梦天火 神通使用后能令目标神智错乱 剩下还有总量七八万份的一火 苏炎准备留着以后淬炼灵气出售 或者尝试合成更高级的亡火圣火 第21章 突破五尊和冲击十八炼 很快 七天时间眨眼急过 一眨眼便是到了吴望山成行的第八天 这一日 只要是还在山上的人都感到了巨大的震动 脚下的禁躯 好像是化成活物 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在旋转 吴望山成行的第八日 两界交汇之日 这一日 而就在前一晚 始元界这一边 无论是武宗还是武尊 都在连夜下山 选择离开吴望山 根据以往的经验 两界间同境界舞者的交手 始元界这边往往实战九输 舵天界那边 就是一群脑子里只有杀戮的疯狗 聪明的人都不会选择与疯狗拼命 吴望山外的营地中 陆灵玄焦急地打量着周围 却始终没找到自己家的三个弟子 他们是怎么回事 明明提醒过 第七天就要下山的 等到第八天清晨 陆灵玄已经是满头冷汗了 另一边 沈潇雪这几日都跟龙雀神妃待在一起 龙雀神妃和沈潇雪 虽然相互之间都有意见 却还是只能凑合着搭伙 对于龙雀神妃而言 五百万年沉睡又醒来 沈潇雪是他在吴望山等到的 唯一一个有武帝之姿的人 而沈潇雪确实不理解自己到底哪里不是良配了 何况又不嫁进你家 是不是良配 跟你这个死了五百万年的老女人有什么关系 不过 虽然心中富匪 沈潇雪对龙雀神妃还是心存感激的 龙雀神妃交给了他曾经的二品圣地 九天龙雀的传承 以及他五百万年来收藏的一伙 沈潇雪虽然没有能如苏妍和顾南依那般 将神通淬炼到十八次 但却跟上一世时一样 在淬炼到十二次后 用九天龙雀的古法突破到了五尊境 就在这时 耳中便是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丁 系统提示 与舵天界弟子柳相一战 奖励 苏妍的第五块记忆碎片 柳相 沈潇雪柳眉微醋 作为曾经一直偏居于北山城这种乡下的村姑 沈潇雪并没有听过柳相的名字 但是既然是弟子 自然不是普通人了 这个柳相是什么修为 沈潇雪问系统 弟子柳相现在是神通淨 既然是神通淨 沈潇雪自然无惧 但还有个问题 史元界这边 舞者都会在第七日下山 他出去要面对的 不可能只有柳相一人 还会有舵天界的一群武宗 甚至是武尊 前辈 我想与舵天界那边的人公平一战 你可以有办法 沈潇雪问龙雀神飞道 你为什么有这种念头 龙雀神飞感觉到意外的问道 久闻舵天界和史元界是上古至今的宿敌 想见识一下 沈潇雪淡淡道 好 你去吧 我会帮你 龙雀神飞沉默了片刻 说道 此时 他不由地想起了梦中的那一幕 苏妍在面对柳相时 是什么心情 此时 沈潇雪也要面对那个柳相 正好让他亲身体验一下 呵呵 果然那群孬肿都走光了 吴望山 第十境 柳相用柴火顶 取走了这里的子祭天火 望着空无一人的山顶 不懈地摇了摇头 从舵天武帝开始 史元界的舞者 便是逐渐地被他们驯化成了羊 羊群闻到狼的气息 可不是只会跑吗 然而 便在此时 他却是忽然听到 农雾后 摇摇的一个女声传来 谁是弟子柳相 可敢一战 旋即 柳相便是看见 农雾后走出一个神色清冷的红衣女子 沈潇雪打亮着眼前那些血袍男女 心中也是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这群人中 似乎只有光头男子身边的一个老头 是武尊 舵天界的那些武尊 英氏也都在上试境 只要 不遭遇大批武尊围攻 就算没有龙雀神飞 他也有信心从容离开 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就是那个弟子吧 沈潇雪的剑 指向了那个存在感最强的光头男子 属于武尊的威压 轰然爆发 而在吴望山的另一边 苏妍和顾南一也是没有下山 而是无声无息地 到了吴望山的另一侧 如今 十八恋神通的他们 已经无惧一般的武王 在这最高武尊的吴望山内 自然可以肆无忌惮一点 这一侧的十种异火 苏妍也不准备放过 来了 就顺手踩了 路上遇到的舵天界舞者 都被随手解决 苏妍和顾南一 闲庭幸福地踩火时 沈潇雪却是陷入了苦战 沈潇雪一化为九 每一个她 都是全身环绕着宝玉的色泽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柳向 地阶九品 天书密传 天女道身 一剑 两剑 三剑 刷刷刷刷刷刷 九个她都出手如垫 嵌欲神体加持 每一剑 都写山岳崩塌之威 碰 碰 碰 剑气所知之处 一片又一片 吴望山上的山石 被轰出了巨大坑洞 九道身影交错纵横 封堵了柳向四方的退路 可是 为什么 竟然 没有一剑 落到实体 在沈潇雪难以置信的注视下 她眼前 那名光头红眼的男子 周身被血雾笼罩 四肢扭曲之间 几乎没有人形 她那扭曲的姿态 简直就像天魔一般 这怎么可能 沈潇雪一咬背齿 长剑上 骤然喷发一道电光 速度也骤然加快 终于斩中了血影 然而 哪怕是砍中了 柳向却若无其事地笑了 你 仅此而已吗 柳向宁笑道 沈潇雪柳眉紧皱 这个舵天界的弟子实力 超乎了她的想象 她的神通 品杰很高 且超乎想象的诡异 沈潇雪自从休无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难缠吧 这就是舵天万劫 血魔体 来自舵天武帝的天界神通 哪怕她站着不动让你杀 你都未必能让她死 她现在只是神通静 身为武尊的你 都无可奈何 试想一下 若是你的修为 还不如她呢 这时 龙雀神飞带着笑意的声音 悠悠地在沈潇雪耳边响起 沈潇雪 你在笑什么 不知为何 此时 龙雀神飞的声音 总给沈潇雪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第二十二章 那个人与我何干 前辈 你是什么意思呢 沈潇雪不悦地问道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现在修为高过这个柳相 还有女帝之姿 尚且对她无可奈何 曾经却有人 用比她更低的修为 平庸的资质 面对她 你可以想象有多难 沈潇雪 多难也好 跟我何干 当然 和你有关 很有关 这个时候龙雀神飞那种风凉的声音 还在耳边响着 沈潇雪 你倒是说 哪里跟我有关 不过以沈潇雪的骄傲 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她坚持了六天 直到两届教会的时间将要过去 她身上 各种丹药几乎耗尽 反而越来越陷入困境 沈潇雪跟柳相硬汗一掌 低头一看 预置的到身上 竟是出现了细密的裂纹 反观柳相 她那堕天万劫雪魔体 虽然瘦窗更重 却是很快恢复如初 随着五元渐渐无以为计 沈潇雪竟是渐渐落入了下风 这样被低境界压制 在她身上还是第一次 她也是第一次体会到 以前那些对手面对她时 那种憋屈的感觉 此时 就在她的眼前 柳相的血魔身正在迅速地变得巨大 转眼间 已是高达几十丈 头下的阴影完全将她笼罩 巨大的长歌 如地狱抽下的血盒 沈潇雪如汉百王之力 五脏六腑军裂 郊躯 倒飞嵌入山体中 一时间只感觉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完好的骨头 眼前泄光大放 血色长歌电射而至 贯穿她的小腹 深深埋入山体 柳相转动血色长歌 贯穿灵魂的剧痛 让沈潇雪那张素来清冷的俏脸 都紧皱在一起 美眸之中 不由得也多了一丝惊句 她现在只想问系统 为何要发布这种任务 让她来招惹这么一个怪物 若她不死 你的地路会被她终结 戒指内 龙雀神飞望着这一幕 与柳相之间的战斗 龙雀神飞更加失望 沈潇雪虽然有女帝之姿 但就算成长起来 恐怕也很难超越当年的自己 若现实不同于梦境 没有一个能杀死柳相的苏颜 那沈潇雪五百年后 也不是柳相的对手 这个时候的沈潇雪 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意 用尽底牌 摆脱了柳相之后 便是一路朝着吴望山下逃去 前辈 你说这世上 有人能用比她低的修为战塔 途中 沈潇雪忍不住喘息着问道 她感觉 她刚刚算是青身领教过了 惰天界弟子的恐怖 不信还有那种人 当然 而且还杀了她 龙雀神飞淡淡地说道 沈潇雪 沈潇雪连笑都懒得笑 可是与此同时 四镜之上 柳相正面对着 彩火归来的苏颜和顾南依 柳相也惊了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一回始源界那边 除了那个红衣女疯子 又冒出两个有种的 说实话 那个红衣女疯子 还是让她感觉到了有点难缠 想把她留下也做不到 但这对男女只是武宗 必不可能让他们 活着走出无望山了 啊 是你啊 苏颜看到柳相之后 也先是一愣 继而笑了 惰天界弟子柳相 前世时 苏颜为了补一刀 可是差点把自己的命搭上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现在回忆 就像蚂蚁想要咬死大象一样 你认识我 柳相皱眉 眼前这个始源界人 看她的目光很奇怪 嗯 不过 我没必要重新认识一个死人了 苏颜叹了口气道 问 下一秒 一只通体 仿佛由蓝色水晶拼接而成的巨掌 便出现在空中掌心中 巨大的太极旋转间 仿佛带着转起了此界的阴阳 好大的口气 不过 我也这么觉得 柳相一愣 旋即 脸上露出凝笑 身形扭转 躲避 柳相朝着一侧横移 就离开了巨掌的笼罩范围 这个神通 看似威力巨大 打不中 什么用都没有 始源界的舞者 总是喜欢这样滑而不实的东西 然而 还不待柳相怀疑颜色 下一秒 只听舵天界的其他人 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紧接着 柳相也若有所觉 抬头 顿时眼珠子疯狂震战了起来 这是什么 这一刻 无论是柳相 还是舵天界的其他舞者 全部陷入了呆滞之中 虚空中 赫然浮现出了第二只蓝色巨掌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蓝色的巨掌 斜着青天崩塌之威 轰然落下 是梦妖火 梦见现世 请客间 地面的岩石连带着柳相 瞬息惊化 苍蓝星炎 惊化 一条血线 挣扎扭曲着 逃逸而出 一边快速游走 一边延伸出一条条血线 然而 迎接他的是 巨掌第二次落下 原本已经脱离的巨掌 竟是横跨数百里 虚余而至 此即天火 天眼 神通 必然命中 曾经蚂蚁面前的大象 今生杀之 只要一巴掌 沈潇雪 你还活着 你可见过苏妍和顾南一 沈潇雪刚刚离开吴望山 便是被一人紧紧地拉住 木华宫的掌门陆灵璇 满脸憔悴 紧紧地盯着他 什么 他们难道没出来 沈潇雪文言 也是骇然变色 陆灵璇 颓然松手 这几天 他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吴望山这种中年黑雾笼罩的环境 想进去找人 根本不可能 他只能祈祷 苏妍他们 不要遇上堕天界的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心也是一天一天的往下沉 已经做好了 他们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没想到 竟然见到了活着的沈潇雪 从里面出来 此时其他圣地的人都走光了 除了陆灵璇之外 只留下凌云剑墓的那位武王天铺剑军 他之所以还在这里 只是为了提防堕天界那边 有人借着两剑 交汇之机侵入 此时见到沈潇雪 同样满脸惊讶 苏妍竟然还在里面 沈潇雪如遭雷击 一咬被尺 当即便是准备扭头回去 你疯了 此时拦在沈潇雪面前的 不是陆灵璇 而是天铺剑军皱眉冷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出来的 但是幸运不会一直眷顾你 惰天界的弟子柳相也在里面 苏妍遇到他 必死无疑 沈潇雪咬牙 握紧了拳头 柳相 天铺剑军闻言 也不由微微变色 然而 就在此时 几人忽然都是若有所觉的转头 却见 又有两人从吴望山而来 走出了天铺剑军部下的那片云木 苏妍顾难医 陆灵璇惊喜之色 溢于言表 沈潇雪心中一块巨石 也不由得在此时落下 你们遇到一个光头红眼的男子了吗 沈潇雪忍不住问道 遇到了呀 苏妍说道 被我杀了 什么 沈潇雪瞪大了一双美眸 满脸不幸 陆灵璇和天铺剑军也是如此 苏妍却是从乾坤界中 取出了那柄血色长歌 诺 战利品 第23章 想做苏妍的女儿 直到回到木华宫时 沈潇雪依然难以置信 给她留下巨大阴影的弟子柳相 竟然死在了苏妍手里 而苏妍走出乌望山 身上滴血不染的样子 与她的狼狈 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种的疑惑 或许也只有在那些记忆碎片中 才能找到一些答案了 冰 恭喜你 完成任务迎战弟子柳相 奖励苏妍的第五块钱是碎片 沈潇雪躺在自己的床上 叹了口气 打开了记忆碎片 这一次 沈潇雪看到的 依旧是北山城主府的后院 但是却不见苏妍 眼前 只有一个七八岁 粉雕欲拙 雌娃娃一般的小姑娘 正在奔跑着扑蝴蝶 沈潇雪 这个女还是谁 莫非是她和苏妍的女儿 想到 自己跟苏妍的女儿 竟然都那么大了 沈潇雪心中 也不由地涌起了一阵异样 苏大哥 正在这时 小女孩却是眼前一亮 迈开一双萝卜丝的小短腿 朝着一个方向奔去 沈潇雪望去 果然就看到了苏妍 小诺诺 见到女孩向自己扑来 苏妍也是笑着 将她举了起来 转了一圈 原来不是女儿 沈潇雪松了口气 旋即却又苦笑 什么时候 她竟然会想到 跟苏妍生女儿了 这在以前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苏大哥 小诺诺感觉到 爷爷就要来了 小诺诺快要走了 小诺诺拉住苏妍的衣角 有些恋恋不舍地说道 到时候 就听不到苏大哥 给小诺诺讲故事了 苏大哥要是 小诺诺的爸爸就好了 小诺诺总要回到 爷爷身边的 小女孩眼巴巴地 看着苏妍 苏妍摸了摸 她的小脑袋 从乾坤界中 取出一卷书册给她 那些故事 我都写在这里面了 这里面的故事 本来就是你苏大哥 我准备讲给女儿听的呢 便是在此时 突然之间 庭院内刮起了一阵微风 风过处 空间好似水面一般 荡起了一圈圈涟漪 紧接着 几人的面前 便是出现了一个白袍老者 老者的手中 握着半枚铜钳 正好能与小女孩脖子上 用红绳串着的半枚铜钳 合成一个整体 她是谁 沈潇雪亥然 这样从虚空中现身的手段 她闻所未闻 小诺诺 叫你乱跑 让爷爷好找 白袍老者一出现 便是向着 那个小女孩训斥道 爷爷 对不起 小诺诺似乎有点怕这个爷爷 缩了缩脑袋 乖乖地回到他身边 道歉见他这样 老者心中一软 也发不出火了 叹了口气道 这次多亏有好心人帮忙 不然 你可得吃苦头了 话落 他妄想苏颜 小有 老夫寄仰号 多谢小有对小诺诺的照顾 我关小有眉间似有愁容 可是有何难处 若有所求 但说无妨 什么 寄仰号 那个小姑娘 竟然是寄仰号的孙女 沈潇雪大害 甚至比起上次见到那位圆月主时 更加震惊 因为这位的名声 比圆月主更大 他乃是此世界系公认的第一单师 第一神医 长生界的白衣药地 与他齐名的是黑衣毒地 但也有传闻 他俩是一个人 因为一个世界 一般不会同时存在两个五地 那边 苏颜似乎从小诺诺那里 早听说过老者的身份 此时听他自爆家门 脸上并没有多少意外之色 恭敬地湿了一里 前辈 晚辈却有一事相求 寄仰号点了点头 等待下文 苏颜会有事相求 他不意外 哪怕是真的无欲无求的人 见到他之后 也会生出别的想法 此时 沈潇雪也是全神贯注 不知道苏颜会求什么 这可是要地 真正能生死人肉白骨 化福朽为神奇的存在 晚辈想求一些破脏单 什么 就算是漫长岁月 见多了各色人等的寄仰号 听到苏颜的所求 也露出了意外之色 他不由地问道 你既然知道破脏单 你可知服用破脏单的后果 沈潇雪心中也是疑惑不已 之前 他从未听过破脏单 苏颜却道 这些晚辈都知道 但是只有破脏单 才能解晚辈的燃眉至极 苏颜态度坚决 你有何难处可以告诉老夫 何必要自毁五道根基 拔高修为 激仰号摇了摇头 劝道 我关你的资质 也算终上 假以时日 修成一个武王不难 若找老夫要一些洗精法水 巩固灵根的丹药 亚圣也不无可能 但若用了那破脏单 那便一切皆修了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闻言 沈潇雪虽没有实体 却也是紧紧地盯着苏颜 他此时也是听明白了 那破脏单 究竟是一种什么丹药 他真的很想 揪着苏颜的衣领 质问一番 他到底想干什么 要的当面 为何他非要求一种 自毁根基的丹药 那 不知前辈 可有其他办法 助我在一个月内突破五尊 苏颜苦笑着问道 这个 真没有 激仰号文言 脸上也是不由得 露出了一抹为难之色 以苏颜现在的境界 想突破小脏境 快则两三年 慢则十年 若是其他境界 激仰号或者还有办法 但神通道小藏很特殊 这是一个内照本体 和体悟本体的过程 全靠自身天赋悟性 快的或许能瞬间顿悟 慢的就是需要时间积累 他也没有拔苗助长以外的办法 最终 在苏颜的坚持下 激仰号也只能成全他 不过 除了破脏单之外 还给他留了一瓶修复根基的丹药 但 激仰号也告诉他了 这只能帮他勉强保命 破脏单对五道根基的损害 是不可逆的 而他的后半生 也将沉沦在病痛的折磨中 激仰号带着依依不舍的小诺诺离开后 空无一人的庭院内 便只剩下苏颜一人 苏颜低头望着那个装满破脏单的药瓶 不可思议的 脸上竟然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而作为旁观者的沈潇雪 却是比他更急 他望着那个药瓶 心中生出了巨大的恐惧感 不 不要苏颜 你住手 下一瞬 他便是看见 苏颜从药瓶中 倒出了一颗血红色的丹药 毫不犹豫地吞服了下去 沈潇雪尖叫起来 可是他的声音 注定只有他自己听见 无法传入苏颜的耳中 第24章 前世跟苏颜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是谁 沈潇雪很想知道为什么 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苏颜不惜毁掉每个舞者 都视若生命的五道根基 也要急着突破五尊 但是记忆碎片已经到了尽头 回到现实 碰 沈潇雪憋门之下 直接便是把身下的床榻拍得粉碎 丁 系统提示 发布任务 请宿主在8月初八那一天 前往北山城 西城顶铺 奖励 苏颜的第六块记忆碎片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 系统竟然是在他苏醒后 直接就发布了下一个记忆碎片的任务 另一边 顾南一也跟先前几次一样 和沈潇雪同步看完了记忆 不由的 他也捂住了心口 香喊淋漓 刚看到 幻境里的苏颜服用下破脏单的时候 他的心也碎了 他也很想知道为什么 打开窗 时镜黄昏 窗外细雨绵绵 顾南一的一双妙目中 不由的闪过一抹黯然 其实他可以猜到一些原因 幻境中的苏颜之所以那么急迫 可能还是因为沈潇雪 丁 问题 上一世时 与苏颜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是谁 选项一 沈潇雪 选项二 顾南一 选项三 六九 回答正确 奖励 始源界的十大名情之首 春秋比义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的答题系统 打断了他的思绪 顾南一 啊 这次的问题 顾南一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答案 根据过往的问题和记忆碎片 沈潇雪和六九都不会是那个 跟苏颜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 所以那个人 是我吗 恭喜宿主 回答正确 你获得了始源界十大名情之首 春秋比义 从系统空间内取出 那把古琴仙止拨动琴弦 顿时有鸟鸟仙音 绕梁而起 春秋比义 顾南一一瞬间便爱上了这把琴 若将来 苏颜志在四方 那他便抚琴随他 金戈铁马 征战万剑 若不然 隐居山林 高山流水 也是极好的 无论如何 有他宠着 都必不会再让苏颜吃一遍前世的苦 丁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顾南一对你的情感 从莲池共种 到了至死不渝 恭喜宿主 手气加一 恭喜宿主 每日返还次数加一 苏颜看着系统提示 南一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 这次系统增加的 不是返还的最大倍数 而是每日的返还次数吗 不绝间 草长应飞 春光飞舵 三月时间转瞬即过 苏颜和顾南一 也是接连突破到了小藏境 苏颜带着顾南一 回到了北山城小住 陪伴苏北山 这一日 苏颜却是带着顾南一 进了莲苍山脉 越见西斜 莲苍山脉的最高峰下 几个九游喜剑池的人 堵住了一个红衣小姑娘 莫老你确定 他真是你说的那种 十万年的血肉铃身 为首一名中年模样的武尊 向着身边一个身形 半虚半实的老者问道 老夫生前可是四品炼丹师 眼光怎会有错 老者望着小姑娘 眼中惊异之色 迟迟无法散去 事实上 他感觉 这个化为人形的血肉铃身 或许不止十万年 如此灵性的血肉铃身 他生前从未见过 四人闻言 无不是惊喜交加 他们原本只是进山采药 遇到这个小姑娘的时候 只觉得奇怪 这么小的女孩 怎么会出现在莲苍山脉深处 还是为首五尊带着的这个武灵 一口点破了 这是十万年以上的血肉铃身 来吧 人生娃娃 乖乖地到网里来 这网呢 就是专门抓你们这种 会跑会跳的灵药的 你逃不掉的 为首的五尊 直接取出了不要网 你们别过来 再过来 小诺诺就要掏铜钱了 小女孩很害怕 手里紧紧攥着半枚铜钱 哈哈 半枚铜钱而已 你知道 你自己值多少钱吗 那个久悠喜剑持的五尊 完全没把小诺诺的威胁 放在眼里 大笑着就要下网 然而 就在这时 小诺诺也丢出了那半枚铜钱 小女孩却是捂住了眼睛 转过身去 一副害怕的不敢看的样子 就在她身后 包括那个五尊在内 四人全部都在无声无息间 化为了窟窿 那个武林木老 也在无声无息间 烟消云散了 危险解除 小女孩却是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起来 每颗眼泪珠子落在地上 都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自从偷溜进爷爷的服侍之门 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他每天都被风吹雨淋 人追寿感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小朋友 要吃枣泥糕吗 正在这时 小诺诺的鼻子里 却是闻到了一丝清香 抬头便是看到了 一个一身轻衣的男子 和一个白衣小姐姐 轻衣男子的手中 解开了一个 散发着热气的包裹 顾男医 苏妍此时的样子 不由的就让她想起 她用一块桂花糕 把自己拐走的历史 苏妍将小诺诺 带回了北山城的家中 一起生活 她一直等待着 跺天界和始源界战争的消息 但或许是因为 她杀了柳相 如此正好 苏妍每日 就是陪陪老婆 给小诺诺讲讲故事 和前世一样 素材都来自穿越前的世界 也是收获了人生娃娃不少眼泪 嗯 小诺诺也是给报酬的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男医千万年血肉铃身的身须 触发百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百万年份血肉铃身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男医千万年血肉铃身的眼泪X100 触发千倍返还 你获得了万生灵液X100 真的 苏妍有点比前世 更舍不得小诺诺了呢 而前世时 那个白衣要递基养号 是哪一天找来的 苏妍确实也有点记不清了 直到这一日 第25章 她是为了替我上战场 小诺诺 叫你乱跑 赶跑进服饰之门里边 让爷爷好找 和前世的时候一样 白袍老者刚一出现 便是向着 那个小女孩训斥道 爷爷 我错了 小诺诺低头 揪着衣角 白衣老者叹了口气 多亏有好心人帮忙 不然 你可得吃苦头了 老者望向苏妍和顾南依 多谢两位小友照顾诺诺 老夫基养号 你们有何所求 但说无妨 基养号望向俩人说道 这一刻 顾南依呼吸一致 不由得紧张地 抓住了苏妍的手掌 她很怕 苏妍会像上一世那般 向这位要地 讨要破脏单 与此同时 隔着一段距离站 在街角的沈潇雪 在系统的帮助下 也是能清晰地 听到几人的对话 这时也不由紧张地 留下了冷汗 但是 他们所担忧之事 并没有发生 就听见苏妍笑道 既然前辈这么说了 那我们便不客气了 希望前辈能赐下一枚 青帝升格丹 文言 沈潇雪和顾南依 都是松了口气 但旋即 沈潇雪的柳眉 却又皱起 青帝升格丹 这也是一种 她从未听说过的丹药 顾南依却是听过的 不由目光复杂的望向苏妍 眼中似有千言万语 哦 你所图很大呀 积养浩文言 却是上下打量着顾南依 这个小姑娘 本就天资一流 若扶下老夫一颗 青帝升格丹 将来说不定 真有成帝的可能 只是我很好奇 你为何不为自己 也讨要一颗 赤帝升格丹呢 青帝升格丹 顾名思义 能够改变根骨 甚至命格 升格丹分别有 青赤黄白黑五种 对应舞者的五种体质 顾南依体质属木 所以是青帝升格丹 而苏颜体质属火 他需要的 就是赤帝升格丹了 晚辈知道 升格丹的珍贵 请前辈赐下一颗 已是不情之请 怎敢贪得无厌呢 再者 晚辈资质愚钝 就算用了升格丹 恐怕也是爆裂天物 我与南依一体 他若能成帝 便像我自己成帝一样的 苏颜笑道 一边的顾南依文言 不由动容不已 便是激昂号 也有些动容 老夫见多了 为利益反目的夫妻 如你这般一片真心 倒是难得 你之所求 老夫成全了 祝你们永远 做一对神仙眷侣 另一边 沈小雪却已经看不下去 转身而走 他没想到 这一世 苏颜没要那破葬丹 却是替顾南依要的 那清理升格丹 他很想要质问苏颜 你自己就一无所求吗 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个小乞丐的未来成就 就比你自己更重要 你就那么信任他 哪怕他将来 真的成了圣人 竞选地竞 难道就不会忘恩负义 难道就不会 把你一脚踹开 你就不怕养了一只白眼狼 沈小雪实在不能理解 在他看来 苏颜的所作所为 就是这世上第一的糊涂蛋 恐怕是被他的妖言魅色 迷惑了心神 忘记了那个小乞丐 本来的身份 那个小乞丐 哪怕他 拿到药地赐下的 亲弟升格丹 那又如何 史元节未来的女帝 注定是我 没有她的位置 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 沈小雪赋又冷笑 丁 恭喜你完成任务 八月初八 前往西城饼铺 奖励苏颜的第六块前世碎片 回到沈府之后 沈小雪冷静了一下午 晚上的时候 才使用了那块记忆碎片 下一瞬 沈小雪的意识 便是出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她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看样子 不像是在北山城 她眼前是苏颜 和一个身穿大阎王朝官府的中年男子 你确定要代替你的妻子 沈小雪参军 你知道 这次你们要去的是红月平原 面对的是舵天界的魔头 实话实说 以你小藏进的修为 回来的概率很渺茫 相比起来 你的妻子是华盖镜 她比你更有可能活下来 听到那个中年官员的声音 沈小雪直接如同五雷轰顶 一个让她窒息的念头 瞬间就吞没了她的全部意识 她不敢置信地望向苏颜 这一刻 她才知道 苏颜服下破脏单 竟然是为了代替她上战场 她刚刚还在嘲笑苏颜 为了顾南医 向药帝要了一枚青帝升格单 然而曾经的苏颜 却是为了她吞下了破脏单 这一刻 沈小雪忽然感觉 她似乎已经失去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恍惚中 沈小雪竟是没有察觉 眼前的场景 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 她的意识 出现在北山城的城外 她看到了自己和苏颜 两个人都默默走着 一时间谁都没有开口 她似乎在送苏颜远行 苏颜 我没想到 你能那么快突破五尊 终于 沈小雪听到那时候的 自己开口说道 沈小雪心中一痛 看样子 那时候的她 并不知道苏颜用了破脏单 呵呵 看走眼了吧 而苏颜也是若无其事 丝毫没提到破脏单 那你也不该 顶替我去介域战场 你这点实力 我一只手就可以镇压你 你上介域战场 完全就是炮灰 没错 此事的沈小雪 在心中默默的 那些话 也正是现在的她想说的 这世上 很多时候 不是强者生存 而是适者生存 我的意思是 很多时候 蚂蚁老鼠 因为太不起眼了 或许会比虎豹 更容易活下来 你在吴望山的时候 不是跟那个柳相结仇了吗 这次要是你去了 肯定会被她盯上 九死一生 沈小雪闻言 沉默了 柳相的确已经成了 她越不过去的梦言 紧接着 就见到 苏颜把妖间的玉佩摘下来 交给了沈小雪 我要是真的回不来 你就留着她 做个念想吧 小雪 我相信 你有一天会成帝的 能拥有百万在寿元 而我 资质平庸 可能 五尊也就到头了 用我的一千年 换你的百万年 很赚 不是吗 你我 夫妻一体 你成帝 也就是我成帝 你活着 也就跟我活着一样 沈小雪 感觉自己已经没办法再听下去了 她看到 苏颜最后拥抱了一下那时候的自己 然后 不再回头的飞远了 沈小雪 很想让那时候的自己追上去 不就是未来的舵天界五帝吗 不就是一个弟子柳相吗 你有女帝之姿 有龙雀神飞 有天书 你怕什么 然而 她眼前 那时候的自己 却始终正正地住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第二十六章 掌柜 喝药了 幻境退去 沈小雪的意识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闺房当中 白皙的手指紧紧地攥住胸前的衣裳 沈小雪只觉心口 如鸭重山 令她难以喘息 她不敢相信 曾经的苏颜 竟然能为她做到如此地步 她就那么呆坐在床上 无知无觉间 天已将白 她就这么呆呆地 在床上做了好几个时辰 苏颜 她 应该能够平安回来 直到清晨时分 沈小雪方才吐了一口气 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些记忆碎片 苏颜应该不会死在战场 那就好 那就好 若今生 还有战士 我绝不会让她如此 沈小雪心道 然而 想到这一世 苏颜早已与她退婚 她身边的人 已是那个顾男一 她却又不由地苦笑 究竟是为何呢 前生深情至此 今世却是末路 沈小雪实在是不能理解 反差 太大了 另一边 同步看到一切的顾男一 虽然早有预料 却还是看得一阵憋闷 而答题系统 又是在此时出现了 问题 在连续服用了99颗破脏单后 苏颜最终的下场是 选项一 当场惨死 选项二 一年后惨死 选项三 三年后惨死 选项四 勉强保命 但五道根基半回 后半生都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 回答正确 奖励胡军的杀衣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看到问题的一瞬间 顾男一顿时如遭晴天霹雳 系统 你有没有弄错 我看到的苏颜 他明明只吃了一颗破脏单啊 顾男一不敢想象 按照基养号所说 服用一颗破脏单 代价都如此惨痛 吞下99颗 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本系统根据事实提出问题 不会有误 顾男一眼前一黑 只感觉整个人的身体和心 都在不断下沉 请宿主答题 系统提醒道 顾男一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 他选了选项四 虽然 他觉得服下99颗破脏单后 苏颜 恐怕不太可能还活着 但那三个选项 他都不愿意选 还是选了选项四 恭喜宿主回答正确 恭喜宿主 获得了胡军的杀衣 顾男一 顾男一松了口气 虽然苏颜后半生 都生活在病痛中 也让他心痛不已 但 总好过英年早逝吧 顾男一默默地哭了一阵 这才有心情 关注那个胡军的杀衣 那是一片薄如云矮的青纱 将它从系统空间中取出后 竟是从顾男一手中正突而出 仿佛有一个绝世舞鸡穿着 在空中翩翩而舞 不仅如此 青纱上如水般流动着一片透明的波纹 随着光影变换 系统 这个胡军的杀衣是什么 胡军的杀衣 来自祸水万界的天狐 晚上穿上它 哪怕你的道理是圣人 也将任你于取于求 顾男一 本姑娘根本不需要好吗 她想起来 上次那个太虚阴阳和和秘书 还没用吗 丁 检测到素材收集完成 是否开始第三次模拟 与此同时 正在城竹府里晒月亮的兔兔 也是再一次地听到了模拟器的声音 兔兔 终于等到你 上一次 刚从吴望山回到慕华宫的时候 系统也有一次提示她 收集到的素材 但是并不能模拟 好像是素材不够 这次终于可以了 反正兔兔挠破脑袋也想不清楚 素材是从哪里来的 只能躺平等着这样子 模拟开始 前头 还是与前两次模拟差不多的内容 是从26岁那年 命运开始改变 26岁 战争结束了 你从战场归来 自知十日无多 没有去见沈消雪 准备孤独一人 葬生于山野 26岁 你被破脏单反噬 痛苦无比时 被一个容颜其丑的老玉所救 老玉自称无相婆婆 26岁 老玉给你服下了很多奇怪的药材 每日药狱 又叫你自费修为 27岁 破脏单的反噬奇迹般地减轻了 28岁 老玉不告而别 你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 29岁 你回到北山城 与沈消雪重逢 沈消雪感动于你对他的付出 这一年 你们过着只限鸳鸯不限仙的生活 69看着内容 松了口气 希望这次能有个好结局 30岁 大阎王朝的封王大典临近 将决定大阎王朝 100个入榜的武王 武王关联王朝契运 只有入榜受册封者 才为正统武王 不受册封者 为逆王 不为官府所容 沈消雪开始准备入金争榜 你作为他的夫君 也开始准备 31岁 你日夜炼丹 为他购买玄接一品脆体丹 和玄接一品脆体业 32岁 你日夜炼丹 为他购买玄接一品脆体丹 和玄接一品脆体业 32岁 你在北山城开设第一家硝烟阁 起初只是为了贩卖自己炼制的丹药 后来规模逐渐做大 34岁 硝烟阁的分店 已经开满了大阎王朝 和临近的两个王朝 你获得了天亮财富 这些全都被你换成了 攻击沈消雪的修炼资源 35岁 沈消雪在你的资源供养下 炼成了无瑕道身 天阶神通 拥有七头地阶灵兽 五把地阶灵器 五级丹药都是人间一流 不输四品圣地的清传弟子 36岁 沈消雪武王大典 金榜夺魁 十年苦修 一朝成名 天下无人不知 一群大盛地向他示好 而你 自从修为跌落到五宗境后 十年停滞不前 37岁 沈家一群清眷进入硝烟阁 你焦头烂额 38岁 硝烟阁这块大肥肉 逐渐被很多人盯上 内外交困 你心里憔悴 40岁 沈消雪让你将硝烟阁 交给他弟弟管理 你答应了 41岁 你回到慕华宫隐居 不问世事 42岁 在沈消云手中 硝烟阁三月之间 土崩瓦解 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你听闻后 怒火攻心 瘫痪在床 43岁 沈父找到你 希望沈消雪与山河一气萌的 少主李华阳联姻 你不同意 被他灌了一碗药 毒死了 本次模拟结束 恭喜你获得暗月传承X1 恭喜你获得玄阶一品脆体丹 恭喜你获得玄阶一品脆体业 兔兔 这一刻 兔兔感觉暗月传承也没那么香了 怎么又是这种结局 此时的兔兔有一种冲动 很想冲去找沈消雪 将他爸暴打一顿 不然一难平 丁 本次模拟结束 正在选择投影目标 丁 已经找到投影目标 沈消雪 兔兔 兔兔 好啊 第27章 不要感念我 不要记起我 心力娇瘁的沈消雪 在意识朦胧中睡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在意 梦中 再次看见了 从战场归来的苏妍 乍一见到苏妍 她差点没认出来 这时候的她 已是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 看上去足足老了20岁 不但如此 还缺了一条腿 若非那腰间的香囊 还栩栩如心 沈消雪根本就不敢确定是她 那香囊 是她在最落魄的三年里 亲手绣的 上面刺绣着一片片的雪花 正印着她自己的名字 只是那针线 实在是十分的粗糙 相比较起来 线下 因为要做日常任务 经常绣香囊 她的手艺却是已经好很多了 看着曾经风华绝代的少年 如今被风霜压弯了几倍 沈消雪不由的鼻头发酸 沈消雪的意识跟着苏妍 一路来到了神府附近 梦里的神府 跟她现实当中的 家有了很大变化 面积扩大了好几倍 如同一座宫殿一般 但后巷的那棵梧桐树 倒是没有变化 从她闺房的窗外望出去 便可以看见 她想起来 小的时候 苏妍就经常爬到 那棵梧桐树上 等着她翻墙出来 说是 在梧桐树上 等她的小凤凰 二十多年过去 树的变化不大 她俩却成亲了 沈消雪看着苏妍 在那棵梧桐树下徘徊好久 从清晨徘徊到了黄昏 你为何不进府 为何不去见我 沈消雪看着她 一直在树下转圈 实在是心骄不已 若梦中的她 现在在自己的闺房 俩人现在便只有一墙之隔呀 夜色降临了 此时的沈消雪 很想飘进墙里看看 自己再不在屋子里 可惜 在这个梦里 她好像也不能随意移动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苏妍抬着头 注视着墙头两久 然后转身而去 身影一瘸一拐地 消失在浓郁的夜色里 沈消雪的意识 跟着苏妍 进入到了黑暗的连仓山脉 苏妍 你想做什么 沈消雪的心中 有着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她听着苏妍的咳嗽 当朝霞出现 沈消雪看到苏妍登上的一座山峰 面前是一条云征侠位的山谷 山峰吹拂 云团化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 士兵战马栩栩如生 好像在上演一场战争 这里是云蓝风 沈消雪本来还有点不确定 直到她看到那一座扮她的小木屋 心中终于肯定了 这里就是云蓝风 在当年 她被检测出不能修炼 最落魄的那三年 苏妍便是经常带她来这里散心 因为她最喜欢吹这里的风 看这里的云 这座小木屋便是那时他们一起搭建的 沈消雪看着此时的苏妍 重新修好了小木屋 住了进去 这一夜 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屋子里 苏妍的五元暴走了 沈消雪看着她因为剧痛 蜷缩成了一团 咳嗽声似要将胸腔撕裂 大口大口地吐血 这 难道就是服用破脏单的代价 沈消雪心如刀脚 却无能为力 她只能期待 梦中的自己 会来这个旧地看看 发现苏妍 然而 这不太可能 自从走出来后 她一直都在刻意回避 那失弱的三年 故地重游 更是绝无可能 难道 苏妍就要这样 无声无息 凄惨地堵死于此 沈消雪不忍再看了 心中一片绝望 不过也就是在沈消雪因为不忍 而从苏妍身上撞开视线的一瞬 却是陡然一惊 不知何时 黑暗的小木屋里 竟然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矮小的老玉 当沈消雪朝着她的那张脸看去时 直接便是堕入了的孟年沈消雪发誓 那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丑的一张脸 她看着老玉走向苏妍 想要阻止 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个老玉 似乎在苏妍身前助力了一回 沈消雪因为不敢去看她的脸 所以也不知道 老玉看向苏妍的目光是怎样的 片刻后 她看见老玉将苏妍从地上扶起 似乎在用功为她梳理五元 这个过程 持续了两个多时辰 苏妍的情况 渐渐稳定了下来 老玉却是耗力巨大 沈消雪看到她站起来的时候 还亮枪了一下 沈消雪很好奇老玉的身份 难道是与苏妍有关之人 若不是 怎会为一个陌生人费那么大力气 但无论如何 苏妍好转 她的心也落了下来 再看老玉 也变得可爱了几分 只是仍然不敢去看她的脸 接下来 便是苏妍与老玉日常相处的画面 她也得知了 老玉叫无相婆婆 也知道了 苏妍是打算孤独一人死在山中 这个人 她只能在心中暗骂她傻瓜 她也看到 老玉用很多珍稀药材 炼成丹药 制成药育 给苏妍使用 看到那些药材的品质 让沈消雪震惊不已 那里面竟然有很多地阶药材 随便一种 都是他们沈家倾家荡产也买不到的 这时 沈消雪不由得更加怀疑起了 这个老玉跟苏妍的关系 好在 在老玉如此巨大的投入下 苏妍体内的单独 似乎被压制住了一些 便是连头发和皱纹 都渐渐恢复成了年轻时的样子 让沈消雪重新看到了 她认识的那个苏妍 不觉间 春夏秋冬 时光飞逝 对于旁观着一场梦的沈消雪 这一切只是飞快而逝的几段画面 她等到了苏妍送别老玉 临别前 她听到苏妍恭敬地询问老玉身份 老玉却道 我之所以告诉你叫无相 就是让你不要认识我 无需感念我 不必一起我 老玉离开后 苏妍也很快下山了 她再次来到了那棵梧桐树下 这一次却不是默默地来 默默地离开 她取出了一只竹笛 熟悉悠扬的小调响起 很快 墙上便是飞掠下一道红影 扑入了她的怀中 沈消雪看到梦中的自己 喜极而起 看到 俩人在梧桐树下 久久相拥 仿佛没有力量 再能把他们分开了 二十多年后 梧桐树再次等到了她的凤凰 看着这一幕 沈消雪心中笼罩的阴云 也是一扫而空 总算 一切都等到了苦尽甘来 第二十八章 猎土封王 世间繁华看尽 接下来 便是夫妻两个举案其美的生活了 高傲如沈消雪 也有扶手做羹汤的时候 悠悠的时间 都凝聚在一闪而过的几个画面里 沈消雪却是紧紧盯着 不忍错过 只因太过来之不易 沈消雪本以为 这个梦应当到此结束了 她所挂念的 在梦中都有了答案 就像一个故事波折后 迎来了结局的柳暗花明然而 永安五年到了 苏妍 十月的王口 陛下会册封三十个武王 我想去试试 沈消雪看到自己 站在北山城的城墙上 望着大炎皇城的方向说道 接下来 沈消雪便是全神贯注在修炼当中 两人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很多 苏妍自然不会去打扰沈消雪修行 沈消雪现在已经是华盖镜 五尊三镜 小藏炼神 大藏炼体 到了华盖镜 便是要将行神熔炼一炉 炼成无瑕宝体 无瑕宝体 有三宝 六宝 九宝之分 而要想炼成最高的九宝无瑕宝体 可以用肉身硬炕一般的玄阶灵气 就需要大量各种类型的炼体丹和炼体液 其中 最好的玄阶一品 炼体丹和玄阶一品炼体液 每一份都要数千元金 以苏家和沈家的财力 根本不可能大量提供给沈消雪 为了给沈消雪 供应足够的修炼资源 苏炼便是一心一意地开始搞钱 最初时 他搞钱的方法 就是炼丹 他选的是 祝炼丹和冰激丹 这两种黄阶四品的丹药 这两种丹药 一般品质的并不值钱 因为品质不高 七品的炼丹师就能炼制 而且 效用也一般 但若能达到完美品质 价格却可以翻几万倍 让无数女舞者趋之若鹜 沈消雪一直跟着苏炼 看着 他在几千万次的失败后 终于能熟练地 炼出完美品质的助炼丹和冰激丹 为此 他一个舞者 每餐饭都手抖地握不住筷子 看着他 靠着这第一桶金 沈消雪地站住了脚跟 深夜 沈消雪的闺房 沈消雪一天苦休 做完药育 如一只慵懒的猫斑 踏在榻上 享受着苏炼的按摩 夫君 我们家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钱了 沈消雪好奇地看着苏炼 苏炼现在的财富 让他都感觉惊讶 那自然是你的夫君 我是个经商天才啊 苏炼笑道 你可能是在这方面有天赋 不过 我们舞者 还是要以修炼为重 沈消雪柳眉微皱地说道 而听着两人对话的沈消雪一时 心中却是五味沉杂 看到苏炼发家经历的他 确实知道 苏炼其实没什么天赋 靠的不过是血汗和拼命罢了 而若非 为了自己的王考 他本不必如此 不过 王考也确实重要 封王后 就能列土封疆 向王朝气运供奉 他俩夫妻一体 到时苏炼的身份 也将有逾越龙门的飞升 如此一想 沈消雪心中才稍具安慰 很快 王考临近 他们也是准备动身前往炎京吗 什么 你也要去 你知不知道 这次跟着姐姐去的 都是幕僚 沈府 沈消云指着苏炼的鼻子骂道 你以为是去游山玩水吗 每次王考 都是一场开拓战争 是需要为大炎王朝 征服一个小世界的 姐姐身边带着的 要么是战力无双的武尊 要么是治疾绝伦的谋士 你这废物 跟去能干吗 沈消雪也柳眉微皱地说道 此行危险 我也没把握护你周全 你还是留在北山城照看家里吧 苏炼却是摇了摇头 我不放心 你一个人入小世界 在苏炼的坚持下 他还是以幕僚的身份 跟着沈消雪进了炎京 炎京的宏大繁华 令得旁观着的沈消雪 一时也是心持神往 也不知是梦中的虚构 还是真实的炎京 更是人物风流 有大圣地的圣子圣女 别国的皇亲贵胄 统御万军的大将 俯瞰山河的少年天子 传道的亚圣 我身当在他们当中 甚至凌驾他们之上 梦里梦外的沈消雪 都不约而同 有了这样的念头 他从偏僻的连山郡而来 来时急急无名 网考过后 必将明冻天下 他 做到了 当网考结束 他们从小世界归来 他听到那位登基不久的 永安帝亲口宣布 本次网考 榜首是连山郡的沈消雪 阔土三千万里 封号沈消王 一日之间 明冻始元界 万众瞩目 圣人也投下目光 曾经高高在上的圣子圣女 皇亲贵胄纷纷低头与他结交 春风得意马提及 任世间繁华 一日看尽 一时间 两个时空的沈消雪都醉了 直到沈消雪的意识 看到了苏妍 她依旧不起眼 和默默无闻 世人都道 她是沈消雪身边 最无用的废物 在沈家人的要求下 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被彻底的边缘化 沈消雪看到 在灯火辉煌的大殿内 她自己被无数天骄簇拥着 比之大盐王朝的公主更夺目 而在大殿外的阴影中 她的一群心腹们 正将苏妍围在中央 苏妍 你有没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 这几天向我来打听 萧雪婚事的都是什么人吗 你若真的爱她 就该放手 你以为你配做王夫吗 想跟着鸡犬升天 你要不要脸 哼 王的软饭 不是你一个五尊镜 都突破不了的废物能吃的 想趴在沈消王身上吸血 你配吗 看着一个个平素里 在自己面前温温有礼的人 到了苏妍面前 完全换了一副嘴脸 沈消雪只感觉如一桶冰水 从头浇下 她本以为 当自己猎土封王后 苏妍作为她的夫君 也可以跟着共享荣华 但面前所发生的 却与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她看到 苏妍形单影之地站在黑暗中 面色苍白 任凭嘲讽奚落 一言不发 沈消雪不知道小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但就凭 苏妍曾经为了她 到介于战场 费尽心血 供养她炼体 她就是最有资格 做她沈消雪道理的人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旁观着一切的沈消雪 心情也是越来越复杂 她怎么也想不到 在将自己扶上五王之后 苏妍遭遇的 却是辛苦创建的消炎阁被夺 旧病复发 瘫痪在床亿万家财 被瓜分 辛苦建立的产业被变卖 而她自己 正为这工业四处奔波 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直到 看到父亲端着一碗药 进了苏妍的房间 沈消雪终于彻底地绷不住了 第29章 创立南炎阁 此时黑暗的房间内 只有斗大的一点烛火 看着父亲沈宴那张脸 现实之中 沈消雪的郊区都在微微颤抖 你知道吗 四品圣地山河一气盟的少主 李华阳是当今陛下的兄长 而当今陛下午后 这代表着 只要消雪与李华阳殿下联姻 他们的孩子就是黄四 所以 为了我们沈家未来的黄四 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啊 沈消雪从梦眼中惊醒 周身上下 已是香汗淋漓 她脸色惨白 一想到最后看到的恐怖场景 顿时手脚冰冷 萧雪啊 萧雪啊 就在这时 屋外也是恰好在此时 传来了沈夜那有些激动的声音 沈消雪一个机灵 差点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梦境之中 萧雪啊 为夫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为夫又相中了一个成龙快婿 乃是堂堂的北海王柿子 若成了 你以后就是王妃啊 沈夜一看见从屋里出来的沈消雪 也没注意她的脸色 就兴致冲冲地凑了上去 啪 然而 沈夜怎么也不会想到 迎接她的会是沈消雪的一巴掌 啊 在丫鬟仆夫妇们的惊呼声中 沈夜直接被这一巴掌 扇飞出了几十丈远 沈消雪这一掌 是寒怒出手 又打在头上 沈夜像是直接被打傻了 目光呆滞 咸水从嘴角流了下来 偌大的沈府 顿时乱成了一团 系统 刚刚的梦 可是记忆碎片 沈消雪冷静下来 这才想到 刚刚的那个梦 透着许多诡异之处 当即便是向系统问道 宿主刚刚的梦境 并非记忆碎片 观看第七片记忆碎片 需要完成后续任务 沈消雪 沈消雪连忙问道 若不是记忆碎片 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 那梦中的一切 可是真实的 系统无法回答 系统只能保证 记忆碎片中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沈消雪 沈消雪不由地 朝着傻笑的沈夜看去 刚刚那一巴掌 似乎打得太快了 罢了 沈消雪摇了摇头 虽然沈夜有可能白挨了一巴掌 但沈消雪也并不怎么后悔 她对沈夜本就没有多少亲情 她还记得 在她被判定为废物的那三年 沈夜曾经私下说过 如果苏家不要她 就将她卖给一个老头 而且刚刚的梦境太过真实 沈消雪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城主府里 兔兔也是陷入了沉思 系统 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模拟器里 我的那么多死法 都是你瞎编的吧 系统 模拟过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结局虽然未必真实发生 但却有真实发生的可能 兔兔 既然有那么多可能 模拟器中的那个我 跟沈消雪 就不能有一个好结局吗 为什么三次都是惨剧 夺此模拟后 这只兔兔不知不觉 也是带入了苏妍的角色 系统 模拟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兔兔 丁 系统提示 宿主已完成三次模拟 模拟器即将开启剪辑功能 兔兔 这是个啥 而这一世的苏妍 也是准备如前世一般 重新开一家药铺 当然 这一世的药铺 不可能再叫消炎阁 而是南炎阁 虽然 这一世 有着顾男医可以刷金币 他已经不缺钱 但是 财富有时候 也需要一个合理的来源 不是吗 而且 完美品质的助炎丹和兵机丹 都可以刷 也不需要他亲自炼制 很快 一家名为南炎阁的药铺 就在北山城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开了起来 而靠着完美品质的助炎丹 而此生 苏妍自然没把太多精力 放在生意上 处于一个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状态 自然也不会像前世那般 将南炎阁开满大炎王朝 甚至临近的几个王朝 但饶是如此 他的财富 却是在已超越了前世 几百倍的速度堆积着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顾男医 一万元金 触发十倍返还 你获得了十万元金 再将顾男医的好感度 从连织共种 提升到致死不渝后 每日的返还次数 已经增加到了六次 有一说一 苏妍觉得 还是返还次数最实在 手气和返还倍数 都太玄学 他这个手黑得不配 沈小雪坐在酒楼上 不知何时开始 他习惯了喝酒 他的视线从上到下 可以清晰地看见 对面那家刚开的药铺 看到南炎阁那几个字 心中顿时一阵不快 便是在此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系统提示 发布还任务 炼制出完美品质的 助炎丹和兵机丹 建立消炎阁并在名声和收入上 超过南炎阁 奖励 地阴玉水 地阳玉水 炼体丹 炼体液 苏炎的随身物品等 沈小雪挑了挑眉 难得系统那么大方 除了那个苏炎的随身物品 都是他现在需要的 接下来 沈小雪便是一心 扑在了炼丹上 作为本世界的天命女帝 天道给他的天赋超乎想象 很快他便是突破到了 六品炼丹式的境界 然而 想炼制出完美品质的 助炎丹和兵机丹 还是千难万难 沈小雪也是轻生体验到了 苏炎当年的艰难 丁 系统提示 很遗憾 你炼制失败了 获得苏炎的袜子X1 丁 系统提示 很遗憾 你炼制失败了 获得苏炎的筷子复制品X1 丁 系统提示 很遗憾 你炼制失败了 获得苏炎的袜子复制品X1 这样的系统提示 足足十几万条 沈小雪 若非是复制品 可以想象 苏炎身边 恐怕不剩什么了 第30章 我 69 剪辑 系统 复制品是什么意思 这个复制品 可以用来做收藏品吗 期间 沈小雪这样狐疑地问系统 曾经系统发布过任务 这些苏炎的随身物品 收藏起来 系统会定期发放资源 资源的数量 按照藏品的数量计算 所以 尽管沈小雪心中一万个无语 还是忍了 丁 系统提示 复制品并不能直接当作藏品 但 宿主可以用一万件复制品 兑换一件真品 一万换一 还要种类相同的 也就是说 你塞给我的 几乎是纯纯的 成山的垃圾 嗯 沈小雪那双清冷的美眸 突然之间眯了起来 等一下 这些既然是复制品 那么 那些不是复制品的真品 来源是 回答宿主 来源都是苏炎真正的随身物品 沈小雪 也就是说 我这里出现什么 它那里就会消失什么 系统 是的 沈小雪 沈小雪裂开了 她曾经听说过 世上有一些无耻之徒 专爱偷人的贴身衣物 没想到 她沈小雪有朝一日 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虽然并非她本意 但已成事实 一想到这一切 被苏炎本人发现的后果 沈小雪就有一种 毁灭一切的冲动 当即 她也顾不得 系统承诺的资源反馈了 当下便是准备 把那些收藏品全部销毁 丁 系统提示 今天是每月的返现时间 您现在拥有 苏炎的袜子X20 苏炎的请衣X2 苏炎的画像X8 您获得了 丁玉髓X9 地阳玉髓X9 天元丹X99 沈小雪 不急 她发现不了的 终于 在失败了几十万次之后 丁 恭喜宿主 成功练制出了 完美品质的助言丹 奖励 丁玉髓X9 地阳玉髓X9 沈小雪吐了口气 三个多月的时间 几十万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了 一个月后 她又成功练出了完美品质的冰激丹 萧炎格也是很快 在北山城开了起来 不得不说 沈小雪的练丹天赋 是要高出苏炎很多的 这个速度 比至上一世的苏炎快了很多 但是 跟这辈子 靠着固男一刷丹药的苏炎相比 那 就是无法比 沈小雪 每天最多练一炉 苏炎却可以刷几百炉到几万炉 萧炎格想要超过男炎格 短时间内 恐怕不可能 与此同时 成竹府里 兔子正在研究系统刚出现的这个剪辑功能 按照系统的解释 这个剪辑 便是说 兔兔可以把之前模拟过程中的画面拼接成剧 还可以加上旁白和配远 系统会将最后成型的剧本 随机投放到整个世界系 按照系统的说法 与之苏炎 可能有因果的存在 被投放到的可能最大 所谓因不只是过去因果 也是未来因果 其他世界线的因果 而兔兔 则是会按照剧的观看时长 收到奖励 按照系统的说法 剧的投放 与模拟过程的投放不同 若过程中 投放对象产生无聊 不耐烦之类的情绪 那么投放会立刻终止 而投放对象中 虽然很多与苏炎有因果 但很多与现在的苏炎并不相识 如此 怎么能让他们看完剧 便要看兔兔的了 兔兔看着奖励中的月摩血 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月摩血 及按月主的血 当年 按月主可是半只脚迈入了地境 他的血 对于修炼按月传承的兔兔 就是无价之宝 兔兔 搓手手 当即 他便是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第一次 系统要求 他编的剧 时长 在一个时辰以内 兔兔 一个时辰有点短了 要想完全呈现三次模拟 不太可能 兔兔沉思过后 选了第一次模拟 既然是悲剧 就是要突出一个惨绝人寰 兔兔用17天 为他配上了亲自唱谈的悲乐 自信满满地选择了投放 丁 剧集制作完成 投放中 正在随机选择目标 本次目标十人 这一晚苏北山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一开始 便就是一段断人心肠的情声 然后 他便是看到 烂醉如泥的苏妍 倒在一片大雪地里 身体逐渐地被大雪隐瞒 一个时辰后 苏北山经坐起身时 已是满身大汗 而另一边 后院 兔兔看着系统面板 却是沉默了 丁 系统提示 本次投放已结束 投放十人 留存一人 留存率十分之一 你获得了一滴月磨血 距离下次投放 须十一年 请仔细打磨剧情 再接再厉 清晨 成竹府 也儿 苏北山望着苏妍 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爹 你想说啥 苏妍皱眉 自从今天 他来见苏北山开始 苏北山便一直用着这一种 难以言喻的目光看着他 算了 不提也罢 苏北山摆了摆手 不想去揭开儿子伤疤 他曾听说 在这个世界戏中 有些大能者 能知过去未来 有时候 他们会怜悯云云众生的命运悲惨 急于启示 他昨晚的梦 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不然 怎么解释 梦中还有女子的空灵歌声和解说 想必 那一定是一位仁善的女帝 爹 蓝衣孝敬给你的玄阶九品神通紫金谷的拼图 见他如此 苏妍更加的莫名其妙 干脆不问了 而是将一套神通拼图 交给了苏北山 苏北山原本是纯阳镜 在苏妍海量丹药的帮助下 现在也快突破神通境了 正好苏妍这里 还有好几套刷出来没用的神通拼图 就给他选了一套 紫金谷虽然是玄阶九品 九炼后也可以到玄阶三品 而且 保命一流 苏妍觉得很适合苏北山 神通品阶也不是越高越好 至于 他说是顾男一孝敬的 也并非虚言 毕竟都是从顾男一那里刷出来的 而啊 说实话 男一他 虽然是苦出生 但 是不是那种流落在外的影视家族大小姐 不然 为何你跟他在一起后 你跟着那沈潇雪的时候 别说孝敬你爹 就是个败家子 苏北山收下了神通拼图 同时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呵呵 你以后会知道的 苏妍没有否认 苏北山猛道的也是事实 嗯 苏北山一副恍然的样子 点了点头 没想到 是他们苏家高攀了 对了 你可知 沈家那丫头 开了家药铺 叫萧炎阁 萧炎阁 萧炎阁 她是不是还对你有意思呢 你呢 是什么想法 第31章 永安四年王考 什么想法都没有 苏妍淡淡道 是南一 没他漂亮吗 还是没他贤惠 听到萧炎阁 苏妍并没有被勾起 一丝一毫的怀念 反而是记起了很多 不快的回忆 这一事 她只想照顾好南一 和身边人 至于 沈潇雪的宏图霸业 苏妍没兴趣 也别来打扰她 你说的对 南一的确比她强 苏北山认同地点了点头 在昨夜之前 她还有怀疑 昨夜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别说顾南一 有可能是哪个影视家族的大小姐 就算她还是那个 一无所有的乞丐 也好过沈潇雪 爹 等你突破神通境之后 我们就走一趟乌石城吧 苏妍说道 前世时 把苏北山打成重伤 导致她最终去世的那个仇家 就在乌石城 他俩是因为一个女人结仇 斗了三十多年 两人的修为 一直半斤八两 前世时 是那人在十多年后 先一步突破到了神通境 来找的苏北山 苏北山就悲剧了 在现在的苏妍眼中 这自然是菜鸡护拙 但是这世间大部分的舞者 就是这样 终其一生 也触碰不到武尊的门槛 这一世 苏妍便是等着苏北山 突破神通境 亲自了结这段恩怨 七日后 乌石城 周家 苏北山浑身透着紫金的色泽 一拳将一个黑衣中年 打得古断惊蛇 周云剑 你当初怎么说的 一旦你现一步入神通 我就完了 苏北山畅快大笑 姓苏的 你忘了 我爹我娘 都是九品圣地千丝店的长老 周云剑抬起头来 满嘴是血地说道 哈哈哈哈 然而 苏北山却是笑得更大声了 那你肯定也不知道 我儿子而习 都是七品圣地木华公的长老吧 周云剑 数个时辰后 周云剑的父母 得知儿子 被废的消息匆匆赶来 但看到苏妍和顾南依后 却只敢赔罪 多得一个屁也不敢放 木华公的掌门陆玄 今年便是要动身前往严津 参加这一届的网考 而无论他成功还是失败 木华公跟他们签丝店 都已不是一个境界的存在了 三月后 苏妍和顾南依 前往给掌门陆玄送行 这一年 是大延王朝永安元年 去年 先帝太化帝崩世 太子李长生继位 年号永安 大延王朝永安元年的网考 封王武士连山郡 陆玄和九幽喜剑池的英剑尊都去了 却是双双落榜了 这一年 大延王朝新生了一个禁区 永叶谷 永叶谷 位于大延王朝的陶将军 引起了各大圣地的关注 沈潇雪去了 并在永叶谷中 一人独占七大武尊 杀五人废二人 锋芒出路 被称沈潇仙子 而苏妍和顾南依 却留在了木华宫当中 并没有去凑热闹 对苏妍而言 从小葬禁到华盖禁的所需 早已绰绰有余 苟着修炼就好 大延王朝永安二年 大延王朝圣地大比 陆灵玄来询问苏妍和顾南依 苏妍依旧拒绝了 而沈潇雪 在圣地大比 战胜所有四 五品圣地的天骄 以一个区区七品圣地的出生 夺魁 一招之内 名声大噪 沈潇仙子之名 王朝之内 无人不识 这一年 大延王朝遭遇内部叛乱 北将军又遭到北方蛮族扣编 几个小世界资源枯竭 内忧外患 气韵大损 只封十王 陆灵玄和九幽喜剑池的阴剑尊 再次落榜 此时 沈潇仙子之名 已经超过了陆灵玄 永安三年 沈潇雪灯 严禁猎魔塔107层 打破了五尊境的最高纪录 再一次轰动天下 同年 他在回乡途中 遭遇五位武王追杀 却设计将他们引入禁区 全部反杀 至此 被公认为武王之下第一人 这一年王考 依旧只封王十人 陆灵玄和阴剑尊 再次落榜 连续三年 两人也戏了封王的心思 偏僻的连山郡 已经六十年未出王 所有人都把希望 寄托到了沈潇雪的身上 而这一年 在禁区 斩杀了五名武王的沈潇雪 回到北山城后 并没有去神府 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了硝烟阁 坐在空无一人的药谱中 他想到 这一世 不再会有苏颜 冒着风雪 前往北将军 为他请来苍山木雪楼的武王了 若非 他看过记忆碎片 事先获知这一切 早做准备 恐怕很难度过这一劫 如今他的修为 已是滑盖进大圆满 明年便是准备参加 永安四年的王考 也不知 苏颜跟那个小乞丐如何打算 听闻 他俩这三年都在荒废光阴 似乎 苏颜已经是沉溺于 美人乡中堕落了 丁 系统提示发布任务 在严京开设一家硝烟阁的分店 奖励 苏颜的第八块前十碎片 就在这时 系统发布任务 沈潇雪美眸微微一缩 算起来 他已经有很久没有接到过 有关于记忆碎片的任务了 同一时间 有人心夜踏雪归 有人却红炉暖酒 赏雪赏眉 苏颜 坐在南延阁的庭院内 身边 依偎着抱着兔兔的顾南依 小藏镜 用低音御水练神 大藏镜 用地阳御水练体 滑盖镜 九宝练体丹 和练体业也无限量 此时此刻 他跟顾南依 也都是早已滑盖进圆满 并且练成了九宝无瑕倒体 永安四年的网考 他们自然会去上一世时 他在网考中 为了沈潇雪 费尽心力 这一世 跟顾南依一起 却不必如此 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便好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依颠孝 傀儡X10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邪王傀儡X10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依八臂 傀儡X10 触发十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冥王傀儡X10 第32章 到达炎京 很快的 永安四年到来了 而在听说了 沈潇雪要参加永安四年 网考的消息后 顿时 也是吸引了大炎王朝 很多从龙之人 向着北山城聚集而来 对于如今的沈潇雪 他在武王以下的声望 甚至已经超过了 山河仪器盟 和苍山木雪楼 这样的四品圣地的 清传首席 对于他能在今年封王 所有人 都是几乎没有疑问的 一旦有武尊要晋升武王 立刻会有很多幕僚 慕名而来 这些都是 自身封王无妄之人 一旦 主公成功的裂土封疆 他们也可以跟着 有从龙之功 武王 掌握着小世界内的浩瀚疆土 随着时间的积累 若经营得当 财富甚至可以超过 很多中品圣地 只要选对的人 对于很多武尊和武宗来说 就是一步登天的机会 来到神府见沈潇雪的 便有着 东周郡寒云策 北将郡刘玉硕 陶江郡王岳 连山郡孙启阳 何坚郡赵定远 衍州郡曹天寿 叶郡许燕 其中 最有名的是韩云策 和刘玉硕 两人都是早已经达到 华盖境 而且曾经亲身参加过 多次王考 韩云策更是东周郡 七品圣地 七剑镇海关的掌门 刘玉硕 更是在永安二年和三年 差点封王 若非受伤 他一定会参加今年王考 神福 沈潇雪看着云集而来的舞者 此时也是 不由地想起了那个梦 他记得 在梦里 当初让他跟苏颜合离的人当中 便是有那个韩云策 和刘玉硕 当即 他便是将这两个人 从心中给划掉了 开玩笑 什么东西 也敢插足他的婚事 赵定远 孙启阳 曹天寿 许燕 风不明 随着一个个名字 从沈潇雪口中吐出 有人兴奋 有人不服 甚至有人如丧考彼 一副舔狗 被女神抛弃的丧样 同处于大言王朝 大多也都相互知道底细 有些人被选上 意料之中 有些人没被点名 却是出人意料 尤其是 众人面面相去 全都有心猛 怎么回事 尤其是那韩云策和刘玉硕 怎么都没被点名 漏了吗 那可是实力最强的两人 便连被选上的曹夫兽 也有些不理解 不由找到相识的问道 赵定远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放着那几人不选 神霄仙子自有他的考虑 我们好好为主攻效力就行了 赵定远摇了摇头 至于韩云策 刘玉硕等人 原本风轻云淡 蜘蛛在握的神情 直接便是将死在了脸上 刘玉硕更是直接朝着沈潇雪问道 沈潇仙子 你是不是露了谁 没有 沈潇雪一脸冰霜地摇了摇头 其余诸位 还是另寻民主吧 除了韩云策和刘玉硕 其他人 尽管心存不甘 还是逐渐散去 韩云策和刘玉硕 还想说什么 但在沈潇雪爆发的恐怖威压下 想起他斩杀五名五王的恐怖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等到其他人都散去 沈潇雪望着剩下的十名幕僚 淡淡道 诸位忠心助我 我也不会负了诸位 愿为主公笑死 韩云策和刘玉硕 脸色难看地走出神府 韩兄 真是没想到啊 想不到 那沈潇仙子竟是看不上我们 我看他的眼光也不怎么样 我听说 这个北山城 还有两个今年参加网考的 你我要不要去看看 还是免了 这种货色 刘兄 你也有兴趣 也是 刘玉硕也笑了笑 主要是被那沈潇仙子气糊涂了 韩云策也是摇了摇头 呵呵 他也就是侥幸成名的乡野村姑而已 我准备去山河一气盟 见见李华阳殿下 韩兄 你意想如何 同去同去 相比其沈潇雪那边的车水马龙 苏妍和顾南一这边就冷冷清清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相比其沈潇雪 他们前三年实在太狗 再加上出生连山郡这样的乡下地方 自然的是无人问津 最后 苏妍只去找来了一对 名为桥山桥水的兄妹 这对兄妹修为只有神通静 出生连仓山脉深处的部落 苏妍之所以选择他们 一是二人性格淳朴 二是他们的部落图腾神通 名为连山玄武 乃是一门很强的防御类神通 前世时 即使是比沈潇雪低了好几个境界 也能在他手下坚持很久 后来成了他手下两员汉将 今生却是被苏妍提前挖墙脚了 很快的 便是到了九月 沈潇雪和苏妍 顾南一都先后动身前往严晶 沈潇雪到了严晶之后 想起那个系统任务 当即便是在第一时间 构下了一处铺面 着手建立消炎阁 另一边的苏妍 则是带着顾南一 去了严晶的各大商铺 拍卖行 此时 她身上的圆晶 已经多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级 若不是为了财不露白 现在的苏妍 完全有那个财力 把半座严晶买下来 不得不说 严晶万宝会脆 那远远不是连山峻乡下地方 能比的 严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替死娃娃 触发百倍返还 你获得了再生娃娃 严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万魔图卷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百万里魔玉图卷 严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护身血纹玉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护身天红玉 苏妍在拿这些去刷了一波之后 令他眼前一亮的 倒不是那十万倍返还的 十八重枕磨炼羽 而是那再生娃娃 和护身天红玉 如果说 替死娃娃是替死 那么再生娃娃 便是替伤 可以说 在这个再生娃娃碎裂前 哪怕是圣人全力出手 也有可能伤不了你一根头发 第三十三章 苏妍与皇帝 而那个护身天红玉 也不是像护身血纹玉那般 形成一个一定强度的护照 而是能给予主人 三个呼吸的绝对防御 同样 三个呼吸内 就算是圣人 也伤不到欲的主人一根头发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呼吸 但在苏妍看来 这个的用处 还要超过再生娃娃 丁 恭喜你完成任务 在严金建立了消炎阁分店 奖励苏妍的第八块记忆碎片 入夜 沈潇雪正侧握在 严金新购置的宅底当中 他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 当即也是没有太多犹豫的 使用了记忆碎片 上一次 兔兔给他的那个投影梦境 让他心中投下了太大的阴影 幸好的是 系统告诉他 那并非真实 而且 沈潇雪用曾经看过的记忆碎片 与梦境中的内容对照 也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 至少 苏妍不可能在那年 被父亲毒死 因为他后来 还是用十年时间 为自己炼制破账单 沈潇雪想要知道 前世时 他跟苏妍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 他是否最终成了女帝 苏妍又是否始终与他不离不弃 一路相随 沈潇雪眼前一晃 下一刻便是出现在一座巨大的宫殿当中 严晶 皇宫 这里 是整座王朝 始源界的千万里疆土 以及数百个小世界 气运汇集之地 宏伟的宫雀 纷纷地喷涂着一道道紫金色的烟霞 就在最中心的天河殿内 曾经的少年天子李长生 一身白袍 一头乌发以禁术转白 神色间满是疲惫 显然 此时 距离他登基的永安元年 已又过去了许多年 在他面前 沈潇雪看到了自己 他倒是没什么变化 超凡脱俗的修为 使得岁月并没能在他脸上 留下任何痕迹 两手中 各握住一只血色刀轮 轮刃上 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血 沈潇雪 你对不起苏延 也对不起大阎王朝 此时 那位大阎王朝的皇帝 望向沈潇雪时 目光却是如同开了风的刀剑 语气之中 也是带着责问 沈潇雪的意识 听闻李长生此言 不由得又猛又怒 先不说 他如何会对不起大阎王朝 大阎永安帝提起苏延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 他高高在上的大阎永安帝 一个苏延 怎能入他眼中 莫非他高高在上的大阎永安帝 也爱八卦儿女私情 然而 下一刻 他就不由得愣住了 画面中 沈潇雪没有回答 而是向外望去 此时的他 不知是什么修为 目之所至 距离已不是问题 奇异的是 沈潇雪的意识 竟然也能跟着 看到他目中所见的一切严惊 本该是风流会脆 极尽繁华 然而眼下的这个眼睛 却化成了炼狱 天空出现了无数个巨大的裂口 各种形态扭曲的怪物 纷纷落下 更是有着一只只巨大的眼珠 漠然睁开 目光所致 强大的舞者 也会在瞬间化为 不可名状的天魔 地面上 更是有着很多身穿着 蛮族铠甲的舞者 与之炎廷军厮杀 城内 处处火光冲天 大殿之中 大阎永安帝那怒不可遏的声音 再度响起 朕信任你 把最重要的北渊玉交给你 还给了你三万炎廷精锐 你就这么 把北渊城给朕丢了 你若听苏妍的 岂会如此 你信任的那些幕僚 一千个 也比不了一个他 大阎永安帝冷笑 朕眼里的无双国事 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世人都到他配不上你 只有在朕眼中 你很多地方 都远远不及他 可笑啊 可笑 朕当年 还把复兴我大阎王朝的希望 寄托在你身上 此时 便是隔着遥远时空 看着这一幕的沈潇雪 也仿佛能感觉到 这位君王身上的怒火 武王的最高境界 是紫鼎镜 紫鼎镜中 最高的乃是九鼎武王 而作为大阎王朝的皇帝 他自身便是有着 大阎王朝气运所赋予他的国运顶 再加之 自身九鼎 气运远远超过同境界武王 在这个世界系之内 王朝之帝王 绝不只是虚名 然而 那边的沈潇雪 四 并未被其帝威所设 不过 沈潇雪的意识并没有能听到 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了什么 记忆碎片结束了 从他梦境当中离开后 现实中 沈潇雪的柳眉 不由得深深的促起 这第八块记忆碎片的内容 实在大大出乎他的想象 似乎 未来有一场 事关大阎王朝国运的战争 因为他的失误搞砸了 大阎永安帝 因而如此愤怒 这也罢了 既然他看到了 那将来便可设法避免 让他奇怪的是 那大阎永安帝 对于苏延的在意 苏延宇高高在上 身负大阎王朝九鼎气运的皇帝 有什么关系 他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与他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的 还有顾南一 每当顾南一以为 自己快要了解苏延的时候 苏延总是能给他一个 更深不可测的过去 他整个人 都像是谜团拼成的一样 丁 问题 请问大阎王朝最后一位大将军是谁 选项一 沈潇雪 选项二 苏延 选项三 白袍将军楚天策 回答正确奖励 玄杰一品化身 让你们能拥有双倍快乐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便在这时 答题系统也适时地在顾南一眼前出现 想到刚刚看到的画面 以及大阎皇帝对于苏延的态度 这一次 顾南一并没有犹豫太久 就选了苏延 丁 恭喜宿主 回答正确 恭喜宿主 获得玄杰一品化身 此化身受宿主意识操控 与宿主共享感官 拥有宿主五成的美貌和三成的实力 宿主也可以任凭心意 改变她的容貌 身形等 柱 如使用此化身双修 功法效用翻倍 顾南一 顾南一的俏脸上 不由地燃起两某红巢 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 与自己有五分神似的少女 当即便是不由地伸出手指 戳了戳 顿时身上也跟着传来了相同的触感 果然跟系统所说的一样 完全地共享感知 虽然只是玄杰一品的化身 但这个 她还在二品圣地无相天宫的时候 也从没听过 从未见过 也不知道系统是怎么做出来的 顾南一跟这个化身 好好地玩了一阵 才翘脸微烫地 把她收了起来 第34章 十六个顶级命格 第二日一大早 从大阎王朝二十八郡 来到北京的三百多名准王 便是聚集在皇宫外 准备跟着三宫之手的周太师 进宫面胜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 沈潇雪的神色 却是微微移动 丁 系统提示 发布任务 在内宫迁倒 奖励 素颜的第九块钱是碎片 沈潇雪 看到任务内容 沈潇雪不由地愣住了 内宫 他们今天要去的天河殿 那便是 他在记忆碎片中看到的那座 那里属于前朝 内宫怎么进 投留进去吗 就算沈潇雪 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也不觉得现在的自己有这本事 我叫李长生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 李儿 我的母妃 偶尔会在私下里这么叫我 在宫里 这是只有我跟母妃知道的秘密 在我出生时 原本是个女儿身 是母妃用了一张偷天换命人皮 将我从大阎王朝的公主 换成了皇子 母妃这么做 因为她需要一个儿子 来窃取这大阎王朝的国座 母妃从小就警告我 这条路既然是踏出第一步了 那就是不可能回头 回头路 便是断头路 而这本妃我所愿 那张偷天换命人皮 来自于十大魔门的无相天公 母妃也来自那里 我想 他们盯上的 恐怕不只有大阎王朝 想到那些黑暗中不为人知的触角 真是 让人不寒而栗呢 父皇很爱母妃 尽管我修炼天赋不如兄长 且 迟迟未能生出子嗣 她对我的宠爱 却始终未改 并最终 如母妃所愿 把大阎社稷传到了我手中 跪在她的灵位前 我暗发时 不会辜负她的在天之灵 相比起无相天公的傀儡 我当然更想做真正的大阎皇帝 我知道 在父皇眼中 我是她的儿子 而在我母妃眼中 我或许只是一剑 实现他们宗门野心的工具吧 皇帝的位置并不好坐 史元界内 外有北齐 前王朝虎视眈眈 界外 还有一个舵天剑 王朝内 更是有东海王 平南王 五威王等野心勃勃 几大四品圣地 也各有心思 还有一个无相天公 始终像一把玄于我头顶的利剑 我每一天都感觉到心力憔悴 永安四年的王考又到了 前几年 我大封兴亡 希望能有一批可堪大用的国士 现在看来 连一个有希望突破到子顶境的都没有 人才凋敝 大阎王朝 的确在走下坡路了 今年 倒是听说一个沈潇雪 有圣人之姿 我坐在天河殿上 目光从下面三百多个准王身上扫过 一眼便是注意到了沈潇雪 一袭红衣 仿佛生来便是能让苍生仰望的存在 李长生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他的目光 从一个轻衣男子身上掠过时 有什么东西 被悄然改变了 丁 检测到符合条件 大阎国运系统加在中 什么声音 李长生一下子皱紧了眉头 李长生第一时间想到邪灵作祟 但是他身为大阎皇帝 承载大阎王朝契雨 哪有邪灵能在他身上捣鬼 丁 系统加在完成 请抽取角色 李长生看了看眼前 似乎只有自己能见到的文字 想了想 还是选了开始抽取 此时 大阎三公之首周太师 正在给那些准王 讲述着他们即将前往的小世界 并没有注意到 上面的大阎皇帝 似乎正在出神 此时 李长生的面前 摊开了很多张卡片 他在上面看到了自己 也看到了楚天策 叶金红等他认识的名臣名将 也看到了沈潇雪 旁边都有着一些对他们的介绍 他第一个看向的是他自己的个人信息 姓名 李长生 李依儿 年龄 二十七 性别 女 静静 天象静圆满 身份 君王 命格 天心将士 义夫万君 天资 亚圣 短短几行文字 却是看得李长生心惊不已 看着卡上的那个少女 恍惚间 李长生以为 看到了第二个自己 这个名为系统的存在 不但看破了他的女身 甚至知晓 他的真实修为 不由得 他又看向其他人 第二个 是他的心腹爱将 姓名 楚天策 年龄 三十九 性别 男 静静 子顶静 身份 与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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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资 亚圣 第三个 姓名 叶金红 年龄 四十五 姓别 男 静静 子顶静 身份 云其军 统领 命格 血战八方 天资 武王 李长生紧接着 又看向沈潇雪 姓名 沈潇雪 年龄 二十五 姓别 女 静静 话盖尽圆满 身份 慕华公长老 命格 天心将士 独步天下 轻视红年 火奉燎原修罗之路 破碎虚空 天资 选递境 看到沈潇雪 李长生直接窒息了 先不说 那金光闪闪的六个命格 最主要还是 天资 李长生反复看了好几遍 才敢确定 自己没有看错 就算李长生之前 对于沈潇雪 有着如何高的评价 也不敢相信 他竟有可能是将来的一个 选帝静大能者 他们大延王朝 竟然将要诞生一名 选帝静大能吗 等一下 这边 好像还有一个 命格特别多的 正在震惊之中的李长生 目光忽然便是无意中扫到了 紧挨着沈潇雪的一张卡 主要是 实在是太显眼了 就算李长生此时的心神 几乎完全地被沈潇雪占据 也无法无视 姓名 苏妍 年龄 二十五 性别 男 静静 话盖尽圆满 职业 慕华公长老 命格 天心将士纵横百合 无双国士定顶乾坤 七不成诗万事实表天人 何以落笔千秋 风云变色修罗之路 一怒风雷飞龙在天 九天无极独步天下 破碎虚空 见笑万古 天资 亚圣 李长生的眼珠子再次瞪大 什么情况 这个苏妍是谁 便是连那拥有着选帝之资的沈潇雪 也都只有六个命格 他却整整多出了十个顶级命格 苏妍 李长生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想着他大阎王朝 还有此等人物 为何他从没有听说过 第三十五章 沈潇雪 苏妍身边迁道 李长生强行平复下心中的震惊 看着系统提示 按照系统的解释 此时 他便是要从那么多的人物中抽取一个 此人便是将关联大阎王朝的国运 此人的成长 也能给大阎王朝带来气运的增益 李长生不知是真是假 但他还是决定一事 事实上 大阎王朝 一代一代下滑得越来越快 这或许是 大阎王朝列祖列宗 送来的转机呢 这样想着的李长生 当即便是点击了抽卡 下一刻 他便是看到 有一个巨大的金色指针 在三十六张人物卡上 高速旋转起来 李长生不由地微微屏息 拳头也不知不觉地钻紧了 如果 如果抽到的人物 真的关联到大阎王朝的国运 那么他最希望的是沈潇雪 一个选地镜 足够保障大阎国作无忧 金色的指针转速越来越慢 李长生的呼吸 已经彻底停止了 苍白的脸 因为紧张 仗得通红 金色的指针 此时正是指在沈潇雪的人物卡上 但 还在动 最终 指针还是越过了沈潇雪的人物卡 终于彻底地静止 李长生那绷紧的身体 也跟着彻底地瘫软下来 他看着最终出现的人物卡 苏妍 竟然是苏妍 李长生看了看苏妍那 恐怖的十六个顶级命格 又看了看自己那可怜的两个命格 笑了 这个 好像也不错 就在大阎王朝的圣上全城神游中 面圣结束了 三百个准王 会在明日正式启程前往小世界 但在这天晚上 沈潇雪和苏妍两个 却是被李长生单独召入了宫中 算起来 这还是退婚以来 沈潇雪和苏妍少有的单独相处的时刻 但俩人却都默然不语 好像从未曾相识的陌路人 默默地跟在内室身后进攻 就在沈潇雪跟在内室身后 踏进内宫的一刻 系统的声音也是悄然在其耳边响起 叮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在皇宫内宫签到 恭喜宿主 获得了苏妍的第九块记忆碎片 叮 系统提示 现在开启签到功能 宿主每日完成在苏妍身边签到任务 住 距离越近 奖持越好 定 今日签到任务 请在苏妍身周腹一寸内签到 奖励 天阶八品灵器轮回天上月 今日签到任务二 在苏妍身周三账内签到 奖励邪王傀儡 任务三 在苏妍身周三十账内签到 奖励完美品质破禁单X1 沈潇雪没想到 这次任务竟然让系统开启了新的功能 天阶八品灵器竟然是天阶八品灵器 沈潇雪的目光瞬间便被那轮回天上月 吸引了 然而 看到那要在苏妍身边负一寸内签到的要求 沈潇雪 沈潇雪沉默了 美眸下意识地向着苏妍的嘴望去 或许可以 这一刻 沈潇雪有了某种霸王硬上弓的冲动 然而 看到苏妍脸上冷漠的神情 沈潇雪咬了咬背齿 还是强自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碧妍选了二 定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在苏妍身周三十章内签到 你获得了邪王傀儡X1 沈潇雪和苏妍被带到了御书房中 见过陛下 两人向着李长生施了一礼 并无需如凡人那般行跪拜大礼 舞者 尤其是天赋超绝 有可能超凡入圣的舞者 与帝王之间的地位 还是相对平等的 在始源界 和从始源界演化出的 整个以武道为根基的世界系中 一般而言 王朝立于人间 圣地志在天路 强大的舞者 通常不会染指王朝权力 追求的更多还是武道长生 圣人乃至五帝之位 而帝王与亚圣和圣人 或者志在亚圣 圣人的舞者 也是合作为主 反而是那些舞王 那些一生只能停留在舞王境界 受心性天赋所限 无法在舞道上更进一步的舞王 更依赖于器语 权位 对于帝王构成了权力威胁 帝王在那些舞王面前 也更会强化君臣尊卑 这便是王朝体系和室外体系 两边一般都自称一系 当然 像无相天宫这样的魔道 形式莫名 却要除外 至今 李长生还是不知 他们所图为何 而至于 苏延和沈潇雪 李长生判断 他们都是属于世外体系之人 并不担心 他们成长起来后 会威胁到他的椅子 反而是在他们成就大能后 对于王朝有许多避意 沈潇雪不说了 若他真有一日 能如系统 给他的天赋评价一般 成为选地境 甚至更进一步 那不要说大延王朝 便是整个始源界 都能跟着从龙飞升 而苏延 此时在李长生的眼中 他甚至更重要一些 他的成长 关联了大延王朝的气韵 李长生看着眼前的面板 人物成就苏延 成就一 白色 阔土三千万里 猎土封疆 名传天下 奖励 一个甲级小世界的坐标 三个 以及小世界的坐标 看到奖励 李长生的眼睛 直接便是红了 小世界被案资源多寡 分为甲乙丙丁四级 而大延王朝 现在拥有的一百个小世界中 甲级仅仅只有五个 以及也不过二十个 其中 大多还是开采了许多年 资源即将枯竭的世界 若能得到一个新的甲级小世界 三个一级小世界 直接便是 能让大延王朝的国力提升一大截 而这还只是白色 成就二 紫色 阔土六千万里 奖励二个甲级 世界坐标 六个 以及世界坐标 成就三 金色 阔土九千万里 奖励三个甲级世界坐标 九个 以及世界坐标 不必多礼 朕愿与两位已道友相交 不必论君臣之礼 李长生笑着说道 谢陛下 但不知陛下 深夜召我二人入宫 可有何吩咐 沈潇雪问道 因为昨天的那第八块记忆碎片 沈潇雪看到李长生 便是不由地会想起 记忆碎片中 他暴怒面对自己的样子 还有他屡屡提起苏言 不知是否在今夜 就已种下因果 他记得是 记忆碎片中 那些公入严禁的士兵样子 颇为像是 他曾经听说过的北齐蛮子的样子 莫非是 自己统兵 在与北齐蛮子的战争中战败了 此时面对着 这位大言皇帝 沈潇雪忍不住的又一次想起了 昨晚那不快的画面 骄傲如他 很难忍受那样的失败 第36章 年老后的沈潇雪 沈潇雪和苏言都是没有想到 李长生竟然会让他们到国库中 各选一件地阶灵器 沈潇雪身上本就没有地阶灵器 他此时身上最好的灵器 就是从禁区永夜谷当中 虽然那两柄血色刀轮后来被他一路淬炼到了天阶 但是现在 还只是神阶三品 而苏言的身上 虽然有几件地阶灵器 但那都是系统返还的 不能拿去重复刷 若今天能得到一把初始的地阶灵器 刷一刷 万一就到天阶了呢 既然李长生主动给的 沈潇雪和苏言 便是也都没客气 沈潇雪选了一把地阶七品的长枪 名为九龙灌日 苏言则是拿了一把地阶六品的雨扇 遮梦轻雨 进入小世界的仪式各色各样 有的是大能者炼制出的一件物品 例如一支笔 一本书 一盏灯 有的是 一种仪式 例如圆月之夜的祭祀之舞 信徒的祈祷 还有邪恶的献祭等等 就算是同一个小世界 出入的仪式 在各个大世界也都不同 这其中 主要是建立联系时的方式不同 有的小世界 是大世界自行演化的 保留着相通的空间联系 有的则是以陨落的大能者身前开辟 又或是由天魔 禁区 不想演化而生 若是与大世界 没有天然的空间联系 那便需有大能者人 为找到因果链上的联系 东圣界 东圣帝君成道的大世界 位于东圣界某一处的海岸边 数万人紧张地注视下 一只只华丽的灵兽 纷纷地落在了岸边 首先是 一头生满着荷叶状灵片的黑色飞龙 就见到 一名梳着黑色长发 披着黑色剑袍 背着双剑的少年 从龙背上布下 他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凛冽的气息 虽然只是准王 但凌厉的剑眉一皱 顿时就让坐下 有着武王实力的黑龙 不敢抬头 随后 又是一只双翼一盏 遮天蔽日的巨鸟落下 一名身高巴掌 全身古铜色 如同金属人的大汉 一跃而下 重重地落在了海边 这两人分别是 今年东圣界天鹿王道 排名第六的 鹦鹉剑墨白 和排名第五的 怒血金刚削雷石 看到他们俩个 人群之中 顿时有无数女子 投去了火热的视线 紧随其后的 云层之中 又是有着巨兽落下 一条背生六翼的蓝色巨蛇 周身散发着极寒的气息 落下时 让一大片海域 都变成了冰面 一名白色长发 气质阴柔 变不清雄词的舞者 赤足走下蛇背 这个家伙 几乎是有着 超越男女的魅力 一双如同海面一般的 蓝色眼眸 望向人群 眨了眨 他穿着布料 极少的衣着 露出的肌肤晶莹剔透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就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他是 这一代王道天鹿的第二位 蓝灵珠 因为他的存在 紧接着落下的 一个个王道天骄 都变得黯然失色了几分 直到 一辆有六只蓝鸟拉动 盛光意义的马车出现 在众人惊骇的注视下 车门开启 出现的是一个身穿白衣 神色天然 宛若林家妹妹的女孩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随着他狱卖动 脚腕上的银色脚链 也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分明是 林家妹妹般的平常女孩 然而在他出现时 不论是 莫白的凛冽剑气 还是萧雷时的 彪悍凶威 甚至蓝灵珠的 一身妖气 都被他的气息压制掩盖 他们就像是 夜里明月出现前的引火 唯有乌云遮月 引火才显得闪亮 当明月灼灼 引火黯然失色 她便是 这个大世界的公主 未来的女帝 东圣帝君之女 先天子骑倒胎 王道天鹿之首 百里无暇 逐渐的 海岸上 便是聚集了 今年王道天鹿前百的天骄 这些人 就是东圣界 这个正值鼎盛的大世界 武王之下 最强的一百人 大家都到了呀 那就开门吧 百里无暇扫了一眼 道场的一百个王道天骄 揉了揉眼睛 一副困困的样子说道 在东圣界 封王的规则 与之大炎王朝相比 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每年 王道天鹿前十万名 都有机会进入小世界 争夺气韵 猎土蜂王不过 他们这里的 都是今年王道的前百位 加上还有一个是大帝之女 剧本自然是与其他人不同 要去的 乃是东圣帝君 专门为女儿选的小世界 东圣界将其名为海灯狱 据说 东圣帝君 算出了此次 会有另一个大世界的少帝 进入到海灯狱中 随着 百里无暇话音落下 莫白 萧雷石等人 都是跟在少女的身后 踏水而行 向着海域深处走去 而当他们走出999步的时候 纷纷点燃了手中的灯 随着一朵朵青色的灯火被点亮 海面之上 也是随之出现了一片 海市蜃楼般的景象 百里无暇 与那一百王道天骄 身形也是逐渐地隐没在那片 海市蜃楼中 与此同时 回到府邸的沈潇雪 把玩了一番心道手的地阶灵气 便是回到了卧室中 躺在床上 使用了记忆碎片 沈潇雪隐隐觉得 此次的记忆碎片 很有可能 会与即将要前往的小世界有关 金晨 他便是发现了 此次要前往的小世界 与知他曾在梦中听到的小世界 是同一个 眼前一晃 下一瞬 沈潇雪的意识 便就是如同很多次那般 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场景中 天空中 高高地挂着九轮太阳 只是不知为何 虽有九日 又不见片云 日光却很暗 九日之光上 不及史元界的一轮大日 视线向下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孤城 宽大的城墙上 四处散落着傀儡的残骸 城内看不到一道吹烟 仿佛已被文明遗弃 就在这么一座孤城的城墙上 沈潇雪看到了苏妍和自己 在见到苏妍身边那个人的时候 沈潇雪第一时间 完全难以相信那是自己 那 竟然是一个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的老玉 眼中一片死灰 杳无声气 可以说 已经是半只脚迈入坟墓的人 第37章 梨落指尖杀 若非 她的眉眼 令沈潇雪太过熟悉 若非 苏妍看着她时目光与年轻时无异 沈潇雪的意识 完全会将她当成与自己无关的另外一个人 事实上 此时的她也不想承认 那就是自己 完全不能接受 甚至 有意地将她排除到了自己的视线之外 沈潇雪不能接受 有朝一日 骄傲的她 耀眼的她 会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没错 哪怕是沈潇雪自己 也无法接受自己 然而苏妍 沈潇雪的意识望向苏妍 两人此时正坐在墙头 身边摆满了酒 苏妍轻轻地搂着年迈的她 望着她喝酒 那目光中的温柔 与之年轻时并无任何不同 是 一样的 沈潇雪再次确认了 她的心中涌起一阵柔软的酸痛 她再次确认了 无论她的实力 天资绝世 还是沦为废人 无论她的容颜 倾国倾城 还是年华老去 这个男人对她 都易如初见 那又是什么样的过往 能让她放弃自己呢 苏妍 你甘心吗 十年布局 纵横百合 建立起九国联盟 算尽玄机 最后 还是被以绝对的实力碾压 画面中 年迈的沈潇雪 望着茫茫黄沙 苦笑着说道 是我没用 没能帮到你 画面之中 苏妍说道 呵呵 我哪有脸怪你 沈潇雪摇了摇头 我自诩是五到一流人物 置在大地 可笑 却撑不住人家看我一眼 我岂不是这世上最大的笑话 这十年啊 若非你撑着我 我沈潇雪 早已是路边枯骨了 苏妍 是我害了你 你不该跟我进这个小世界的 沈潇雪的意识 不由得便是听得心中大害 如果她没猜错 这应该就是 他们即将前往的那个小世界 天有九日 这与之今日太师所言一致 但是 画面中那个自己所说 什么意思呢 难道 眼前她的这副凄惨模样 只是因为被某个人看了一眼 开什么玩笑 世上怎么可能有那等存在 更何况 这个小世界的最高战力 只能容纳五尊 按道理 根本没有存在能威胁到她 苏妍刚想安慰 突地 却是目光一宁 向着远处看去 她来了 闻言 沈潇雪的意识 也是立刻顺着她二人看去 首先 是一阵环佩的叮当声传入耳中 紧接着 她便是看到 城外的大军潮水般向两边分开 从中走出一个娇小的白衣少女 她就那么孤身一人 朝着城头走来 沈潇雪仔细观察着她 一张苏妍 没有任何的妆容 大大的水眸 笼罩着一层雾气 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神色间 更是有着一种 对世事漠不关心的天然 怎么看 这都是一个刚刚长大的林家妹妹 然而 城头上 那个沈潇雪 见到这个少女的瞬间 身体 却是不受控制的 剧烈颤抖起来 眼中 更是有着一种超越天敌的大恐怖 下意识地抓紧了苏妍的胳膊 沈潇雪 将这一切收入眼中的 沈潇雪的意识 似乎懂了 但又似乎没懂 难道 刚刚自己口中那个 一眼将自己一切摧毁的存在 沈潇雪实在难以想象 白衣少女就那么走到了城墙下 她也不上城墙 就那么站在城下 望向城上的沈潇雪 然而 沈潇雪却不敢与她的那双眼对视 啊 那么怕我吗 少女见此 倒也不盯着她看 收回了目光 十年前 我爹告诉我 他算倒会有一位地心 来到这个小世界 让我来见识一下 真的没想到 你这个地心竟然那么弱 你怎么会那么弱呢 你真的能在将来 与始源界正地吗 会不会 是爹她搞错了 少女这么说 并非是在羞辱沈潇雪 她只是 真的很疑惑 然而 无论是那个时空中的沈潇雪 还是这边的沈潇雪的意识 却都像是被连续地扇了几巴掌 此时此刻 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沈家 被检测出不能修炼的时刻 那时候 家族上下 那一道道各异的眼神 似乎都没有此时少女 那轻飘飘的几句话 伤害大 那个时空中 沈潇雪更是几乎想从城墙上跳下去 把自己摔死 然而 苏妍的声音 却在此时响起 你的爹是五弟 那你知道 萧雪 她的爹是谁吗 苏妍望着少女的眼睛问道 沈萧雪不敢与少女的双眸对视 她却似乎没那样的顾虑 萧雪她的父亲 只是一个开翘镜的武宗 开翘镜的武宗 白衣少女文言 小嘴微丈 对 一个开翘镜的武宗 是不是连在你家扫地的资格都没有 嗯 是的 在我家扫地 一般也要神通镜 白衣少女竟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苏妍 所以 你凭什么看不起她呢 你从小修炼的是 天阶功法 她修炼的只是黄阶功法 你有最好的丹药辅助修行 她什么都没有 你有你爹给你的神通拼图 天阶七品 梨洛指尖杀 一眼废了她 她却只有靠自己 在一个八品圣地的禁区中 拼出一个玄阶神通 你比她强 靠的也不过是功法 灵气 丹药 神通罢了 嗯 你说的 也有道理 白衣少女倒是没有生气 想了想 却又摇了摇头 不过 她既然是我复算出的少帝 那肯定是你们 那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机缘也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呀 既然你觉得 她只是功法灵气神通不行 那我就等她成帝后 再找她切磋试试好了 那个时候 她的功法灵气神通 应当也都达成了 嗯 真到那时 萧雪肯定不会输给你 苏妍看了看沈萧雪 那样子 比沈萧雪自己更有信心 可惜 我寿命不够 怕是看不到那时的情景了 白衣少女眨了眨眼 颇有欣慰地望向她 我倒是觉得 你这个人更有意思 十年前 她被我一眼 毁了年华 修为 新兴 我本来以为 游戏已经结束了 只等着接收这个一集世界 于是 就 跑去睡觉了 想不到 第38章 十年 为你征战天下 黄沙 孤城 十万草原骑兵的军阵前 白衣少女饶有兴趣地 望着城墙上的苏妍 那时候 我以为凭借着我们东圣界的天骄 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扫平天下 将这个世界纳入掌中 可是啊 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99个 全都死在了你手里 你甚至不是武尊 你还带着你 一手合纵连横的九国联盟 带着你创造的傀儡大军 杀到了草原圣山下 把我给闹醒了 白衣少女望向苏妍的时候 那个样子就像小孩子 看到了感兴趣的东西 原本翘脸上 那一副半睡半醒迷糊的样子 都消失了 不仅仅是他 在他身后那十万之重的草原铁骑 在望向城头站立的青衣男子时 眼中也充满了恐惧 就是他 单凭一己之力 十年时间 让得 势如破竹般攻破列国 马踏天下的草原不足 堕入梦魇 若非 最后圣山上的神女醒来 历史就将被他一人彻底改写 沈潇雪的意识 骇然望着苏妍 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此时此刻 他才是有些了解了 这十年 苏妍究竟做了什么 在他自己被打散兴气 彻底堕落的十年里 苏妍再替他完成王口 而且 若非这白衣少女太过恐怖 他差点成功了 这放在大炎王朝的历史上 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足以流明轻视 城王拜扣 请百里小姐 赐我们夫妻一死吧 苏妍拉着沈潇雪站了起来 两个人面对着 百里无侠的十万大军 我们是这里最后两个大炎人 我们死后 这里就是东盛界的了 虽然百里无侠说过 等到沈潇雪于 使元界阵地后 但看得出苏妍并没有把此言当真 百里无侠却道 一个以及小世界而已 得失其是无关紧要的 我反倒是 对你做的这些傀儡更感兴趣 他说话间 便是从乾坤界中 放出来一堆傀儡 跟沈潇雪一起 默默观看着这一切的顾难医 被惊到了 这些傀儡他都认识 殿孝傀儡 神臂傀儡 千姬傀儡 无面傀儡 这些不都是 苏妍日常送给他的那些吗 这些傀儡 都是你创造的吧 我在别的地方从没有见过 百里无侠好奇地望着苏妍 那些草原骑兵 则惊恐地望着那些傀儡 这都是他们往日的噩梦 便是连那些上界降临的神人 有很多也是死在这些傀儡手中 见到苏妍点头 百里无侠眸光更亮 你做傀儡 真是个天才 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些更强大的傀儡 你要是答应 这个小世界的事 我们可以谈 记忆碎片 到此终止 沈潇雪不知道 之后苏妍跟白衣少女谈了什么 亦是回到现实的身体中后 他不由的便是想起了曾经的那个梦 几年时间过去 梦中的一些场景 却依旧历历在目 尤其是听到 大言皇帝宣告他 阔土三千万里 封号沈潇王时 心头的那股热血 在此时此刻 被记忆碎片揭破真相后 沈潇雪就只觉得讽刺了 沈潇雪焉眉微醋 这时他不由的又是回忆起 梦中的他 策马尤金时的模样 那时的他 依旧的倾国倾城 并不见记忆碎片中那样颓废的老太 眉目之间也满是华彩 这一切 都与记忆碎片中所见不符啊 另一边的顾南一 此时则是拿出了 苏妍曾经送给他的大量傀儡 颠孝傀儡 神臂傀儡 千姬傀儡 无面傀儡 他没想到 这些竟都是苏妍亲手创造的 他用他们 差点打下了一个小事件 可惜 那时候 那个女主角不是他 而系统的声音 也是又一次的在此时响起 丁 问题 沈潇雪正地后 与之百里无暇一战的结果是 选项一 战胜 选项二 战平 选项三 战败 选项四 惨败 回答正确 奖励天街三品神通 梨落只尖杀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顾南一看着问题和答案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虽然 就在刚刚的幻境中 苏妍对于沈潇雪的实力 是非常的相信 看的她都是不由自主的嫉妒 但是顾南一对于沈潇雪 自然是没有苏妍的那种信任 在她的观察 幻境之中 那沈潇雪的心气 可以说都是已经被百里无暇彻底打没了 就算将来 她真的成了女帝 神通灵气功法都能超过百里无暇 恐怕也很难卖过那个心结 所以一向来 立场都与苏妍一致的顾南一 这次却是觉得她错了 顾南一选择了选项四 然而 很遗憾 宿主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选项一 恭喜宿主 获得了五年功力 顾南一 她竟然赢了 丁 系统提示 素材收集完成 是否开始模拟 另一边 正在绞尽脑汁 剪辑视频的兔兔 也是在这一刻 看到了系统的提示 又有素材了 兔兔那两只蓝眼睛一亮 当即便是选择了开始模拟 兔兔希望 这一次 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和以前一样 前面的都是与之前三次模拟 大同小异 一直到京城网考 苏妍跟着沈潇雪 进入到小世界之后 小世界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 你和沈潇雪降临在小世界 你们遇到了 东圣界东圣帝君的地基 百里无暇 他以天阶三品神通 梨落指尖沙看了沈潇雪一眼 沈潇雪便生气枯竭 五元衰退 从一个风姿无双的准亡 瞬间变成了一个衰老的老狱 幕僚扑从四散而逃 只有你留了下来 小世界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 你以一个说书先生的身份 独自带着沈潇雪 隐姓埋名 生活在吴国 小世界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三月 东圣界掌控的草原势力 北鲁大军 攻破赵国都城 你做出了第一只殿孝傀儡 小世界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八月 北鲁军攻破燕国都城 你是做出了神臂傀儡 千姬傀儡 无面傀儡 小世界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十月 三国联军将北鲁冰封 暂止于沃龙关 你只身前往面见吴王 被拜为吴国丞相 开始以举国之力 大量制造傀儡 第39章 十年后 祝你重铸到心 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十一月 北鲁军攻破北塘都城 你以吴国丞相的身份 出使列国 九日历 一千零五年十二月 北鲁军攻破魏国都城 九国联盟出城 九日历 一千零六年 你亲率大军 与北鲁军对峙于苍蓝江两岸 因为轻敌 东圣界王道天鹿 第九十五位 第七十七位 第六十二位 第五十一位 第四十三位 第二十七位 被你以傀儡击杀在阵前 九日历 一千零七年 你亲率大军 与北鲁军 僵持在苍蓝江 九日历 一千零八年 你亲率大军 与北鲁 僵持于苍蓝江 九日历 一千零九年 你凭借着扩大了数倍的傀儡大军 一举渡江 全歼北鲁三十万精锐 斩杀东圣界三十五位准王 攻守之势逆转 九日历 一千零十年 你率军收复魏国 北唐国 九日历 一千零一十一年 你率军收复赵国和燕国 九日历 一千零一十二年 你率军 深入草原 九日历 一千零一十三年 你奸列北鲁二十万大军 斩杀东圣界二十五个准王 烧毁草原十八王亭 九日历 一千零一十四年 你率领九国联军 打到草原圣山 百里无侠面前不堪一击 你最后与百里无侠 在最后的孤城谈判 答应前往东圣界 助他制造亚圣战利的傀儡 换取他退兵三千万里 让沈潇雪封王 九日历 一千零一十五年 你并没有返回到始原界 而是带着生机枯竭 道心破碎的沈潇雪 前往了长生界 求助药帝 积阳号 大延王朝永安六年 沈潇雪容颜 根基恢复 同时服用下 激昂号炼制的天阶望穿丹 将小世界中的一切望却 也忘记了百里无侠 不再受心魔所困 大延王朝永安六年 你与沈潇雪返回延京 沈潇雪受封 沈潇王 大延王朝永安七年 你按约定前往东圣界 助百里无侠 制造亚圣战利的傀儡 大延王朝永安八年 你在东圣界制造傀儡 大延王朝永安十年 你在东圣界制造傀儡 大延王朝永安十七年 在百里无侠 无数资源的支持下 你耗费十年 制造出了这个世界系 第一支亚圣战利的傀儡 你想到沈潇雪 将他命名为神潇 大延王朝永安十八年 你回到了始源界 沈潇雪询问你去向 你无法告知实情 你们陷入了冷战 大延王朝永安二十一年 东圣界与始源界 再次因为争夺一个小世界 爆发战争 沈潇雪统兵出征 你告知了他 神潇傀儡的弱点 大延王朝永安二十二年 凭借着你告知的情报 始源界大圣 沈潇雪被尊为女战神 大延王朝永安二十三年 你在东圣界的事情暴露 为平息众目 你被沈潇雪流放到了 一个被遗弃的小世界中 大延王朝永安三十年 你在不见天日的小世界 郁郁而终 本次模拟结束 恭喜你获得了颠孝傀儡 恭喜你获得暗月传承X1 本次模拟结束 正在寻找投影目标 吐吐 完了 再这样下去 他怀疑 总有一天 他会按捺不住 去宰了沈潇雪指示 模拟是不是也不能继续了 第二天 苏妍再遇到顾南一 便是先刷了一波 这一世 苏妍不知道 还会不会遇到百里无暇 虽然 上一世 他们遇到百里无暇 是在永安五年 但 他似乎是冲着沈潇雪过来的 既然他们今年 还是跟沈潇雪一起 便很有可能再遇到他 前世时 面对百里无暇 尤其是面对他那个 天阶三品神通 一落指尖沙 苏妍可以说是很憋屈了 但是今生不同 上一世 苏妍手中的不过是 殿孝傀儡 神臂傀儡 八臂傀儡 千姬傀儡 无面傀儡 这一世 有了南一大宝贝 他的配置却是 邪王傀儡 摄日傀儡 冥王傀儡 星沙傀儡 巫王傀儡 说到底 小世界的最高战力 也不过五尊 就算是百里无暇 苏妍也不信 他能顶得住自己 这么多高阶傀儡 但是反过来 现在的苏妍 对于那离落指尖沙 也还是有点难扛的 所以这几日 他一直在刷天红玉 和再生娃娃 只要能扛到傀儡 打爆百里小公主就行 便连昨日 刚拿到的地阶灵器 遮梦清雨 都放到了一边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雨 故难医护身血文玉 触发十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九色天红玉 苏妍眼前一亮 今日手气不错 不但刷出了两个再生娃娃 一块天红玉 还有一块九色天红玉 天红玉是三系的绝对防玉 九色天红玉 却能达到二十七系 入夜后 大阎王朝 皇宫前 一盏盏灯被点亮 足足有着万盏之多 苏妍 顾南医 沈潇雪等三百多个准王 全部站在灯阵的中央 等待着仪式开始 前往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 在东圣界 名为海灯小界 在大阎王朝 名为灯玉 都是以仪式命名 除此之外 也有以发现者命名 以小世界的风貌命名的 此时的沈潇雪 也在想着 此行 会否遇到百里无暇 他不由地 望向顾南医身边的苏妍 这一世 再不会有一个人 为他去征战世界了 而就在此时 顾南医的目光 也是又一次的恰巧无比 朝他看来 沈潇雪柳眉微醋 不知为何 被这个小起看着时 他总会生出一种 仿佛没穿衣衫般的感觉 第四十章 百里无暇在模拟器 而也就在此时 算好的时辰到来 随着周太师 点燃最后一盏灯 万盏青灯 瞬间仿佛通彻天地 勾连了无尽虚空 茫茫的夜空之中 也是从无到有的 浮现出一片空华 道道眩光落下 三百多个准王 也是消失在这一片空华中 按照以往往考的惯例 万灯正中的三百名准王 会被跟他们的幕僚一起 投放到灯域三百个不同的区域 苏妍让桥山桥水跟顾南医一起 他自己则是孤身一人这一日 灯域很多人 便是看见夜空中 出现了特殊的形象 始源界跟东圣界的时间 是一比一 和灯域的时间则是一比十 于是 在东圣界降临草原后的十天 始源界的准王们也降临了 仿佛庄周梦蝶 蝶梦庄周 一个恍惚后 苏妍便是出现在一个 天有九日的世界中 他能够感觉到 周围的天地灵气 全都是很明显的 下降了一大截 在这样的世界 武者的实力 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压制 苏妍以自己衡量 若全力一战 他的实力 大约只会有始源界的三分之一 但是 这对于傀儡却是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因为傀儡依赖的是元经 这便是 他上一世能够依靠傀儡 横扫天下的重要因素 只差百里无暇那个boss 而百里无暇那个boss 就是留给他这辈子推倒的 苏妍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隐约竟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面前是一条奔腾的大疆 这里 似乎正是前世时 他与北鲁大军 僵持了三年的苍蓝将叛 而就在苏妍降临到登玉的一刻 丁 系统提示已经寻找到投影目标 百里无暇 正在投影中 灵兽带中的兔兔 也是听到了模拟器的声音 从昨日 模拟结束后 便一直在寻找投影目标的模拟器 终于是有了动静 竟然是百里无暇 兔兔看到这个投影对象 心中却是不由的微微一沉 他担心 若是 让百里无暇看到了模拟过程 恐怕会把百里无暇的注意力 从沈潇雪 转移到苏妍身上来 有点不妙啊 不由的 他便是用着小爪爪扯了扯长长的锤儿 可惜 兔兔他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去改变模拟器的选择 不过 若是他知道 模拟器运行的底层规则 便是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正如顾南一的答题系统告诉他的一样 这些系统本质上 都是跟随苏妍穿越而来 他们最底层的一条规则 那便是所有的行为 都是对苏妍有利 不能威胁到苏妍的 同一时间 沈潇雪 顾南一等人 以及他们的幕僚 也是接连出现在登玉各地 而在那草原圣山之上 东圣街人刚刚降临 当即便是用强大的武力 镇压了北鲁高层 百里无暇 更是亲手斩杀了他们信仰的雪山大狼神 这一群东圣街的准王 当即便是被北鲁人奉若神灵 百里无暇 更是住进了雪山之顶 大狼神原本的神殿中 不过 他对于居住环境 依旧是极为不满 这几天 都在动员北鲁人 修建新的行宫 神殿之中 百里无暇刚刚听到王庭的萨满报告 异象出现 九国之中 似乎也有外神降临 他打了个瞌睡 正想说什么 睡意却是铺天盖地袭来 眼皮子一阵沉重 当即便是挥了挥手 我困了 要先睡一觉 有什么事 等我醒来再说 半个月后 百里无暇 终于从梦中悠悠醒来 当即便是把墨白等人都换了过来 殿下 对于始源界 那边的少帝 我们已经有些眉目了 见到刚刚降临小世界 便是一睡半个月的百里无暇 墨白等人也不敢多说什么 百里无暇睡觉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闲着 已经从始源界的准王口中 把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始源界那边的少帝 最有可能的 应是一个女子 名为沈潇雪 为他们三百名准王中 实力最强之人 在始源界 被称为神潇仙子 除了他以外 还有他们苍山木雪楼 山河仪器盟 北周汉刀门 三个四品圣地的清传 也有一丝可能 但我认为 最大的可能 还是那个沈潇雪 他此时正在七国境内 殿下要不要去见他 墨白向着睡眼惺忪 仿佛还在神游的百里无暇 恭敬问道 墨白等人知道 百里无暇 此次来到海灯小剑 最大的目的 便是始源界的少帝 因此 他们的主要经历 都是在调查 那个少帝的身份下落 至于 争抢这个小世界 却是并没有多费什么心思 那个费拉不堪的始源界 在墨白眼中看来 根本够不成威胁 这个以及小世界 已是掌中之物了 曾经对于作为 本世界系起源的始源界 他们只是听说了其没落 这次在登玉交手后 却是亲身体验了 有一说一 始源界那些准王的实力 若放在东圣界 绝对是进不了 王道天路前十万的 始源界中 唯一值得在意的 也就是帝君口中的少帝了 能被帝君评断为少帝之人 无论如何 都不能轻视 然而 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 百里无暇闻言 却是不在意的摆了摆小手 不去不去 我对他没什么兴趣 你们 帮我去找到一个 名为苏妍的始源界人 我要去见他 墨白 萧雷石 蓝灵珠 听闻到了百里无暇的决定 他们近乎同时一正 他们不明白 这位殿下 想干什么 在始源界 除了那个少帝 还有能让他感兴趣的人 与此同时 沈萧雪却是带着一群幕僚 准备出海 现在的他 完全没有那样的自信 能战胜百里无暇 所以 他选择出海 希望能够暂避锋芒 丁 系统提示 发布任务 击溃东圣界势力 奖励苏妍的 第十块记忆碎片 沈萧雪看着眼前的任务 当即便是心中一沉 果然 不祥地预感成真了 百里无暇 真的如他所想 跟着他提前一年 来了东圣界 当下 沈萧雪出海的心情 愈发急切了 他看着这个系统任务 感觉这似乎是一个 短时间内 无法完成的任务 那 苏妍的记忆碎片怎么办 不得不说 越是看多了苏妍的记忆碎片 他便对剩下的更加渴望 沈萧雪 急于看到苏妍完整的 前世第41章 你管这叫傀儡 另一边 苏妍按照与顾南一的约定 与带着桥山桥水的顾南一 在吴国都城会面 两人沿着苍蓝江 一路游山玩水 途中也听到了很多 北鲁的消息 顾南一也与沈萧雪一样 担忧着百里无暇 虽然 那个百里无暇 应该是冲着沈萧雪去的 但他们 恐怕也逃不掉 然而便是跟沈萧雪一样 看过记忆碎片的她 也没想到 这一事 因为那只兔兔 百里无暇 竟然是直接冲着他们来了 又过了十天 这一日 苏妍与顾南一 正坐在马车内 行于南唐国境内 苏妍却是突然让驾车的桥山 停了下来 跟顾南一俩人下车 树西之后 后方便是传来了 隆隆的马蹄声 顾南一美眸微微一缩 不由有些紧张地 抓住了苏妍的衣袖 她也是看到了 为首的那个白衣少女 这几日 担心的是 终于来了 只是 没想到 来得那么快 莫非 沈萧雪已经死在了她手里 与此同时 待在灵兽带中的兔兔 也是面露忧色 现在的她 虽然已经得到了 十分之四的暗月传承 却也没把握 应对百里无暇的那个天阶 三品神通 梨落指尖沙 虽然说都是地基 但地基和地基之间的区别 还是比地基跟狗差别更大 东圣帝君 只有百里无暇一个女儿 她却是母皇的九十九分之一 还是最不受待见的那只 一名带着银色矫链的少女 从一片的烟尘中 纵马而来 而她身后 还跟着墨白 萧雷石 蓝灵珠等的天圣戒准亡 似乎是百里无暇朝着他们 吩咐了一些什么 这些人都是停在了远处 一道道林立的视线 纷纷地打量着苏妍 很快 眼见百里无暇与苏妍 已经只距离十数丈 百里无暇也是恶停了马 歪头打量着她 发现她与梦中所见 当真是一模一样 你是叫苏妍吧 你身上有没有带着傀儡 我想看看 梦中所见 是不是真的 片刻后 白衣少女便是眨了眨眼 向着苏妍问道 听见这话 苏妍倒是露出了一副 有些错愕的神情 不由好奇的问道 你梦到了什么 我刚降临到这个小世界的时候 就做了个梦 百里无暇歪了歪脑袋 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我看到了 你制作出了 漫山遍野的傀儡 有能乱人心智的傀儡 有百步穿扬的傀儡 有立可举顶的傀儡 有能释放诅咒的傀儡 百里无暇双眸发亮 苏妍 苏妍没想到 百里无暇竟然会有玉之梦 不愧是五弟之女 不过听她的描述 那些傀儡都是她上辈子用的 放在线下 这玉之梦 似乎有点不管用了呀 那么 你看了之后呢 苏妍问道 那要看那些傀儡 是不是真如我所想的那般有趣 百里无暇 似乎早已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让我感兴趣 我会把你带回天圣剑 作为我的工匠 那如果我不想去呢 苏妍摇了摇头 你可以拒绝吗 百里无暇好奇地问道 苏妍笑了 好吧 你想看 那就让你看看 恐怕 到时候 任凭百步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了 是吗 不太可能吧 百里无暇完全不信 那些傀儡的实力 她在梦中 可是亲眼见识过的 当时 成千上万的数量 都被她轻易回去 苏妍现在又能拿出多少 那边 墨白 肖雷石等人 更是不以为然 这个世界系 以武为基 傀儡不过小道 也就地基殿下 有时天真烂漫 对此感兴趣 然而 包括百里无暇在内 都绝不会想到 接下来 他们会看到什么东西 嗯 那你看看 这些 跟你梦里的 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苏妍笑了笑 打开了系统空间 若非系统空间 普通的乾坤界 哪里能放下这种东西 华 仅此一瞬 苏妍深舟的空间 仿佛发生了某种扭曲 一种错乱感扑面来 一秒后 天地间 突然便是多出了一群的恐怖怪物 首先 占据视线的 便是身高三米 漆黑如墨 深有无数巨大裂口的 争鸣灭雾 他的周身 开合着一道道紫色弯月般的口气 仿佛邪神嘲讽人间 嘻嘻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 若有若无的缥缈笑声 回荡于虚空之间 百里无暇身后 万灯玉的那群王道天骄 好几人都不由自主地捂住脑袋 蹊跷之中 都留下黑血 这便是 颠孝傀儡万倍返还 武王级的邪王傀儡 在其后 是一个浑身金甲 独角 无臂 身高接近五米 胸前并排五个巨洞的傀儡 他那胸前的洞口中 仿佛有着金色眼眸开合 无形视线扫描天地 东圣界王道 天骄第二的蓝灵珠 仅仅是被看了一眼 便感到浑身汗毛树立 冷汗满身 神臂傀儡 万倍返还 射日傀儡 第三只 比较起前两种体型更大 身高接近八米 无头 粗大的躯干上 并排着左右三排 共是三十六只手臂 每只手臂 都握着一种不同的兵器 八臂傀儡 万倍返还 冥王傀儡 第四种 纤细的体型 通体仿佛流离铸造而成 由一块块晶莹剔透的方块 旋转 拼接而成一个类人的形态 如同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千机傀儡 一万倍返还 新杀傀儡 最后一头 是一只浑身生满道刺状鳞片 牛身 羊头 人面 头身聚角的奇异灭物 砰砰砰砰砰 便见 他只是脉动四体 便是将地面踩踏出了一个个半径数米的坑洞 无面傀儡 万倍返还 巫王傀儡 百里无瑕等人 全都骇然地看着面前这些怪物 百里无瑕 果然 欲知梦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 跟我在梦里看见的差距那么大 墨白 萧雷石 蓝灵珠 你告诉我 这是傀儡 带到苏妍 将系统空间内的傀儡 他们放眼望去 各色形态的傀儡 灵物夹在一起 数量过百 苏妍望向百里无瑕 便是指着那些傀儡 向他问道 怎么样 跟殿下在梦中所见一样吗 第42章 难道是苏妍 没等百里无瑕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从那些邪王傀儡的口中 便是飞出了一片片的紫色扭曲月牙 朝着百里无瑕扑去 而那些射日傀儡 一只只金色的瞳孔 也是迅速地锁定了他 巨大的傀儡之躯震动 射出一道道灼热的金色光束 紫色的月牙 与之金色的光柱 在空中交错缠绕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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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无瑕的身影一瞬扭曲 如被无数辆投射车命中一般 被一道道紫金相间的巨大光束 轰飞了出去 转瞬之间便消失不见 望着此等骇人场景 墨白 萧雷石 蓝灵珠等人 纷纷露出了一副震撼的神情 不敢置信 这里的每一头傀儡 几乎都相当于准亡权力一击 他们眼中 那名一身白衣的少女 一路倒飞 百里无瑕 一下子倒飞了数百米 撞碎了一株株古树 一路上连滚带爬 最后 总算是才撞到了一棵巨大的古树上 停了下来 在最后一刻 他撑开了一顶散面上 有着一片星座的月白色散件 依靠着这件灵器 才撑了下来 饶是如此 百里无瑕的嘴角 也是不由自主地溢出了几滴血迹 郊区也不自主地轻颤了几下 墨白 蓝灵珠等人 都是忍不住地吞了口唾沫 他们完全可以想象 若是他们 换到百里无瑕的位置 此时此刻 早已是尸骨无存 不可能 殿下是不可能输的 墨白口中难难 百里无瑕此行的对手 乃是始源界的帝星 怎么会在始源界 这么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这里翻船呢 说不定 这才是真正的帝星呢 萧雷石苦笑道 无论如何 今天 都让这些天圣界的天骄们 对曾经不懈多看一眼的傀儡 有了新的认识 眼前这些 宛若鬼神的傀儡 可以说 完全地超乎了他们的理解 难以想象 苏妍到底是用什么材料 才能练出这种东西 其实 若非是系统 苏妍也未必能制造出这些傀儡 不是做不到 而是不会去做 这些傀儡 全都是系统的万倍返还 这并不是说 他们的实力增长了万倍 而是他们的价值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性价比 如果不是返还系统 让他百捡 苏妍都不会考虑的 但不得不承认 用起来真的很爽 有种土豪 用黄金打造毛测的感觉 很快 便是听见 树林里 传来一阵树枝被踩断的声音 百里无瑕 撑着伞走了回来 此时此刻 百里无瑕的小脸上 一时也有些难看 他手中 那把地界一品的防御灵器 倒是没有受损 可是 他的武员却耗费了三分之一 他也意识到了 在这一个灵器细薄的小世界 面对这些傀儡 武者的劣势 显得很明显了 看样子 需要认真一点了 百里无瑕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 他便是以一只小手 捂住了自己的左眼 哗 当那纤细的手指重新张开时 他的左眼瞳孔 赫然变化成了沙漏的形状 而整个世界 从草木到天空 也是染上了一层 被岁月渲染的暗色 百里无瑕 便是这般 朝着苏妍看去 前世时 沈潇雪便是被这么看了一眼 差点就此地露断绝 可是 苏妍看到这一幕 却像是根本不知道 他这个神通 有什么恐怖之处一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便在百里无瑕朝他看来时 他身上也是骤然 迸发出了一片夺目红光 这是防御灵气 百里无瑕 秀眉微醋 不以为意 防御灵气 在面对梨落指尖杀 是无用的 除非能达到地阶三平以上 然而 百里无瑕下一刻 便是看到 站在那一片红光之中 苏妍在他的目光注视下 却是安然无恙 什么 这个家伙 看见安然无恙的苏妍 百里无瑕的美眸 不由微微一震 另一只眼中的金色沙漏 也跟着抖动 他怎么做到的 百里无瑕感到不可思议 而在同一时间 那些傀儡 自然不会站着不动 那些巨大的冥王傀儡 已经冲到了他境前 无数骑行兵器 铺天盖地落下 那些星沙傀儡 身上数十枚方块转动间 一重重幻想落下 羊头牛肾的巫王傀儡 周身浮现出各种皱纹 化为一条条黑白灰三色的皱纹锁 沉浮他的倒体 更加之 在苏妍的操控下 众多傀儡配合有序 宛若一支小型的军队 便是墨白 萧雷石 蓝灵珠等人眼见不妙 加入战场 形势也很快一边倒 与之 苏妍那一双平静的眼眸对视 不知为何 百里无瑕的心中 却生出了一丝强烈的激动 这是一种 他从出生至今 从未有过的情绪 以他的出生 至今为止 还是第一次遇到 能压制他的同代对手 随着冥王傀儡退后 如同初始一般 后方 数十道紫金香蕉的光束爆发 哄 刹那之间 惊骇的气暴 仿佛要轰碎这个小世界系的戒壁 丁 恭喜你完成任务 击溃天圣界势力 你获得了苏妍的第十块记忆碎片 也便是在此时 已经扬帆出海的沈潇雪 站在甲板之上 耳中却是突然地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沈潇雪 我刚刚出海 你就告诉我 差点让我愁头的大敌 自己崩了 沈潇雪愕然 想了半天 却也是想不明白 百里无暇那些人 会栽在谁手里 今年网考的那些准王 他都知根知底啊 难道是苏妍 沈潇雪的脑中 一瞬间也是不由自主地 想到苏妍 但很快 他便是又摇了摇头 抛却了这个荒唐的想法 如果他预料得不错 此时的苏妍 估计正跟那小琴一起醉生梦死吧 沈潇雪心情复杂 一时也不知是怒气不争 还是说不出口地羡慕极度了 第43章 谁杀了你 答题系统开启新模块 丁 检测到宿主成功赠予 顾南一臂萧云锦X时 触发万倍返还 你获得了天罗云锦X时 对于 百里无暇等人 苏妍在收了一笔天价的赎金后 还是将他们放回了天圣界 首先 前世时 百里无暇也没杀他 再者 百里无暇背后 毕竟是站着一位武帝的 不过 在那之前 苏妍也是几乎掏空了 百里无暇的全部身家 对于苏妍来说 这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赤诚了 其实 若论真正的身家 坐拥返还系统的苏妍 其实说不定 还要在二代百里无暇之上 可是关键在于 百里无暇身上的那些都是原始品 代表着苏妍拿去后 可以再刷一次 与此同时 海上 沈潇雪回到船舱之中 当下便是使用了 那第十块记忆碎片 眼前一个恍惚 下一秒 沈潇雪的意识 便是出现在一座山顶 似乎正值昼夜交替之际 天际间隐约一抹鱼堵白 借助光线 沈潇雪看到了自己和苏妍 看到自己的容貌 不再是那副老太隆中的样子 沈潇雪不由地松了口气 苏妍 没想到 你竟然会认识药帝 你与她 如何相识的呢 画面中 沈潇雪问道 这个呀 说来话长 苏妍笑着说道 旁观着这一切的沈潇雪的意识 心中微颤 她发现了 原来这个记忆碎片 乃是在他们离开万灯狱之后 她能恢复容貌和修为 也是凭借着药帝的医术 若没有苏妍带她来找药帝 她会怎么样 而眼前的苏妍 只是告诉了她 她认识激怒的经过 丝毫也没有提起破葬单 萧雪 天快亮了 把这枚望穿单吃了吧 眼见的朝阳出生 画面之中 苏妍也是取出了一个预制的小药瓶 沈潇雪接过药瓶 却迟迟没有打开 她目光复杂地望着苏妍 苏妍 一旦我服用下望穿单 那便意味着 在那小世界中的十年 我都会彻底忘记 不好吗 彻底忘了那些 苏妍说道 就像忘了昨晚的一场噩梦 天就亮了 沈潇雪摇了摇头 但是 那也会忘了 你我的十年 忘了 你为我做的所有 沈潇雪目光复杂地说道 没关系 那就让我 和你那些不堪回首一起 被彻底遗忘好了 苏妍笑了笑说道 毕竟 我们 不会只有那十年 我们还有将来很多很多个十年 山顶上 沈潇雪扑在苏妍怀中 一时哽咽无言 与此同时 作为旁观者的沈潇雪的意识 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万灯界的那十年 苏妍一个修为平平的武宗 一面要照顾自己 另一面 还要楼椅汉山一般 与天圣界一群王到天 交争天下一路走来 多少荆棘风霜 然而这一切 随着自己服用下那颗望穿单 终将被掩埋 有些故事会被万年传送 有些故事只能被掩埋 不过此时的沈潇雪自然不知 有一只兔兔 会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并且终有一日 会将之投放到万界 苏妍 就算我望去了那十年 我也定不复你 便是在朝阳真正升起的那一刻 沈潇雪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苏妍一眼 扶下了那眉望穿单 记忆碎片结束后 沈潇雪不由地走出船舱 回头朝着离开的那片大陆望去 仿佛能隔着无尽的海天 看到那个人 另一边 同步看完全城的顾南一 也是目光复杂 他原本还好奇 沈潇雪是怎么战胜 对于百里无瑕的心魔的 原来还是因为苏妍 顾南一叹了口气 这么好的人 你怎么就弄丢了 叫我给白捡到了呢 这一刻 顾南一心中确实罕见的 并没有多少嫉妒 反而是有那么一点窃喜 丁 问题 上一世时 顾南一最终被谁所杀 选项一 沈潇雪 选项二 青天龙女 选项三 百里无瑕 选项四 天虎女帝 选项五 九阳帝君 选项六 圆月主 回答正确 系统开放高级功能 回答错误 获得五年功力 看到这次的问题 顾南一不由地震住了 问题本身倒没有引起 他太大的情绪波动 人中有一死 在以五道为根基的世界系中 寿终正寝者能有几人 他只是惊讶于这次的奖励 系统的高级功能是什么 这个系统 难道不是就只有搭搭提 零零奖励这样子吗 不过 他询问系统 并没有能得到回答 当即 顾南一也只能把目光 重回到了问题本身 这些选项 他还是觉得 沈潇雪可能性最大 其他的 顾南一实在想不到 自己跟他们 能产生什么瓜葛 丁 系统提示 回答正确 系统正在开启新模块 请稍后 顾南一看到系统的提示 不由得一正 没想到 上一世的他 还真的是死在沈潇雪手中 但是他随即想到自己的身世 又想到沈潇雪将来会是始源界的女帝 似乎这一切也都在情理之中 不过 顾南一玄即便又是想到系统之前的一个问题 与之苏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人是谁 那个问题 最后的正确答案是 也是自己 那么 是否是说 苏妍最后的死 确实是也跟沈潇雪有关呢 想到刚刚记忆碎片中 沈潇雪那句必不负你 顾南一的目光 忽然变得无比冰凉 沈潇雪杀他 他不在意 但若沈潇雪真的忘恩负义到伤害苏妍 那哪怕真的是前世的账 他也会找他算清楚 第44章 时光长河中的先帝 另一边兔兔看着眼前刚剪辑完的视频 准备投放 这次的投放机会 并放弃以前剪辑的那些 用最近的一次模拟结果 剪辑视频 从苏妍征战天下 到最终凄凉收场 兔兔自以为 比之第一次有很大提升 叮 投放中 请稍候 兔兔看着系统提示 扯了扯长长的锤儿 忽然问道 系统 你选的投影目标 和第一次一样吗 系统 一样的 宿主 只有当着最初的10人 阅览率超过60%后 系统才会纳入新的投放对象到100人 兔兔 突然间有些心虚 他记得 上一次 他的阅览率不过10% 60%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 这一日 苏北山再次做了那种奇怪的梦 因为已经有过一次 他也不慌 心情激荡地看到了最后 为兔兔贡献了一个阅览率 而沿着始源界的时光长河 无限地速流而上 5000年 5万年 50万年 500万年 可以看到 时光长河当中 有着一道道的身影 有的顶天立地 有的荷光铜尘 或凝食 或虚幻 或五官生动 或面目模糊 这些都是始源界已经是去的圣人 圣人不死 大道不止 不同于云云众生 圣人死后 并不会如梦幻泡影 在世间 消敏无踪 不留痕迹 他所行之道 会融入本世界的天道中 成为本世界道的一部分 于是便能在时光长河中 留下身影 只是圣人之道 终世有有进食 一般而言 只能维持几十万年 百万年后 如何显赫 一般也都不复存在了 所以 时光长河越是回溯 时光长河中的那些身影 便越是淡薄 当始源界的时光长河 回溯到百万年前 便只见 空空荡荡 一直到 时光长河回溯到了五千万年前 却见 朵朵红莲绽放 一红袍老者 躺倒在万朵红莲中央 眉目与真人无异 一呼一息间 仿佛都在吞吐阴阳 时光长河中 便是圣人之道也会湮灭 唯有五帝不灭 五帝即使死后 也会将自己的印记 永远地铭刻入这个世界的天道中 与世同存 始源界虽然没落 但终究是本世界系的起源 曾经诞生过这个世界系最多的五帝 五千万年前的这一位 便是其中之一 其也是大延王朝的始祖 炎帝 不知过了多久 其实在这里 也没有时间的概念 时光长河中 一切都是静止的 唯一能动的 只有炎帝本身 此时 他忽然间睁开了眼 打了个哈欠 这个小家伙 倒有意思 那些傀儡 用在那些小世界的战场 倒是不错 时光长河继续速流而上 一亿年 五亿年 十亿年 中间 又经过了几个通天彻底的恐怖身影 直到五十亿年前 那里 站立着一个面向过去的黑衣男子 他就这样背对着时间长河 站立了五十亿年 始终不言不语 这便是此世界系中 第一个以五道正地的人 始源五帝 然而 无法用时间衡量的当下 沉没了五十亿年的始源五帝 却是第一次打破了沉没 什么东西 总要来叨扰 与此同时 三秋界 一只小山般大小的红色狐狸 从睡梦中悠悠转醒 一双日月般大小的兽筒眨了眨 不知为何 最近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梦 以往他梦中所见 都是五帝或者圣人的过往 这次却是两个未成圣的人类 另一个 无光的世界中 两只血红的蛇童缓缓缓睁开 一瞬照出千里山河 却又很快闭上 丁 系统提示 投放结束 本次投放十人 阅览率十分之三 奖励 阅魔雪X3 请宿主继续努力 这边 兔兔也是等到了这次投放的结果 还是只有十分之三 兔兔叹了口气 不免有些失望 另一边 顾南一等待许久 终于是等到了系统升级完成的提示声 丁 系统提示 模块更新完成 终于好了 顾南一听到提示 当即便是查看起了系统功能 简而言之 这个系统的新模块 便是可以将别人拉入到答题空间中 和顾南一一样 回答正确 可以得到奖励 若对方回答错误 答题者会有代价 宿主和苏妍 则可以收获到对方付出的代价 顾南一 还有这种好事 顾南一眼前一亮 那么系统 答题的人 我可以任意选择吗 答题之人 必须是看过视频之人 顾南一皱眉 什么视频 系统答到 宿主可以先看一下视频 紧接着 顾南一眼前 便是出现了兔兔先前投放的视频 看到的是苏妍前世在登玉的经历 顾南一不由得看入神了 等到一切结束 苏妍最后被沈潇雪流放 她最后 站在那个遗弃的小世界中 等待着介遇之门开启 等待着能回到始源界 或者见到那个人 却至死也没有等到 顾南一早已是满面寒霜 系统 这一切可是真的 这一切 乃是某位存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系统答 听到有改编 顾南一的脸色才略略好看了些 听 系统提示 现在请宿主 根据视频内容编辑问题 顾南一想了想 问题 沈潇雪何年何月何日死 顾南一想了想到 听 问题审核 不通过 请宿主重新编辑 顾南一 顾南一接下来 又连续编辑了十几条 结果都是不通过 最终被通过的问题是 在视频中 谁是受到始源界 气韵眷顾的主角 听 请您回答问题 刚刚的梦境中 谁是受始源界气韵眷顾的主角 选项一 苏颜 选项二 沈潇雪 选项三 李长生 就在同一时间 时光长河中的始源武帝和炎帝 以及三丘界的那只大狐狸 眼前都是同时浮现出了这一道问题 一样的问题 回报却不同 时光长河上游 始源武帝看到的是 回答正确 始源武经重新现世 回答错误 失去一顶弃运 始源武帝 他没想到 刚刚那个梦境 还有后续 到底是谁 竟能影响到 他留在时光长河上游的影子 要知 他实则已经是去了无尽岁月 在这里的 只是他留在天道中的道 什么存在 竟在干涉天道 是此节后世的武帝吗 第四十五章 得一良人 无灾无难到公亲 但很快 这道影子便是放下了顾虑 因为想也无用 处于时光长河上游的他们 只是生前留下的一道印记 看不到后世 除了能影响到一点天道气韵之外 也影响不到后世 就比如眼前的这个问题 始源建那时的气韵之子是谁 他便不可能知道 不过 始源武经 已不在世间流传了吗 看着问题最后的奖励与代价 背对时光长河的武帝 心中也是有了一丝波动 对于一名 已经消失了五十一年的武帝 世间的大多数事物 自然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 但始源武经 那是他身前最得意的传承 若是失传 未免可惜 至于一顶气韵的代价 他却完全不在意 对于一名武王 一顶气韵 可说是无价之宝 子顶镜以下的武王 可能十几个凑一起 才能凑得出一顶气韵 但是对于毅力时光长河 与天道合一的武帝 一顶气韵的气韵 不过是沧海一粟 再者 他们都已经死了 气韵也已无用 但是 他刚刚根本没看那个梦境 所以对于答案 只能随意选择了 看着那三个选项 他最终选了李长盛 而五千万年前的炎帝 看到的回报却是 回答正确 修复大炎镇国灵气 清消气血 回答错误 失去一顶气韵 炎帝也是跟始元武帝一样 无所谓一顶气韵的 但是清消气血 是他留给大炎王朝的一件天阶灵气 没想到这些年竟然损毁了 看着那三个答案 他也不由地稍稍想了想 跟始元武帝不一样 他是过完了整个梦境的 根据梦境的过程 炎帝自然是选了沈潇雪 只是 他对于沈潇雪这个天命之子 却是不满意的 他一生至情至性 不负任何人 而梦境中 那个沈潇雪 对于苏炎 却无疑亏欠太多 在炎帝看来 连身边人都担不起的人 怎能担天下呢 而就在此时此刻 就在始元界 很多圣人都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 他们忽然感觉到 天地之间 有什么东西变了 武帝已死 不能插手后世 但另一方面 武帝已与天道相合 若过往的武帝 心意有变 也会影响到后世的天道气韵 就在当下 始元界的一缕气韵 也是悄然地从沈潇雪身上 转移到了苏炎身上 对于沈潇雪 不多对于苏炎 却不少 咦 大炎皇宫 正在看着系统面板的李长生 却是惊讶的轻易一声 却见 面板上 苏炎的天赋一栏 赫然从亚圣 变成了圣人 丁 请您回答问题 刚刚的梦境中 谁是受始元界气韵眷顾的主角 选项一 苏炎 选项二 沈潇雪 选项三 李长生 回答正确 获得三千枕梦境 回答错误 失去一颗万年妖丹 与此同时 三丘界的那只狐狸 也是望着 奖励中的三千枕梦境 心神阵战 这可是天阶的功法 不过 他虽然在梦境中待了一会儿 却没有看到最后 没有看到苏炎最后的结局 在他看来 既然是主角 那无疑是苏炎 怎会是那个老太婆呢 很遗憾 回答错误 你失去了一颗万年妖丹 狐猎 丁 使人武帝回答错误 苏炎获得了一顶气韵 丁 胡军回答错误 你获得了一颗万年妖丹 顾南依 收到那一颗妖丹 顾南依还来不及惊喜 就差点没被系统提示吓死 丁 系统提示 顾南依觉得你气韵不够 为你送来了一顶气韵 而在此时 苏炎那边也是收到了一条 从未有过的系统提示 南依 正泛州湖上的苏炎 不由地收起了吊杆 走进船舱 向着顾南依望去 呜 正在船舱中装睡的顾南依 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 一双迷蒙的水眸 朝他看来 没事 你继续睡吧 苏炎看着他这一副小迷糊的样子 想到 估计又是系统整活了 这时的他 不由地便是回忆起了上一世 同样是泛州湖上 那时 还是妖娆魔女的男依问他 余生所愿 那时 他想到自己已没有多少寿缘 便道 若有来生 只想有一良人相伴 一起无灾无难到公亲 如今的一切 也算是 冤枉成真了吧 而遥远的海外 沈潇雪在航行了一个月后 眼前终于是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陆地 他身后 赵定元等人都是面露狂喜 至今为止 他们都是不能理解 沈潇雪为什么要出海 白白在海上浪费了一个月 其他准王说不定都已经打下一片大大江山了 好在 眼下终于熬出了头 而沈潇雪的脑中 却是再次地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丁 系统提示 发布任务 在新大陆建国 同时 建立以苏妍为信仰的神道 奖励 苏妍的第十一块记忆碎片 沈潇雪柳梅微条 建立神道 那就是要塑造一个神啊 苏妍可以躺着 收获信仰 信仰便是气韵的一部分 这也便是代表着 苏妍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从她这里分走大部分气韵 但想到 前世时 苏妍为了她征战十年 沈潇雪叹了口气 就当是还她的吧 苏妍和顾南一 用了半年时间 周游列国 半年后 才开始办正式八月 赵国都城下 我是苍山木雪楼 清传第一席速回风 城墙上 一身白衣 面无表情的男子 只爆出了一个名字 好像只需要一个名字 就能逼退眼前的十万大军 然而 他等到的不是明经收兵 而是从天落下的 一只太极旋转的巨长 这是什么神通 苏回风 骇然变色 眼前不是两个 连山俊名不经传的武尊吗 六月 北唐 茫茫草原上 顾南一和苏妍并肩而立 顾南一的右眼瞳孔 缓缓化为了一朵道玄的青帘 他的青帘灯心之铜 经过无数一伙的淬炼 如今已有了青帘右眼的雏形 传闻 青帘左眼主生 右眼主死 如前世时 木华公的大师兄 叶哲柳 炼成的便是青帘左眼 由此成了沈潇雪门下最强奶妈 但这么说 实则并不准确 青帘之左眼 为秩序 为生生不息之序 右眼为乱序 为生机缭乱 便见 凡顾南一目光所及之处 枯草转绿 野蛮生长 那些骑兵 无论人马 五官血肉 都在疯狂扭曲 生长 几席之间 便都化为了地上一团团扭曲的巨大血肉 第四十六章 横扫列国 江山一统 军阵后方 山河一气盟的青传首席李北落 眼角抽搐 不久前 听说肃回风掌控的赵国 被七日灭国时 他还笑了半天 如今确实打死 也笑不出来了 十月 苏颜和顾南一 带着二万骑 杀到了草原圣山下 曾经他在这里面对的是 二十万草原骑兵 以及最后一搏的东圣界天骄门 如今却只有一个四品圣地 北周汉刀门的青传首席魏青阳 和五万骑兵 看着眼前的军阵 苏颜一瞬间 有了错位时空的感觉 远处 魏青阳举起刀 大眼北地风雪魔力出的冲天杀气 如铜云遮盖万里 在这一方小世界 更是能让风云变色 苏颜和顾南一身后 战马不安的思鸣 骑兵脸上 也隐忧不安 看着 卷带着杀气成烟冲来的五万骑兵 苏颜叹了口气 若在前世 他或许会有兴趣 与之酣畅淋漓的一战 然而此生 他只想要碾压过去 苏颜的手中 出现了一卷黑色卷轴 十万里天魔绘卷 当卷轴摊开 瞬息间 黑日降临 魔影闯闯 万鬼御行 魏青阳身后 原本森然的骑兵阵裂 瞬息间乱作一团 苏颜身边的桥山剑刺 当即便是举起长枪 带着两万骑兵冲锋 魏青阳还遇一搏 被苏颜一箭射落马下 十二月 苏颜携顾南伊 登北鲁雪山 筑坛祭天 风狼居须 紫色烟柱 通彻天地 自此宣告 登玉 东周精华之地一统 素回风 李北落 魏青阳等人 全都神色复杂地望着这一幕 在此之前 他们心目中 此行的劲敌 都是神骁仙子 谁能想到 进入小世界后 神骁仙子不知所终 却突然冒出了这对夫妻 短短三月 扫平列国 便是他们这些四品圣地的天骄 在他们面前 简直也是土鸡娃狗 甚至 有传闻 降临此界的那些东圣界准王 也是被他们赶回去的 然而 在此之前 他们在始源界 甚至没听过这两人的名字 不知他们出生何地 来自哪个圣地 与此同时 海外 另一块周遇上 神骁雪用手中刀轮 展露了此地大祭司的头颅 原本的神像被推倒 从今往后 此地便是只能供奉阎神 半年时间 沈潇雪几乎都是在南征北战中度过 原本就清朗地翘脸 更是又平添了几分肃杀 此时的她 已是脚下这块大路 七千万里疆土的女王 更是有着天降神法 血魔女 灭世之灾等的恐怖称号 赵定远 孙启阳 这些跟她一路走来的幕僚望向她时 目中更满是敬畏 丁 恭喜你完成任务 征服新大陆并为苏妍建立神道 你获得了苏妍的第十一块记忆碎片 呼 沈潇雪吐了口气 看着面前树立的 与之苏妍有几分神似的雕像 也不知 若是苏妍有朝一日踏足这里 看到自己的神像又会作何反应 如此 她是否也可以还一部分前世的亏欠呢 入夜 沈潇雪独自一人 坐在最高神庙中 面前一点灯烛 耳中只有火焰燃烧的琵琶声和虫鸣声 除此以外 万籁俱忌 如此她使用了记忆碎片 眼前一个恍惚 下一瞬 她便是又看到了半年未见的苏妍 此时她身边还有着一个 睡眼朦胧的白衣少女 是百里无瑕 沈潇雪心中疑惑 苏妍为何会与百里无瑕在一起 随后 沈潇雪的意识便是看见 百里无瑕带着苏妍走进了一座藏宝阁中 那个沈潇傀儡 本殿下很满意 这里的宝贝 你挑一件走吧 呵呵 当初的约定 殿下退币三千万里 我为殿下制作傀儡 本是公平交易 怎么好意思再拿殿下的东西呢 苏妍口中虽然这么说 却已经在 藏宝阁中走动起来 一副身体比嘴更诚实的样子 原来 她跟百里无瑕 当初做了这样的交易 沈潇雪的意识恍然 难怪她当年在万灯玉那般狼狈 最后却还是能阔土三千万里 授封神潇王 想到 苏妍为了她 十年寄人篱下在东盛界 而她服下了望川丹 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沈潇雪心中就不是滋味 苏妍为何能为了她 做到如此地步呢 殿下 不知我能否要这个 苏妍逛了一圈 最终目光停留在一件 黑帘状的灯形法器面前 天心通幽怜 你确定 百里无瑕有些意外 此灯点燃后 虽然能让人身处幽界 避开所有伤害 但时间只有半夕 每次使用 都要间隔幽界一个月 相当于大世界的半年 百里无瑕看着苏妍 似乎在考虑 她为何要选择天心通幽怜 此物不行吗 那我也便不夺殿下所爱了 苏妍见她似有犹豫 便说道呵呵 说了 让你随便选 那就是随便选 拿去吧 百里无瑕 倒也不是真的 对这天心通幽怜 有多在乎 挥了挥手 最后还是将她给了苏妍 那便多谢殿下了 苏妍说道 沈潇雪的意识 旁观着这一切 也是不明白 苏妍为何选择这个天心通幽怜 不过她也不太在意 而是注意着之后发生的事情 她跟着苏妍回到始源界 见到了自己 画面指中 那个自己 因为苏妍消失十年 态度冷漠 沈潇雪的意识 听到画面中的那个 自己对着苏妍说 不说出这十年去了哪里 那便永远别来见我 此时沈潇雪的心脏 似乎也在跟着苏妍 一阵阵的纠痛 她不知道 苏妍 为了自己寄人离下十年 归来时 却难以得到自己的理解 她 甚至有口难言 此时此刻 苏妍又是怎样的心情 沈潇雪的意识清楚 身为旁观者的自己 永远不可能切身体会 接下来的几年 苏妍真的没能 再见到沈潇雪 直到几年后 始源界与东盛界的战争爆发 潇雪 明天你就要出生小世界了 我有件东西 想给你 那又是一个大雪夜 沈潇王府中 几年来 一直没有打扰沈潇雪的苏妍 终于再一次地站在了沈潇雪门前 那扇门 迟迟未开 苏妍也便站在门前 迟迟未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门开了 露出了沈潇雪那张满布冰霜的翘脸 第47章 金韵武王 潇雪 你此去飞来狱 有可能遇到东盛帝君之女 百里无暇 那又如何 沈潇雪示意她进屋 柳眉微醋地说道 她有一门天阶三品神通 名为梨落指尖沙 沈潇雪的意识 看到自己指尖微颤 翘脸上 却是不露声色 旁观着这一切的沈潇雪的意识 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她清楚自己的性格 自己 听闻到天阶三品神通 可能是真的怕了 但是 却绝不会表现出来 这是天心通幽怜 能将你带入幽界 不受阳视任何伤害 原本 她只能维持半息 但我曾受过一位高人指点 若是以阴龙骨髓为灯油 便可维持半炙香以上的时间 若你遇到她 便以此灯 与她周旋 切记 当她用左眼看向你时 你便顿入幽界 抛开她的神通 哪怕她是大帝之女 你也不会在她之下 苏妍将那盏黑色莲花状的灯形法器 递给沈潇雪 说道 原来 你这些年 用全部身家 收购阴龙骨髓 是为此 画面中 沈潇雪神色稍缓 阴纯微张 似乎想开口道谢 却又说不出口 沈潇雪的意识 却是看得恍然 她推测 苏妍口中的那位高人 十有八九便是那要地 她在带着自己去长生界寻医时 当时也向要地询问了 应对百里无暇神通的办法 之后才会在百里无暇 让她选择报仇的时候 选择了天心通幽怜 但因为自己服下了望穿丹 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之后 苏妍又是尊尊地嘱咐了沈潇雪 傀儡的弱点 以及百里无暇的很多情报 比起丈夫 更像是老母 沈潇雪的意识 望着冰封渐消 逐渐相依的俩人 心中也是五味翻腾 有了那天心通幽怜 有倍算无倍 此战 自己或许真能一雪前耻吧 只是 当自己 大胜归来 荣耀满身 光芒万丈的那一刻 又会有几人知道 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 又为此默默付出了多少 沈潇雪的意识希望 若真有那一日 自己也能让世人知道 那份能写入青史的大宫中 也有苏妍的一份 永安五年春 苏妍 顾南一 沈潇雪等人 从登玉返还使元鉴 与此同时 大延王朝的三公 太师 太保 太父 降临登玉 考察此次王考的结果 一日后 消息便如地龙翻身 从严经 传遍了整个大延王朝 乃至整个始元界 永安四年的这场王考 通过者 仅有三人 为永安帝登基以来 最少的一年 然而 永安四年的王考 却又扩图两亿五千万里 凭借着三明准王 仅用一年 彻底将一个小事件 纳入掌控 此为大延建国以来知罪 至今日史 苏妍 顾南一之名 天下无人不闻 便是 连山郡 最偏僻的九四中 也在 传扬这俩人之名 七日后 一身龙袍的李长生 走上祭坛 要论 这些天 最是欣喜若狂之人 那绝对不是 王榜榜首的苏妍 而是她 当系统提示 苏妍阔扩图九千万里 她获得了三个甲级世界 九个乙级世界的坐标时 她差点没有维持住一态 在群臣面前笑风了 她原本的估计 苏妍想达成 扩图三千万里的白色成就 都很困难 因为在以往的王考中 能扩图一百万里 千万臣民 便足以封王了 一个乙级小世界 往往需要数十年 才能彻底纳入王朝掌控 这还是理想情况 若是遇到其他大世界 来自本世界 其他王朝的降临者 全部无功而返 甚至有去无回的也很多 在李长生原本的预想中 这次有机会 扩图三千万里的 也只有选帝之资的 沈潇雪一人 没想到 苏妍直接给她来了个九千万里 若把她妻子的也一起算上 那便是接近一八千万里疆土 简直石破天惊 果然系统成不起我 十六个顶级命格 她当之无愧 连山郡 沈潇雪 阔土三千万里 赐封大颜王爵 封号沈潇王 在一众三宫九卿群臣 百大圣地长老 十万颜庭君的注视下 李长生话音落下的一刻 沈潇雪也是在这一刻 从华盖境突破到了承运境 天空中 风云激荡间 一白 一青 一赤 一经四道气韵 相继落下 好大的气韵 封王时便有如此气韵者 老夫平生仅见三宫之一的太父 亥然说道 大颜有史以来 也是第一次有准王 在王考中 阔土六千万里 周太师道 然而 群臣却都不由自主地将目光 投向苏盐和顾南依 六千万里 固然惊人 然而 在这届王考 却也仅能排在三位 惊 惊运五王 竟然是惊运五王 便在此时 人群之中 突然响起一声惊呼 众人亥然望去 却见高台之上 万众瞩目中的红群女子 深周赫然环绕 盘旋着五条金龙 谁都没有想到 沈潇雪竟是金韵武王 这世间 大多数武王 都是白韵武王 在成韵境时 宁结的气韵之龙为白龙 上一层 为青韵 宁青龙 百中无一 青龙之韵 等同于三条白龙 在上一层 为赤韵 宁赤龙 万中无一 一条赤龙 等同于三条青龙 最上者 为金龙 举世难见 一条金龙 等同于三条赤龙 决定 气韵的品阶 并非上仓所赐气韵多寡 而是自身禀赋 成韵 成韵 其含义 便是自身能承载气韵的多寡 白韵者 一生不过精略一方 青韵者 纵横一国 赤韵者 吞吐天地 青韵者 名传万古 此时 台上台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于沈潇雪身上 落真可闻 便连苏颜和顾南一 都似被他压住了光芒 虽然 苏颜和顾南一 分别阔图九千一百万里 八千九百万里 若论降临的气韵 必然要超过沈潇雪 但他们未必受得住 成韵时 受金龙 自古以来 毫无意外 几乎都是圣人之资啊 在这之中 或许只有李长生 能继续维持平静 毕竟 他可是见过沈潇雪面板的 早便知道 这何止是圣人 乃是未来有选帝之资的存在 李长生望向顾南一 连山峻 顾南一 阔图八千九百万里 赐封大阎王爵 封号青阎王 第四十八章 咫尺千年 李长生话音落下 空中 当即便是再次降下了四色的气韵 明显的 要超过先前的沈潇雪 然而 在周太师等人眼中 顾南一成韵境之后 那是绝无可能超过沈潇雪的 然而 伴随着一片惊呼 所有人都是骇然看见 顾南一的深周 也是赫然如同沈潇雪一般 一片金色 六条金龙 围绕着他的郊躯盘旋 竟然是 比之沈潇雪 还要多出一条 这不可能 为何一个小琴 也能凝出金蕴 沈潇雪柳眉紧皱 他的眼中 顾南一 一直便是西城里那个卑贱的琴 能有今日 全靠苏妍带她 但是 金蕴做不得假 成韵时 天降金蕴 那便是意味着 这个小琴 至少也是个天生圣人的禀赋 丁 系统提示 检测到 你因情敌的强大而感到挫败 请鼓励自己 喝下这碗鸡汤吧 重拾自信再出发 奖励苏妍的第十一块记忆碎片 沈潇雪 哼 圣人之姿又如何我沈潇雪 乃万古一出的大地之姿 萤火之光 也配与昊月争辉灰 天生我沈潇雪 便没有你顾南一能走的路 此身 生来便当高居九天 小琴 你凭什么跟我争 沈潇雪默念着系统发来的鸡汤 素来清冷的心性 也不由得脚趾抓地 庆幸不用说出口 一边的顾南一 你够了 惊骇的当然不只有沈潇雪 事实上 看到顾南一身舟的六条金龙 带给众人的震撼 要远远超过沈潇雪 沈潇雪神潇仙子之名 在前两年 便是已经名扬整个王朝 而顾南一 却是岌岌无名 包括李长生在内 也都是感觉 他是被苏妍带飞的 这次猎土封王 他们一个九千一百万里 一个八千九百万里 这很明显 就是夫妻俩私下划分好的 李长生眉头微皱 不知为何 他有些不喜苏妍的这个夫人 说不出原因 此时的李长生 并没有察觉到 这实则乃是因为 顾南一身上 有跟他母妃类似的气息 李长生 抛开心中的异样 望向最后的苏妍 一瞬间 便四老父看到了 金榜提名的亲儿子 此时 他眼中看到的 已经不是苏妍 那是王朝的翅膀 旋即 众人便是听见 李长生提高了声音道 本次王首 连山郡苏妍 阔图九千一百万里 授封大阎王爵 封号逍遥王 随着苏妍 冲击成运镜 众人便是骇然看见 严静的半边天空 都被分割成了四色 苏妍在登玉 扩图九千一百万 数亿臣名 所带来的气韵 本就足够恐怖 加之还有沈潇雪 给他在海外立神道 带来的那部分 以苏妍原本 亚圣的丙妇 本是接不住的 气韵落下 凝聚九条赤龙后 大半都会散失 但现在 他的丙妇 已经提高到了圣人 气韵降临的一刹 苏妍的深周 直接便是腾起了九条金龙 承运镜 从一龙到九龙 苏妍在封王的一刻 就从华盖镜 成为了九龙的承运 再迈出一步 那便是天象镜武王 台上台下 数十万人 落真可闻 这一日 大阎王朝 诞生了三尊金运武王 这意味着 若他们没有半途陨落 将来 这便是三尊圣人 定 今日签到任务 请在苏妍深周赋 一寸内签到 奖励 天阶九品 身法指使千年 今日签到任务二 在苏妍深周三账内签到 奖励藏运国 任务三 在苏妍深周三十账内签到 奖励完美品质 破镜单X1 沈潇雪打开了系统的签到面板 这些日子 在登玉 看着签到的奖励 她都只能看着 如今 算是这些十日 她距离苏妍最近的时刻 终于也可以做做签到任务了 天阶九品身法 沈潇雪看着那指使千年的天阶身法 美眸微闪 望向前方不远处 并肩形的苏妍跟顾南一想着 他们俩是否已经有过负一顿的接触了呢 以这个小起的妖艳 苏妍把持不住吧 顾南一 顾南一翘脸仗红 那个女人 她到底在想什么 就这还女帝呢 沈潇雪看了看此时与之苏妍的距离 脚下加快 靠近了俩人 又在顾南一下意识地警惕回头时 恰巧止步 定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在苏妍深周三账内签到 你获得了藏运果X1 虽然 得到了一枚藏运果 沈潇雪却没有多少喜悦 她望着顾南一跟苏妍相牵的手 如今 这个小起儿与苏妍近在咫尺 她却始终要隔着三丈距离 心情不佳的沈潇雪 不由得便是在之后的宫宴上多喝了几杯 参加完宫宴 回到自己在严靖的宅邸 唯有几分醉意的沈潇雪 当即便是使用了新得到的记忆碎片 下一刻 随着眼前一阵光影变换 沈潇雪的意识便是看见了一座荒山 真正的荒山 草木稀疏 为见枯藤老树昏鸭 还有片片成林的灵巡鬼一山时 一支大约一千人的军队停在了山脚 黑底白色雪花的战旗 在领冬的风中咧咧而飞 他们似乎是在押送着一辆囚车 起初 沈潇雪并未注意囚车里的人 然而 随后 沈潇雪便是看见 一身麻布粗衣的苏妍 从囚车上下来 神色疲惫 不过 身上倒是没有镣铐绳索 沈潇雪心中大害 他重新确认了 那真的是苏妍 但是 苏妍怎么会成了阶下囚 那是 赵定远和孙启阳 紧接着 沈潇雪便是又在军阵中 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赵定远 孙启阳 这是当初他选的两个幕僚 之前 在那登狱的时候 也是一直跟着他南征北战 接下来 沈潇雪就看到 赵定远和孙启阳两人 陪着苏妍走出了军阵 朝着那座荒山走去 就这样 三个人默默地来到山脚 三人尽力片刻 随后 赵定远便是从乾坤袋中 取出了一个酒坛 和几只杯子 给三人搁争了一杯 苏公子 此去外遇无故人 下官敬公子一杯 请公子多加珍重 第49章 你停下 下官也敬公子 公子安心 待时机一到 殿下一定会来接公子 离开那遗弃之地 孙启阳 也是向着苏妍举起了酒杯 仰头一饮而尽 苏 苏妍要被流放去 遗弃之地 听到两人所言 沈潇雪的意识 如遭雷击 所谓的遗弃之地 便是气韵枯竭 或是被不祥污染的小事件 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恶劣到极点的环境 很多时候 被判流放遗弃之地 都是比处决更残酷的刑罚 沈潇雪正正地看着 三人喝尽杯中酒 听见 赵定远和孙启阳两人 跟苏妍讲述着 遗弃之地中的种种 那里 名为老鸭狱 本为一个寿命将近的小世界 灵气早已枯竭 无法修炼 更可怕的是 其中似乎诞生了不祥 开始逐渐地禁区化 其他的禁区 往往危险与机遇并存 但像老鸭狱这样的禁区 除了随时的命悬一线 更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 就仿佛一个无光的深渊 将人吞没 苏公子 这边是殿下查到的老鸭狱 二十条规则 公子谨记 应当性命无忧 赵定远说道 呵呵 好一个性命无忧 沈潇雪的意识 因为出离愤怒 剧烈地拨动着 那样的仪器之地 不能修炼 又是孤独一人 就算真的性命无忧 那也是无间地狱 毫无疑问 赵定远口中那个殿下 就是他自己 若不是 一时无法从苏妍身边离开 沈潇雪现在 真的很想冲去看看自己现在在作合 为何 会容许看着苏妍 被送去那种地方 谢谢两位一路上的照福 时间不早 我便先上山了 两位也敢早回去吧 凡请两位 见到潇雪之后 请她 无需为我忧心 好好准备突破紫顶镜 画面中 苏妍抬头看了看天色 朝着两人抱了抱拳 紧接着 沈潇雪的意识 便是看见 她以一块黑布 自覆双目 以一根竹杖点地 转身向着崎岖的山路走去 苏妍 眼睁睁地看着寒风中 那道孤轻的背影 沈潇雪心中一痛 下意识地 想要开口唤她 却是无声 她看到 失去了视觉的苏妍 一路上 时不时地便会撞到凌寻的时间 又时不时地 会被地上横列的枯藤木枝 半个跟头 姿态狼狈 却依旧 义无反顾地 向着山顶而去 赵定远 孙启阳也并未离开 而是站在山脚 目送苏妍上山 也是因为苏妍走得太慢 他们的交谈声随风传来 解开了沈潇雪的疑惑 赵兄 一定要如此吗 以殿下如今的权势 还护不住苏公子吗 殿下今日的名望 都是与天圣界一场大胜得来 而苏公子 无故去往天圣界十年 据传是天圣界碟子 此次若不大意灭青 恐怕也要被拖下水 须知 人心一变 从万众敬仰 到人人喊打 也只在一念间啊 殿下此时 正是从天象境 突破到子顶境的关键时期 需要海量气运 不可失明心啊 能将问斩 改为流放 殿下已经尽力了 再者 这也是苏公子自己的愿望 他也不愿因自己 拖累殿下 什么 沈潇雪的意识 跟在一瘸一拐的苏妍身后 听到风中传来的 两名幕僚的声音 却是如垛深渊 苏妍会被流放遗弃之地 竟然是因为被怀疑 是天圣界的碟子 然而 这世上哪会有人 比他沈潇雪更清楚 苏妍会去往天圣界 都是为了他沈潇雪 而若非他带来的 天心通幽怜 还有那有关 百里无瑕的许多情报 自己又如何能赢得了 大帝之女的百里无瑕 他本以为 与知天圣界的战士大胜后 能与苏妍共享战功结果 却是自己荣耀满身 苏妍却替自己 背负污名 走向地狱 停下 苏妍 你停下 沈潇雪的意识 自然无法阻止苏妍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亲历他曾经经历的一切 蒙眼上山 应该便是进入 小世界的一世 沈潇雪眼睁睁地看着 脚步蹒跚的苏妍 行进了数个时辰 直到天色江岸 也不过走出了十分之一 山下 赵定远和孙启阳 已经带着沈潇军离去 四眼茫茫 山上山下 唯有苏妍一人 她却也没有摘下 那蒙眼的黑布 任凭自己被黑暗吞没 天上 一群乌鸦盘旋而来 俯冲而下 着实她的血肉 不知为何 苏妍却没有阻止 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般 任凭那些乌鸦 在她身上 着出一道道伤口 沈潇雪只恨没有实体 不能为她驱赶 就这样 两天两夜后 在第三日的黄昏 苏妍站在了山顶 而那些着实了她血肉的乌鸦 围绕着她飞舞盘旋 鸭裙渐渐地组成了某种图腾 随着夜色降临 苏妍的身影 也在沈潇雪的眼前 随着夜色渐渐隐没 当记忆碎片结束 沈潇雪悠悠转醒 不知不觉中 脸颊之上 已有两滴青泪 悄然滑落 丁 系统提示 任务 重走老鸭路 请宿主前往老鸭山 重走一遍苏妍前世走过的路 奖励 苏妍的第十三块记忆碎片 在严晶完成了封王大典后 苏妍和顾南一 也是准备动身回返连山郡 期间 也有山河一气盟 北周汉刀门 苍山牧雪楼 陵渊剑狱这样的寺 五品圣地 申来橄榄枝 甚至 有亚圣亲自登门 但俩人都拒绝了 还是决定回返木华宫 准备让木华宫 升个为六品圣地 沈潇雪并未与他们同行返回 独自一人不知去向 此次大阎王朝新诞生的三个金运武王 竟然无一例外的都出自连山郡 这让连山郡这个曾经大阎王朝 垫底的乡下地方 直接便是成了整个始源界的焦点 无数的舞者千里迢迢地前来朝圣 木华宫 这个曾经不起眼的九品圣地 更是被踏破了门槛 谁让苏妍 顾南一 沈潇雪 这三个金运武王 奇迹般的都出自这个小圣地呢 光是有意入门的准王就超过了一百个 从各地赶来拜师的天才更是不计其数 第五十章 圣地升格 苏妍 顾南一在与陆林玄讨论后 决定将木华宫改名为万木长生宫 这一日 非但是连山郡的几个圣地 大阎王朝境内大大小小的圣地都遣人来贺 虽然 当圣地升格成六品后 不同于七品以下 想继续往上升格 每一步都相隔天渊 七品以下 一群小藏镜五尊 就可撑起一个九品圣地 有一个大藏镜 圣地便可升格到八品 如木华宫先前那般 诞生一个华盖镜圣地便能升九品 但在七品以上 六品门中 须有五王五品 便须有亚圣坐镇 四品圣地 门中必须曾经诞生过圣人 且 当下门中必须有多位亚圣存世 三品圣地与四品圣地之间 区别便是 三品圣地 现有圣人在世 而四品圣地 唯曾经诞生过圣人 一旦三品圣地的圣人作画 便会降格到四品 而大阎王朝现成的四大圣地 苍山木雪楼 山河一气盟 北周汉刀门 飞火神雀 都是曾经的三品圣地 降格成了四品 也有传闻 山河一气盟的那位老圣人还活着 但因许久没有现身 除了王朝顶尖的几人 也无人能印证 而沈潇雪 苏妍 顾南一 在封王时便身负金运 那便都是圣人之之 这意味着 最佳情况下 三人将来尽数封圣 那穆华宫 便是能从曾经的九品圣地 一跃升格为二品圣地 虽然 这种可能性很小 圣人之资 也非必然成圣 但哪怕三人中 有一人封圣 曾经的穆华宫 现在的万木长生宫 也将升格为三品圣地 成为大阎王朝第一大圣地 啊 顾长老 快请快请 蓬毙升辉啊 穆华宫的山门前 陆灵玄一身华服 笑盈盈地迎接着八方来客 陆灵玄真是没想到 有朝一日 他陆灵玄 还有与四品圣地的长老 平起平坐的一天 嗯 要是身高上 也能平起平坐就好了 你就是灵长老吧 不知灵长老 怎么能教导出两位高徒的 我这孽徒 若能有两位殿下的一层能耐就好了 另一边 苏妍和顾南一的师父林婉月 也是被一群圣地长老 簇拥在中央 想要结交一番 未躲清静 早早躲到山上的苏妍 遥遥望着那边 门庭若室的山门 笑了笑 前世时 陆灵玄早早死在无望山 而他只是个小小的五尊 慕华宫至始至终 都是一个门庭冷落的小圣地 师尊临终时的遗愿 只是能让慕华宫的传承延续下去 可惜 他也没比师尊多活太久 在他死后 慕华宫恐怕也难以存续了 这一世 既然有了实力 记忆中的那些遗憾 自然都要弥补 唯一的意外 便是沈潇雪也来了慕华宫 哟 这不是老鹰笔吗 你这还是第一次上门了吧 与此同时 山门口的陆灵玄 也是瞥见了一个老熟人 久悠喜剑池的阴建尊 顿时笑得更开心了 人生的至高成就是什么 毫无疑问 就是有生之年 将压了你大半辈子的宿敌 踩在脚底 有些人 有生之年没这样的机会 还得把人从棺材里挖出来呢 陆灵玄与之阴建尊的恩怨 算来也有大半辈子了 在他刚继位掌门的时候 阴建尊便是连山郡 唯一的八品圣地 陆灵玄除了人也只有人 好不容易在禁区中 突破到了滑盖境 以为能去跳脸了 却发现人家阴建尊 也已经突破到了滑盖境 但今日之后不同 自今之后 陆灵玄和阴建尊 将彻底不是同一层次的存在 若不趁现在爽一把 往后再去找晦气 那便是自讲身份了 望着眼前 还不及自己腰高的小丫头 阴建尊也是感到 有一股气 堵在胸口 乍又乍不得 自从得知 苏妍 顾南一 沈潇雪三人疯王的消息后 他阴建尊的心境 就一直没吻过 脑中想的 都是四年前 他没有去的那场圣地考核 本来若无意外 这三人都当是 他们久悠喜剑持的囊中之物呀 不知为何 竟然都去了排名垫底的慕华宫 曾经 他得知后不以为意 只笑数字字断前程 此时 他若能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便是绑 也要将他们绑回来 鹿掌门 鹤鹿掌门门下出蛟龙啊 尽管 心中有着再多的怨气 鹰剑尊那张僵尸脸上 却还是不得不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这是我们久悠喜剑持为 鹿掌门奉上的贺礼 鹰剑尊的身后 曾经的那名独臂长老 向着鹿林玄 奉上一份长长的礼担 鹿林玄扫了一眼 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以前说过吧 吃了我们的 都要给我们吐出来 拿了我们的 都要给我们还回来 鹰剑尊眼角抽搐 正想要开口刺一句 却是忽感 一道恐怖威压 轰然落下 感觉到这股威压的 不止他一人 此时到场的那些皇宫贵胄 圣地长老们 也是骇然抬头 便见 自西往东 半边天际的云海 赫然已经变成了紫色 紫云中 就见一条小城般大小的 金色龙船 浮浮沉沉 烈火龙旗迎风而舞 紫云扑路 那是人间帝王出行 才有的异想 在加那烈火龙旗 在场之人 瞬间便是明白 这是大延的皇帝清灵了 在延经 早有传闻 大延王朝的这位陛下 对于逍遥王苏延 分外青睐 今日在慕华公升阁时 御驾清灵 不由更加坐实了此传闻 在此之前 连山郡这个乡下地方 可是已经数千年 没有赢过御驾了 阴建尊遥遥望着龙船 这才是真正的面如死灰了 而在金色的龙船上 李长生望着眼前的系统面板 却是差点笑出来了 连那偷天人皮 也遮掩不住的女儿家姿态 人物成就苏延 成就一 白色 苏延突破天象镜 凝成地阶九品天象 奖励 今年大延税收的一城 大延税收的一城啊 大延王朝 除了始源界的两千万里疆土 还有那么多个小世界 即使只是一城的税收 那也已经是一个 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